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天有声书 这是一个陪你一起聆听作者有趣的灵魂 同时迈出自己成长步伐的频道 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 同时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了凡四训 作者 袁了凡 了凡四训 这本书是一本名代袁了凡所著的训子善书 主要阐明了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善行来改变的 而不是受到命述的束缚 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 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和道理 例如 人的命运不是固定的 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心改变和外在行为来影响的 袁了凡以自己的生平经历为例 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信奉宿命论的书生 变成了一个积极向善的居士 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收获的喜悦 他提出了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的名言 鼓励人们不要被命运所左右 而要主动地去创造自己的命运 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也是一种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 而要要想改变命运 就必须改过 改过也是积善的一种 袁了凡提出了改过的三个条件 即羞耻心 敬畏心 和勇猛心 羞耻心是指对自己的过错感到羞愧和悔恨 敬畏心是指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和信仰 勇猛心是指对自己的过错有决心和勇气去改正 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三种心 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过错 及时地改正自己的过错 从而改善自己的品德和命运 另一方面 多做善事帮助别人 善事机多了 命运自然也有所改变 袁了凡在书中列举了十个古人行善的事迹 用时政证明了他认为的得福一致的观点 人做了善事 上天就会回馈他们 以及他们的后代 接着 袁了凡对善进行了辩证分析 讨论什么是善 以及如何正确地行善 袁了凡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做善事的十条具体行径 涵盖了与人为善 爱尽存心 成人之美 劝人回头 救人于危难 修建公共设施 捐赠财物 修善妙语 尊重长辈 爱惜生命等方面 袁了凡认为 从这十个方面做起 人的德性就可以完备了 也可以为自己积累福报 改变命运 还有的是 与人相处要谦虚 从中学习 自然便有进步 袁了凡在书中主要想要表达谦逊 能够改变命运的道理 袁了凡举了他所见的五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事迹 说明了千受益 满招损的道理 谦虚的人受教育的机会更多 心胸更加宽广 从中获益无穷 因此 谦虚是修行者不可缺少的品质 总的来说 《咬凡四讯》这本书是一本能够启发人心 改善人生 增进幸福的好书 它教导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何提升自己的品德 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 如何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些经验和道理 对于我们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值得我们去细读和慢慢思考 现在一起来通篇听一下完整的故事 然后再进入原文 译文和点评部分 细细品读这本书的细节和思想吧 第一篇 立命之学 我童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 老母亲让我放弃科举考试的学业 而去学医 说学医可以养活家庭 同时也可以用医术来救济别人 而且精通一门手艺 并以此成名 也是父亲平素的心愿 后来 我在雌云寺遇到一个老人 长须飘飘 相貌堂堂 就像神仙一样 我对他非常尊敬 并以礼相待 他对我说 你注定是仕途上的人啊 明年就可以参加岁氏进入学校当秀才了 不知你现在为什么不读书呢 我告诉他家庭的原因 并且询问老人的姓名和籍贯 他说 我姓孔 是云南人 得到了少庸先生 黄极京士书的正统传授 命中注定 应该再传授给你 我把他请到我家 并禀告了老母亲 母亲说 你要好好跟他学习 我们多次试验他的占卜之术 事无大小都能应验 我才开始有了读书的念头 与表兄审称商量 表兄说 玉海谷先生正在神友夫家中开馆授图 我送你到那里 跟他们一起读书 也很方便 于是我便拜玉海谷先生为师了 孔先生为我沾了一挂 结果是 现考同生时应当考中第十四名 辅考时为第七十一名 提学主持的考试中为第九名 第二年我去参加考试 三处考试的名次都完全符合 孔先生又为我占卜一生的吉凶 他说 某某年会考中第几名 某某年应当升为领生 某某年可以选拔进京师国子健读书成为共生 入供后某年 应当被选为四川某方面的大官 在值三年半后 便应该告老辞官还乡 53岁那年的8月14日的丑时 会在自己的床上试试 可惜最后没有儿子 我把这些都完整地记录下来 并牢牢记住 从此以后 凡是遇到考试 每次考试所得名次 都与孔先生所算的一样 只有一件不同 孔先生算我为领生时 领取官府九十一十五斗厘米时 就可以按资历到京出贡选职了 但我领取七十一时的时候 图宗师便批准我可以出贡了 我暗中也很怀疑 后来此事果然被代理提学的杨先生驳回 直到丁某年 阴脉宗师看到我正式考试所作文字的备卷 赞叹说 这五篇策论 就是五篇给朝廷的奏诣呀 怎么能让冤博而名礼的儒者老死于窗下呢 于是便依从图宗师的身文而批准出贡 连同前面领取的米一起计算 恰好九十一时无斗 我因此更加相信一进一退 皆有天命 发达的快慢也都各有姻缘 所以也就淡薄而无所求了 以出贡的机缘而进入北京 在京师一年 我却整天静坐 不看文字 几四年回来 进入南京的国子健 在还没有入监读书前 我先去七霞山拜访了云谷禅师 与他在一间禅室中相对而作 三天三夜不合眼 云谷禅师问我说 普通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贤之人 都只因有过分的贪念纠缠 你做了三天 却没有起一丝贪念 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说 我被孔先生算定了一生 生与死 得意与失意 都各有天定 即使想要妄想 也没有什么可以妄想的 云谷禅师说 我把你当作豪杰来对待 你原来 却只不过是凡夫俗子 我问他原因 他说 人都不可能没有妄想之心 于是终究被天地所束缚 那怎么能没有定数呢? 但是只是凡人有定数 最好的人 定数本来无法拘束他 非常坏的人 定数也仍然拘束不住他 你二十年来的生活都被孔先生算定 没有一丝一毫的耕动 岂不是一个凡夫俗子? 我问他 这样说来 定数是可以逃避的吗? 他说 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是由我们自己设定的 福也要向自己来求 这是诗书中所说的 确实是明里的训诫 我们佛教经典中说 求取富贵的就能得到富贵 求取男女后代的也一定能得到后代 求长寿的人也能得到长寿 说谎是佛家的大戒 佛祖与菩萨怎么可能用谎话骗人? 我进一步说 孟子说 求取的就能得到 这是说 求取那些可以由我做主的东西 所以 道德与仁义可以努力求取 但功名富贵怎么求取呢? 云古禅师说 孟子的话并没有错 但你自己理解错了 你没听见六祖会能说吗? 一切行善修得的福田 都离不开自己的方寸之心 如果从自己的心去寻觅 所有的感官没有不相通的 求取由我做主的东西 却不只是得到了道德与仁义 也可以得到功名与富贵 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价值都能坚而得之 这样的求是有益于获得的探求 如果不对自己进行反省 却突然向外部世界去求索 那样的话 求取就有一定的道 而德也便有定命 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价值都失去了 因此 这种求取是无益的 于是问我 孔先生给你算的一生是什么样的? 我实话告诉了他 云古禅师说 你自己觉得你应该得到科考功名吗? 应该有儿子吗? 我自己反省了很长时间 说 这些都不应该得到啊 经过科举而得到功名的人 都有福相 但我却福薄 又不能修行积德 来培植更厚的福报 加上不能忍受复杂的事 不能宽容别人 有时还因为自己的才智胜过别人 从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说话随意不加考虑 这些都是福薄的表象 怎么能有科举的功名呢? 土地中越脏的地方 越能生长万物 清澈的水中 却常常没有鱼 我喜欢干净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 何其能培育万物 我却容易发怒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 对万物的爱是世界生生不息的根本 残忍是不能话语的根由 我却因为爱惜名声与节操 所以常常不能舍己救人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三个原因 说话多会耗废气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四个原因 喜欢喝酒 从而消损精气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五个原因 喜欢整夜长做 而不知道保养元气 养育心神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六个原因 其余的过失与恶行还有很多 无法详细地指出来 云古禅师说 以上说的难道只是科举功名吗? 人世间享受千金产业的人一定是千金的人物 享受百金产业的人一定是百金的人物 应该饿死的一定是本就该饿死的人物 上天不过是按照美人原本的福报来进行 哪里曾经加入过一丝一毫的主意 就比如生儿子的事 积累了百事德性的人 便一定有百事的子孙来成绩香火 积累了十事德性的人 便一定有十事的子孙来成绩香火 只积累了三事两事德性的人 也有三事两事的子孙来成绩香火 那些中断而没有后人的人 是积得太少啊! 你现在既然知道自己以前的错误 就可以把一直以来不能发达科举功名 以及不能生儿子的表象 全都改正刷新 一定要积得 一定要包容 一定要和谐有爱 一定要爱惜精神 从前的种种行为 就好像昨日已死 今后的种种行为 就好像今天的新生 这就是超越命数的一里再生的新身体 血肉的身体 还有定数 一里再生的身体 难道不能感通于上天? 尚书 太假说 上天作孽 还可挽回 自己作孽 在所难逃 诗经说 经常配合天命来行事 自己求取更多的福 孔先生算定 你不能考取科举 不能生儿子 这是上天制定的定命 但还可以挽回 你现在要扩充你的道德修养 努力去行善事 多积累应得 这是自己制作的福报 哪里能会得不到享受福报的机会呢? 义为君子谋划 要谋求安利 避开灾难 如果说上天注定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 那吉利怎么能谋求 灾难又怎么能避开呢? 义的开章第一义就说 积累善行的家族一定会有许多福报 你相信吗? 我相信他说的话 下败而受教 于是把以前的罪行 在佛祖之前尽情地揭露 写了一封奏章 先祈求能考中进士 并发誓要行善事三千条 来报答天地与祖宗的恩德 云古禅师拿出功过格来给我看 让我把做过的事 每天一一登记在册 若是善事就增加数字 若是坏事就减去数字 而且交给我念诵准提咒 以期待其应验 云古禅师对我说 道家有一句话说 不会疏伏 被鬼神所孝疏伏时有秘诀 就是不要动念 拿笔写福 先要把万事放下 一点沉心都不起 从这个一点念头 都不动的地方写下一点 就称之为混沌开机 从此就一笔写成 全不用思想 这样写成的福就会灵验 凡是祈祷 上天要修身养性 以奉天命的人 都要从没有思虑的地方 来感应万物 孟子论及立命的学问 就说 夭折与长寿没有区别 其实 夭折与长寿 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当一个人不动思虑的时候 什么是夭折 什么是长寿呢 仔细分析的话 风收与欠收没有区别 然后便可以立下贫穷与富有的天命 困窘与腾达没有区别 然后可以立下尊贵与贫贱的天命 夭折与长寿没有区别 然后可以立下生与死的天命 一个人生在世间 只有生与死是最重要的 这里说夭折与长寿 就是把一切顺境与逆境都包括了 到修身养性来等待命运的转变 这是积累德性并祈祷上天的事 说修 那么若有过错与坏事 都应当治疗并消除 说等 那么哪怕是一丝的寄予之心 一毫的银河之意 都应当斩草除根 到这个地步 直接进入了先天的境界 这样才是实学 你还不能达到无心的境地 但只要能修持准提咒 不必特意去记 也不必去数念了多少遍 不要间断 修持得非常纯熟 在修持时似乎像不修持一样平常 在不修持时却又如修持一样 等修到念头不动的时候 就灵验了 我最初号为雪海 当天变改号为姚凡 因为悟到了修身立命的学说 便不愿意再落到凡夫俗子的旧路上去了 从此以后 我每天都战战兢兢 于是便觉得 与以前大不相同 以前是悠闲轻松地放任自留 现在自然有小心谨慎 心存微惧的样子 在别人看不见的私事 也常常怕得罪了天地鬼神 遇到有人怨恨 诋毁我 也便能安然地宽容 接受 到了第二年 礼部举行科举考试 孔先生算出我应该为第三名 却突然考了第一名 他的话不灵验了 我也在相识时终局了 但我修行意却还不纯粹 简点自身发现还有很多书物 或者看到善事却实行了却还不够勇猛 或者救人时心中常常生出迟疑 或者正努力行善 但嘴上却有适当的言论 或者清醒的时候能尽力操持 但酒醉后却不免放纵 用过错来抵消功劳 许多日子便这样虚度了 从几四年发起誓愿 直到吉卯年 历时十多年 三千个扇行才圆满 当时正跟随李士达先生入关 还没来得及回转自己所修的功德 而去向于众生 更陈年再回到南方 才开始请了姓空、惠空等上人 在东塔禅堂回向 这时便生出仇子的愿望 也许下了三千件善事 新四年便生了儿子袁天启 我每做一件事便随时用笔记下来 你的母亲不会写字 每做一件事 就用额毛管印一个红色的圈在立书上 或者给穷人不失食物 或者放生 一天有的多达十来件 到鬼未年八月 三千件的数量又圆满了 再请了姓空等人在家里回向 到了9月13日 又起了祈求考中进士的怨心 许诺做善事一万件 后来果然在秉须年考中进士 并被设为保底之线 我准备了一册有空格的本子 提名叫制芯片 早晨起来 坐在县衙大堂上 家人带出交给门义 放在岸上 所有做过的好事 坏事 再细小的事也不遗漏地记录下来 晚上在院子里摆上桌子 效仿北宋的照片那样 焚香向上帝禀报 你母亲看到我做的善事不多 就皱眉说 我以前在家里 可以帮助你来做善事 现在你许诺了一万件 但衙门里没有事情可以做 什么时候才能圆满呢? 夜里忽然梦见一个神人 我说 善事难以完成的原因 神人说 只减免百姓租资一件事 那一万件善事便已经圆满了 因为保底的土地 每母要收租二分三离七毫 我为此筹划安排 捡到了一分四离六毫 却有此事 但心里却既精且疑 正好焚于禅师从五台山来 我把这个梦告诉他 并问这件事能否相信? 焚于禅师说 如果行善之心真诚恳切 那么一件事便可以当一万件事 何况全县减免钱粮 上万民众受到了福音呢 我便立刻捐出俸禄 请换于禅师 就在五台山把摘石施给一万名僧人来回向 孔先生算定 我在五十三岁有灾难 我从来没有祈求过寿命 但那一年却也没有病痛 今年已经六十九岁了 尚书说 上天难以相信 命运变化不定 又说 只有命运没有定数 都不是骗人的话啊 我这才知道 凡是说灾祸 福报 应该自己去求的 便是圣人的话 凡是说灾难与福报 听天由命的 就是世俗的看法 你的命运 不知道怎么样 即使是命中注定 应该荣华富贵 自己也应该时常有落寞的准备 即使时来运转 一帆风顺 也应该时常做好迎接挫折的准备 即使眼前能够封衣足时 也要常有安于穷困的准备 即使受人的爱戴与尊敬 也要保持谦虚谨慎 如履薄冰的畏惧之心 即使家族地位清高 也应该时常把自己放在低下的位置上 即使学问优秀 也要时常把自己看作浅漏之人 王远说 要发扬祖宗之德性 王靖说 要掩盖父母的过失 王高说 要报效国家的恩德 王低说 要为家族造福 向外说 要在别人困难时周济别人 向内说 要防止自己走上邪路 一定要每天都知道自己不对的地方 每天都要改正这些地方 一天不知道错误 就会在这一天里 安心于自以为是的状态 一天没有过失可以改正 就一天没有进步可言 天下聪明伶俐的人不少 但很多人得性未修 事业不广 就在于音寻两个字 耽搁了他们的一生 云古禅师所传授的修养性命的学说 是最精妙最深远 最真切最正大的真理 你一定要认真钻研并努力实行 不要自己放纵自己 第二篇 改过之法 春秋时期的士大夫 看到人们的言语 行动 便可以一测而谈论其灾祸与福报 没有不应验的 所以左传 国语等书的记载也都很可观 大体上来说 吉凶的预兆 先萌发于内心 然后表现于形体 那些积累很厚的人 常常会获得福报 那些积累太薄的人 常常接近灾祸 世俗之人的眼睛 常常看不到这些 便认为有无法预测的变化存在 一个人的诚心和于天道 那么福报将要来临时 看其人的善行就可以预先知道了 灾祸将要来临时 看其人的恶行也可以预先知道 现在若想要获得福报而远离灾祸 没有说行善之前 必须先改正自己的过错 凡是要改正过错的人 第一 要生发出羞耻之心 想想古时候的大圣大贤 与我同样为七尺丈夫 他们为什么可以成为千秋万代施法的榜样? 我为什么像瓦裂开一样失败? 沉溺于世俗的情感 暗中做出不意的事 以为没有人知道 还抬头挺凶 没有愧色 天天如此 渐渐沦落到禽兽的地位 自己却并不知道 世上最让人感到羞耻的事 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孟子说 羞耻之心对人来说是一件大事 就因为有此羞耻之心就可以成为圣贤 没有就可能成为禽兽 这是改正过错的关键 第二 要生发畏惧之心 天地在上 鬼神难以欺骗 我们的过错虽然很隐蔽 但天地鬼神 其实都在仿佛用宁静照着一样清楚 过失重的话就会降下各种灾祸 轻的话也会损害现在的福报 我们怎么能不畏惧呢? 不止这些 在自己独居的地方 神明也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虽然可能遮掩得很严密 文士得很巧妙 其实五脏六腑早就暴露 最终难以自己欺骗自己 被人看破的时候便一文不值了 怎么能不凛然而聚呢? 不止这些 如果还有一口气在 就是罪恶滔天 还可以悔改 古代有人一生做尽坏事 在临死时突然悔悟 生发出一个行善的念头 便得到善终 这是说一个念头的猛烈 就足以洗涤一生的恶行 就好比千年无光的小山谷 用一盏灯一照 那么千年的黑暗就都被驱散了 所以过错不论新旧 只以能改正为贵 只是人事无常 生命易事 万一哪天一口气没了 想要改正也没有办法了 在阳间 就会千百年担负着恶的名声 即使有孝顺的子孙 也无法带他洗涤干净 而在阴间 则在千万代中沉沦于地狱 即使有大圣大贤 佛祖菩萨 也没有办法援救 这能不让人畏惧吗? 第三 一定要生发勇敢之心 人们不愿意去改正过错 大多是由于脱沓和为难退缩的缘故 我们一定要发分振作 不要迟疑 不要等待 小的过错 就像肉里有刺 要赶快剔除 大的过错 就像被毒蛇咬了指头 要赶快斩断手指 不能有丝毫迟疑 这就是一里说像风雷一样快 就会有益的原因 如果拥有了羞耻之心 畏惧之心 和勇敢之心 那么有过错 就可以立刻改正 就好像春天的冰遇到了太阳 还害怕不会消解吗? 然而 人的过错 有从事情本身改正的 也有从情理上改正的 还有从心理上改正的 改正的方式不同 取得的效果也有差异 比如 前一天犯了杀生之戒 今天不再杀生 前一天犯了生气骂人之戒 今天不再生气 这就是从事情本身来改正的 这种方式是从外面进行强制 所以会有百倍的难度 而且引发过错的根源始终存在 消灭了东边的 西边却又发生了 终究不是彻底根除过错的方式 善于改正过错的人 没有在事情本身上改正之前 会先弄清楚其中的情理 比如 有了杀生的过错 就会想到 上帝喜欢生育万物 万物都会眷恋生命 杀了别的生命来养活自己 自己怎么能够安心 而且这种杀生 是既要受到屠宰刀割的痛苦 还要再被放进锅里水煮油间 各种痛苦 都深入骨髓 要养活自己 山珍海味 吃过也就完了 这样的话 五股蔬菜都可以冲击 又何必残害别的生命 来减损自己的福报呢 又要想到那些有血有肉的生物 都有灵性与知觉 既然有灵性和知觉 也都与我是一体的 纵使不能自己修成至美的品德 让他们尊敬我 亲近我 但怎么可以每天都残害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永远地仇视我 怨恨我呢 一想到这里 就会面对这样的食品 而感到痛心 难以下咽了 再如前一天发怒了 就一定会想 人们有不足之处 从情理上说 也值得怜悯 如果违背情理而互相争气 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 又想 天下没有自己称赞自己的英雄豪杰 也没有专门指责别人的学问 如果有得不到的 那都是自己的德性没有修炼好 不能感化别人 我要完全地自我反省 那么当别人诋毁诽谤自己的时候 都是对自己磨炼与考验的时机 我应该高兴地接受这一恩赐 又有什么生气的呢 再者来说 听到诽谤的话却不生气 就算谗言如烈焰熏天 也不过像举着大火去烧天空一样 最终不过是自己熄灭 听到诽谤就生气 就算有会心巧舌来努力辩白 也不过像春餐一样 作茧自负 自寻烦恼 可见生气不但没有一点好处 而且还十分有害 其他的种种过错 也都应该根据情理来思考 道理想清楚了 过错也就会自然改正了 什么叫从心理上改正过错呢 人的过错有千千万万 但都起源于人的内心 我的心 如果没有动过错误的念头 过错如何能生发呢 学者们对于好色 求名 求力 易怒等等过错 不必每种 都去考察戒除的办法 只需要一心一意的行善 光明正大的念头在眼前 那些邪念 就自然污染不了你 就好像太阳当空 痴魅王两都暗中消散一样 这就是精粹唇一的真传 过错是由心来生发的 也可以由心来改正 就好像罚出毒树 直接斩断它的根 又何必一支一支的减罚 一页一页的摘除呢 大体来说 改正过错最上之策 是调制内心 这样便可以立刻达到清静的境界 念头一动就会觉察 一觉察到念头就消失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便应该用明察情理来改正 再做不到的话 就必须针对具体的事情来警戒自己 如果实行上等的方式 但兼顾次一等的成效 还不算失策 如果固执地使用下等的方式 却不对上策一无所知 那就是完明不化了 所以如果要发誓改正过错 在明处需要好朋友来提醒 在暗处需要鬼神来证明 一心一意进行忏悔 无论昼夜都不懈怠 经过一周 两周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就一定会有笑咽 或者会觉得心旷神怡 或者觉得耳聪梦鸣 毛色顿开 或者觉得应付繁荣琐碎的事实 触类旁通 左右逢圆 或者遇到仇人时便怒为喜 或者梦见自己吐出了体内黑色的东西 或者梦见古来的大圣大弦 来提携引渡自己 或者梦见翱翔在太空之中 或者梦见有得道者所用的重重惊奇 这些不同的好事 都是消除自己过错的征兆 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自以为是 化地为牢 而不再进步 从前春秋时 魏国的瞿博玉 在二十岁的时候 已经知道自己以前的错误 并全都改正了 到了二十一岁 又知道前一次所改正的 还有没改进的 到了二十二岁的时候 再回头看二十一岁 就好像在梦里一样 年复一年 不断改正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还知道前四十九年中的过错 古人改正过错的学问 就是这样的呀 我们都不过是平凡的人 平时的过错 就像刺猬的刺那样多 但回思往事的时候 常常有人看不到自己的过错 这是由于粗心和目光短浅的原因啊 不过 对于那些罪恶过于深重的人而言 也会感觉到一些征兆 或者心神昏乱 转眼忘事 或者无缘无故 就感到心烦意乱 或者看到有德的君子 就因羞愧 反而去诽谤别人 或者听到光明正大的话 反而闷闷不乐 或者施给别人恩惠 反而招来怨恨 或者夜里常做噩梦 严重的还口吐狂言 神志不清 这都是做了坏事之后的反应 如果一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必须发愤振作 弃就图心 万万不要自悟虔诚 第三篇 积善之方 周易说 积累善行的家族 必然有很多急庆的福报 从前言是打算 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书良和的时候 便列举了书良和家 祖祖辈被积累下来的德性 预料到他的子孙中 必然有光宗耀祖的人 孔子称赞顺地的大笑 说 宗庙将会祭祀他 子孙也会保住他的福德 这都是治理名言 我们可以试着用以前的事迹来加以验证 少师杨荣是福建建宁人 祖先世世代代以百度为生 一次下了很长时间的雨 小溪涨水从而发生水灾 冲毁了百姓的房子 被淹死的人被水冲下来 其他的人都划了船去抢捞财物 只有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在救人 对财物一无所取 同乡的人都嘲笑他们的愚笨 等到杨荣的父亲出生后 家里就逐渐富裕 有一位神仙变化成道人 对他说 你的祖父积累了阴公 所以子孙后代应当有光高明显的人 所以应该把你的祖父葬在某地 于是便依从道人的指示下葬 就是今天所说的白兔坟 后来杨荣出生 二十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科举 最后位列三公的高位 他的曾祖 祖父及父亲也都被追封了官爵 并且他的子孙后代也都显贵兴盛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有才能、德性的人 银县人杨自成 最初做一名县礼 心地人后 处事以法为原则且公正无私 当时的县令非常严厉 有一次鞭打一名囚犯 打得囚犯浑身是血 但县令的怒气还没有消散 杨自成跪下为囚犯求情 也为县令缓解怒气 县令说 只是这个人触犯法律 违背天理 不由的人不生气 杨自成叩头说 如果在上位的人离开了正道 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查清他们犯罪的实情 就应当怜悯他们 而不要高兴 高兴尚且不可以 更何况发怒呢 县令听了之后 脸色便缓和了许多 杨自成家里非常清贫 但对别人的馈赠一概不取 遇到囚犯缺粮 常想方设法去救济他们 一天 有新来的几个囚犯没有东西吃 自己家里又缺粮少米 如果将粮食给囚犯 则自己家人没有饭吃 如果只顾自己 则那些囚犯就会十分可怜 于是他就和妻子商量 他妻子问 囚犯从哪里来 他说 从杭州来的 一路忍饥挨饿 面带菜色 因此 妻子拿出自家人的口粮 煮粥给囚犯吃 后来杨自成生有两个儿子 长子叫首臣 次子叫首旨 分别任南北利部侍郎 长孙为刑部侍郎 次孙为四川连县 都是名臣 如今的楚庭德政 也是他的后代 从前在正统年间 邓茂七在福建反上作乱 世人民众跟随作乱的人很多 朝廷启用银县的都御使张凯南征角厨 用计来擒贼 后来又委任不正司的谢都市去搜捕斩杀东路的贼人 谢都市拿到了贼人结党的名单 于是凡事不愿意跟从贼人的 他就秘密给他们一个白不做的小旗 约定在大兵抵达的那一天 把旗子插在门前 谢都市严令禁止官兵让他们不要乱杀 这样便就出了上万人的性命 后来谢都市的儿子谢迁中了状元 官到宰相 孙子谢批又烤中了炭花 福建莆田有一个姓林的 他家祖上有一位老妇人乐善好施 经常做了糯米团来施舍给人吃 只要去要他就会给 没有丝毫厌倦之色 有一位神仙变成道人 每天早上索要六七个糯米团 老妇人每天都给 三年如一日 一直如此 神仙于是知道了他的善举是出于诚心 神仙便对他说 我吃了你家三年的糯米团 用什么报答你呢 你家后面有一块地 把祖先葬在那里 你家子孙后代得到官爵的人 会有一生麻子的数量那么多 老妇人的儿子便依照他的指点 把仙人安葬在那里 第一代后人中便有九个人考中科举 后来世世代代成为高官显贵的人更多 福建便有无林不开榜的民谣流传 冯卓安先生的父亲 在当秀才的时候 有一年深冬早晨起来上学 路上遇到一个人 倒在雪地里 一摸 身体都已经半僵了 便解开自己的棉球给他穿上 并把他搀扶回自己家里就行 后来便梦见有神仙告诉他说 你救人一命 而且是出于诚心 我就派韩琦来当你的儿子 等到生了卓安先生 便取名为冯琦 泰州的英大尤尚书 年轻时曾在山中学习 夜里往往有鬼聚集起来大叫 很是吓人 但英先生却并不害怕 有一天晚上听到鬼说 某人的妻子 因为丈夫出门时间很久了不回来 公公与婆婆便逼着她嫁人 明天晚上 她会在这里上吊而死 我终于可以被人替代而载入轮回了 英先生便私下把家里的田地卖了 得到四两银子 便伪造了那位丈夫的家信 把银子寄给她家 公公婆婆看到信后 因为笔记不同 所以有些怀疑 但又觉得 书信可能有假 但银子一定不假 想来我儿子一定还活在世上 于是便不再逼儿媳妇改嫁了 后来那位丈夫回了家 夫妻二人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 英先生又听到那个鬼说 我本来可以被代替了 奈何这个秀才坏了我的事 旁边有个鬼说 你为什么不给他生些灾祸呢 那个鬼回答说 上帝因为这个人心地好 已经暗中认命他为上书了 我怎么能够给他生灾祸呢 英先生因此更加努力 善行每天都全力修持 德行每天都有积累 遇到欠收的年头 就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赈灾 遇到亲戚有难处 便想尽办法去帮忙 遇到有人强横无礼 便回来头来检查自己的过错 并且狠逆来顺受 他的子孙后代考中科举的人比比皆是 常熟的徐氏徐凤竹 他的父亲向来很富有 有一次遇到荒年 他父亲先捐出钱来做同乡其他人的表率 然后又愤出自家粮食来振绩贫困的人 晚上就听到有鬼在他家门前唱 千言不骗人 万语不骗人 徐家的秀才 一定做举人 接连着大声唱 一整夜都不停 这一年 徐氏果然在相识中了举人 他的父亲因此更加注意积德行善了 勤奋而不敢懈怠 又是修桥 又是修路 又是给僧人施舍实物 又是接近民众 凡是有利他人的事 没有不尽心去做的 后来便又听到有鬼在门前唱 千言不虚 万语不虚 徐家举人 做到巡抚 徐氏后来果然做到了两只巡抚 嘉兴的徒勋先生 最初官为刑部主事 夜里住在牢狱里 仔细询问各个囚犯的情况 知道有一些人是无辜的 徒先生也不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 而是悄悄地把那些人的冤情写下来 送给刑部尚书 后来朝审的时候 刑部尚书便拿他写的东西来 审问这些犯人 没有人不心服口服 于是释放了十几位冤枉的人 一时间京城都称颂上书大人的英明 徒先生又禀报说 天子脚下还有很多冤民 天下之大有成千上万的人民 难道没有被冤枉的吗 应该每五年派一个简刑官 去核实那些冤情定位他们平反 尚书便将此上奏朝廷 朝廷准奏 当时 徒先生自己也被派去当了简刑官 他梦到 有一个神仙告诉他说 你命中没有儿子 但现在 因为你的简刑的提议 与上天的好生之心深深印合 上帝赐给你三个儿子 都官至高位 当天晚上他的夫人便有了身孕 后来便生下了图英勋 图英坤 图英俊三人 都做了高官 嘉兴的包平 自信之 他父亲官为池阳太守 生了七个儿子 包平是最小的 入这道平湖的原家 与我父亲来往密切 他学问广博 富有才华 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考不上 很喜欢佛 到两家的场所 有一天到东边的卯湖游玩 偶然到一个村子的寺庙中 看到寺里的观音像 就露天放着 便拿出行囊 找到十两银子 给了主持的僧人 让他修整一下庙宇 僧人告诉他 工程很大 而银子太少 无法动工 他又拿了四匹松布 并翻出衣箱里的衣服 七件给僧人 其中有一件筑麻的长衫 是新做的 仆人请求他把这件衣服留下来自己用 他说 只要圣像能安然无恙 我就是赤身露体 又有什么关系呢 僧人落泪说 施舍银子和衣服 布匹 都还并不是难事 但就这一点赤诚之心 却是非常难得 后来妙宇修缮完毕 他便拉了我的父亲 一同去游玩 夜里便住在寺中 他梦到寺里的秦兰神来道谢说 你的儿子 当要享受世代的俸禄了 后来他的儿子包便 孙子包称方 都考中了进士 也都做了高官 家善人之力的父亲 曾经当刑房小丽 有个囚犯没有罪 却被判了重刑 知父很哀怜他 想让他能活下来 囚犯对妻子说 知先生想救我的好意 我却惭愧的 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 明天你请他到家里 你用身体侍奉他 他或者愿意尽力 那么我就可以活下来 他的妻子哭着 听从了这个命令 等到知父到了 这位妻子亲自出来劝酒 并把丈夫的意思 全部告诉了知父 知父没有听从 最后 知公仍然竭尽全力 来为囚犯平反 囚犯出狱后 夫妻两人登门来叩谢说 先生这样的大恩大德 是近来少见的 现在您没有儿子 我们有个女儿 想送给您当一个小妾 这在礼法上是行得通的 知父准备了礼物 娶了那个女子 生下了知力 知力年轻时便中了科举 官至汉林孔木 知力生下知高 知高生了知禄 他们都曾为学官 知禄生了知大伦 大伦考中了晋士 以上共计十条 所行之事或有不同 但都可归于行善 如果更细地来分说 那么行善也有真的和假的 有直的和趋的 有阴有阳 有对的也有错的 有偏的也有正的 有半的也有满的 有大的也有小的 有难的也有义的 这些都应该深入分辨 行善是却不追究事物的情理 那么自以为自己在修行 却不知道有可能在作孽 这样的话就会枉费苦心 徒劳无益 什么是真假呢? 从前有几位儒生 半夜中风和尚 问他说 佛家说善恶报应 就像影子追随身体一样灵验 现在有一个人很好 但他的子孙却不兴旺 有一个人很坏 但他的家族却十分兴盛 佛家的说法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中风和尚说 凡人的情感没有迪当干净 能认清事物本质的正眼没有打开 就会把善当作恶 把恶当作善 这也是常有的事 不去埋怨自己把是非颠倒 却反而埋怨上天的报应有错误吗? 众人都说 你说的善恶怎么会相反呢? 中风和尚让他们试着举例来说明 一个人说 骂人 打人是恶 尊敬 礼遇别人是善 中风和尚说 不一定是这样的 一个人说 贪图财物去拿本非自己的东西是恶 清廉有操守是善 中风和尚说 不一定是这样的 众人都详细地说了各种形状 中风和尚都说 不一定这样 大家便请他解释一下 中风和尚告诉大家说 对别人有益 那就是善 对自己有益 那就是恶 如果能有益于别人 那么骂人 打人也是善 如果对自己有益 那么尊敬 礼遇别人也是恶 所以人们去行善 如果有利于他人 那就是为公 为公的就是真的 有利于自己的就是为私 为私的就是假的 另外 发自内心的也是真的 言习他人的就是假 还有不求任何回报 而行善的是真善 为了某种目的而行善的是伪善 像这些道理都需要自己认真的分辨 考察 什么是植核区呢 现在人看到谨慎诚实的人 就一概把他们称为好人并赞赏他们 而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却宁可欣赏狂倦的人 至于那些谨慎诚实的人 虽然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们 但孔子却认为他们是道德的败坏者 这样看来世人的善恶分明和孔子的善恶相反 从这一个例子来推测 便可以知道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取舍 没有不错误的 天地鬼神对善人降下福报 给恶人降下灾祸 都与孔子有相同的是非标准 却与世俗之鉴不同 凡是想积累善行的人 绝不可以只为了让人看到和听到 只有从心灵最甚微的地方 默默地洗涤那些不好的东西 若纯粹是既是救人之心 就是直 若稍有一丝哗众取宠的想法 就是取 若纯粹是出于爱人之心 就是直 若有一丝愤世嫉俗之意的 就是取 若纯粹是出于尊敬别人的心理 就是直 若有一丝玩世不恭的想法 就是取 这些都应当仔细分辨 什么是阴和阳呢? 凡是行善事 却要别人知道 那就是阳善 而行善事不让人知道 那就是阴德 人有阴德 上天会有福报 人有阳善 会享受世间的名声 名声 就是一种福报 不过 名声也是造物主所忌讳的 世上享有圣名却名不复实的人 常常会遭受到意外的恨祸 那些没有过错 却无辜地背负恶名的人 子孙后代 却往往能飞黄腾达 因 阳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微妙了 什么叫是? 什么叫非呢? 鲁国的法令规定 鲁国人如果能从别国诸侯那里把被俘虏过去做奴仆的人赎回来 都可以得到官府的赏金 子孔把被俘虏的人赎回来 却没有接受官府的赏金 孔子听到以后便不高兴地说 子孔做得不对啊 凡是圣人做事 目的是要去一封一俗 这样好的教化便可以普及给百姓了 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去行事 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 子孔的做法就表示领了赏金就是不连结的人 那么谁还愿意去赎人呢? 恐怕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人像诸侯熟人了 子孔救了一个溺水的人 那人就送他一头牛作为酬谢 子孔接受了 孔子高兴地说 从此以后 鲁国就会有很多人去拯救掉到谁里的人了 从俗人的眼光来看 子宫不接受赏金是高尚的 子孔接受一头牛的谢礼是不好的 但孔子却赞赏子孔而贬斥子宫 由此可知 对于人们所做善事的评价 不是要考虑现在的形式 而是要考虑延续的结果 不是要考虑一时的效果 而是要考虑永久的影响 不是要考虑自身的悔育 而是要考虑天下的风气 现在的形式虽然是好的 但其延续下来的结果 却是害人的 那就是表面看像善事 但其实却不是善事 现在的形式虽然看上去是不好的 但其延续的结果 却可以帮助别人 那就是表面看似乎不是好事 但实际上却是好事 不过 这还只是就其中的一部分来讨论的 其他比如 有些事像是不义 但其实是有义的 有些事像是无理 但其实是有理的 有些事像是不诚信 但其实是诚信的 有些事像是不慈爱 但其实是慈爱的 对这些事情的判断 都应当有自己的选择 什么是偏和症呢? 从前李源先生刚刚辞去宰相的职位 回到故乡 当时天下人都非常敬仰他 就像对待泰山和北斗星一样 有一个乡下人喝醉酒后辱骂他 李先生不为所动 并对他的仆人说 不要和喝醉酒的人计较 并且关了门来避开他 过了一年 那个人因犯了死罪而被捕入狱 李先生才懊悔地说 假使当时稍微与他计较一下 送到官府惩治一番 便可以通过小小的惩罚 让他有所借据 我当时只想心存人后 没想到反而纵容了他的恶习 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就是以行善之心 却做了不善的事的例子 还有出于作恶之心 却行了善事的例子 例如 有一家很富 在荒年的时候 穷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街上抢夺粮食 富人便告到县衙 县李却置之不理 穷人便更加肆无忌惮 于是 富人便私下把这些穷人 抓起来惩罚 那些抢粮的人才安定下来 要不这样 就可能会酿成大乱 所以 做善事是正 做坏事是偏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那些出于善心 却做了坏事的 却是正中的偏 而出于恶心 却做了善事的 是偏中的正 这些道理不可不知道 什么叫半 满呢 易经说 如果不积累善行 就不能成名 如果不积累恶行 也不会造成杀身之祸 尚书说 商周王的罪恶 就像以绳穿钱 穿满了一罐 好像把东西装满了容器一样 勤奋地去积累 就是满 懈怠而不去积累 就是半 这是半和满的一种说法 从前有某人的女儿进入寺庙 想要施舍 却没有财物 只有二文钱 便捐出来给寺中僧人 寺里的主持亲自来为她忏悔 后来这个女子进入皇宫 从而大富大贵 她又带了几千两银子到寺庙来施舍 主持僧人 却不过只让她的徒弟带她来为其回向而已 她不禁问道 我从前只施舍二文钱 师父亲自为我忏悔 现在我不施几千两银子 而师父反而不为我回向 这是为什么呢 主持回答说 以前你不施的财物虽然少 而你施舍的心意却十分真诚 如果不是我老和尚亲自带你忏悔 便不足以报答你不施的功德 现在你不施的财物虽然丰厚 但不施的心意不如以前那次恳切 所以我叫人代为忏悔就足够了 这就是说千金也是半 而二文却为满 钟离全传授单方给吕洞斌 于是便可以点铁成金 用来祭祀救人 吕洞斌问道 点铁所成的金子最终会再变回来吗 钟离全回答说 五百年后就会恢复他的本质 吕洞斌说 这样的话就会害了五百年后的人 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钟离全说 修炼成仙要积累三千件功德 你就这一句话 三千件功德就已经圆满了 这是半和满的又一种说法 另外 行善的时候 心中并不执着于行善 这样的话 就随便行什么善事都可以得到圆满的结果 如果内心执着于行善 即使终生都勤奋而努力 也只不过算是办善而已 就好像拿财物来帮助别人 内心并不考虑自己 对外一不执着于他人 中间也并不执着于施舍的财物 这就叫做三轮清净 也叫做一心清净 这样的话 一斗米便可以揭出无边无际的福报 一闻钱便可以消除千万年的罪孽 倘若内心不能忘记所行的善事 即使施舍了万两黄金 福报仍然不得圆满 这是半和满的又一种说法 什么叫大 小呢 从前有个魏仲达在汉林院任职 他的魂魄被射到阴曹地府 阎王让鬼力把他的善恶记录呈上来 等到这两份册子送到后 记录恶事册子堆满了庭院 记录善事的册子却只有一小卷轴 不过像筷子一样粗 拿撑来撑凉 却发现满院的作恶记录反而很轻 而像筷子那样粗细的善事记录反而很重 魏仲达说 我还不到四十岁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过失 罪恶 阎王说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 就是罪过 不一定要等你犯了以后才算 魏仲达又问那个卷轴中记录的是什么事 阎王回答说 朝廷曾想要大兴土木 修建三山石桥 你上了奏章来劝阻此事 这就是你的奏书草稿 魏仲达说 我虽然觐见了 但朝廷并没有采纳 于事无补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功德 阎王说 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建议 但你有这样的念头 便已经功在万民了 如果朝廷听从你的建议 那么善的功德就更大了 所以志向在全天下和国家的 善事即使少 其福报却会很大 如果旨在自己的 哪怕善事很多 其福报却只会很小 什么叫难? 义? 儒家先生说 要克制自己的私欲 就要先从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 孔夫子在论述为人的问题时 也说要先从最难的地方做起 一定要像江西的一位叔老先生 拿出两年教书的报酬 这仅有的收入 代替别人偿还欠官府的钱 从而保全了一对夫妇 还有河北邯郸的张老先生 拿出十年的积蓄 带人交还赎金 从而就还了别人的妻儿 这都是将难以割舍的东西施舍给别人 比如江苏镇江的晋老先生 虽然年老没有儿子 但还是不忍心那幼女为妾 而将其送还给邻居 这是在难以忍耐的情况下 而能够克制自己 所以上天也会降下更多的福报 凡事有才有事的人 要想行善利得都很容易 容易而不去做 那是自暴自弃 贫贱的人要行善修服是很难的 艰难而能去做 这就十分可贵了 随缘去记住众人的事情 其种类非常繁多 简单地来列举条目 大概有十种 第一 与人为善 第二 爱敬存心 第三 成人之美 第四 劝人为善 第五 救人危急 第六 星见大利 第七 舍财作福 第八 护持正法 第九 敬重尊长 第十 爱惜悟命 什么叫与人为善 从前大顺在雷泽之中 看见打鱼的人都选谈身于多的地方 而年老体弱的渔夫便只能在水流湍急的浅滩中捉鱼 甚很怜悯他们 便自己也去打鱼 看见有人争夺的时候便避而不谈 看到有人互相谦让的 就赞赏宣扬并效法他们 过了一年 大家都把谈身于多的地方相互谦让出来 以顺的聪明睿智 难道不能说句话来教导众人吗? 这是因为他不用言语教导 而是以身作则来转变人们的思想行为 这正是教导众人的良苦用心啊 我们正处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时代里 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来盖过别人 不要用自己的善行来与别人相比 不要用自己的才能来难为别人 应该收敛自己的才智 让自己似乎没有什么才能一样 看到别人的过失 要能宽容并尽量帮他遮掩 一来让他有改正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让他有所顾忌而不敢放纵 看到别人有一点长处可取 有一点善行可以记录 要立刻舍弃自己的来学习 而且要大家称赞与宣扬 凡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 都不是出于为自己的私心 而是要为社会树立典范 这才是君子天下为公的气度 什么叫爱静存心? 君子和小人 从表面现象看来 常常容易混淆 只有这一点存心 善、恶相差悬殊 如同黑与白那样截然相反 所以说 君子之所以与一般人不同 就在于他们的存心 君子所存的心 只有爱人敬人的心 人有亲近、疏远、高贵、低贱之分 有聪明、愚笨、贤良、败坏之别 然而千万人的品质虽不相同 却都是我们的同胞 也都与我们是一体的 哪个不是应当尊敬、爱护的呢? 爱护并尊敬众人 就是爱护和尊敬圣贤 能够与众人心智相通 也是能通圣贤之人的心智 为什么呢? 圣贤之人的心智 本来就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各得其所 我们对这些人都爱护、尊敬 这样来安定整个世界上的人 也就是代替圣贤来安定他们 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 欲本来藏在石头里 如果不去寻找或者扔掉 那就与瓦利无异 如果四处寻找 并精心雕琢 那就成为了贵重的规招 所以 凡是看到有人做了一件善事 或是这个人的志向有可取的地方 并且资质有进步的潜力 都一定要引导和讲业 从而极力成就他 或者称赞鼓励 或是协助扶持 或是为他辩白诬陷 分担诽谤 总之 一定要使他有所成就之后才停止 大概来说 一般人都厌恶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 乡下善良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 所以 善人如果处在世俗之中 也难以自立 而且 凡是英雄豪杰 都铁骨蒸蒸 不太注重礼法与规矩 所以 大多容易被找出毛病来指责 因此 做好事反倒容易失败 好人也常常被毁报 只有人后的长者去修正并辅佐善人的善行 这样才会有更多宏大的功德 什么叫劝人为善 生而为人 谁能没有良心 但在俗世之路上追逐奔走 又最容易沉迷堕落 因此 凡是与人相处 应当在合适的时候指点提醒别人 打开他们的迷惑 就好像在长夜漫漫的梦境中 让他们觉醒过来 还好像有人长久的呈现于烦恼之中 要把他拔出到清凉自在的境界中来 这样做的恩惠最为广博 韩玉说 短时间归劝别人要用口 要在百事里劝人 就要用书 这种劝人为善的方法 和与人为善相比较 虽然把痕迹显露在外 但这是对症下药 时常会有神奇的笑咽 所以不可以废除 如果出现对不该说的人进行规劝 和对该说的人没有规劝的情形 那就应当反过来 考察自己的智慧 什么叫救人危急 处于患难或流离失所的情况 是人们时常会遇到的 如果偶然遇到处于困境中的人 就应当像痛苦在自己身上一样 尽快将他解救 或者说一句话来为他申辩冤屈 或者想方设法救济他的困苦 崔子说 恩惠不再大小 只要能够救人于危急就可以了 这真是仁德之人所说的话啊 什么叫兴建大力 小到一个乡村 大到一个城镇 凡是对大家有利的事 最应该去做 或者挖取饮水 或者筑低防患 或者修建桥梁 以方便过往的人通行 或施舍茶饭 以周济人的饥渴 一有机会就劝导大家 齐心协力做有益的事 不必害怕会有嫌疑 也不要躲避辛苦和埋怨 什么叫舍财作福? 佛门千千万万的善行之中 以不失财物最为重要 所谓不失 其实就只是一个舍字 通达的人类可以舍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外可以舍掉色、生、香、胃、处、法、六尘 所有的一切 没有舍不得的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先从不失财物上做起 世人靠衣食维持生命 所以将财物看得最重 我却将财物舍掉 那可以破除我的吝啬之心 外可以救人于危急 一开始可能会有些勉为其难 最终则会泰然处之 这样最有助于洗涤自己的私心 去除执着贪恋之念 什么叫护持正法? 所谓的法是万世生灵的眼目 没有正法 拿什么去参与谋划天地的造化 拿什么去分别万物 拿什么来挣脱尘世的束缚 拿什么来经理事务 以达到出世的境界 所以 凡是看到圣贤和佛家的像 经书典籍 都应当敬重 并加以修善整理 至于弘扬正法 报答佛祖超度的弘恩 尤其应当劝勉鼓励 什么叫敬重尊长? 一家的父亲、兄长、异国的君主、长官 以及凡是年事高、德性高、职位高、实践高的人 都应当小心服侍 在家里服侍父母 要内本之于深爱 外表和颜悦色 时间久了便成为本性 这就是何其感通上天的根本 在外侍奉君王 每做一件事情 不要以为君王不知道 就自以妄为 每惩罚一个人 不要以为君王不知道 就作威作福 侍奉君王就要像侍奉上天一样 这是古人的格言 而这些方面 与人的因德最有关联 是看忠孝的人家 子孙没有不连绵不绝 而且兴隆昌盛的 所以 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 什么叫爱惜悟命? 人之所以成为人 就是因为 人都有恻隐之心罢了 追求人的人 就是要求这个 积累德性的人 也是要积这个 周理说 早春的时候 祭祀用的牲畜 不要用母的 孟子说 君子应当远离厨房 这就是为了要保全我们的侧隐之心 所以 前辈就有四不识的禁忌 是说 听到宰杀声音的不吃 看到宰杀场面的不吃 自己喂养的不吃 专门为我宰杀的不吃 人们无法完全断绝吃肉 就应当先从这几条来借 循序渐进 慈悲之心不断增长 不只是应当借除杀生 那些蠢动的动物 其实也都有灵性 也都是有生命的 抽取蚕丝时要竹茧 除地的时候要杀死虫子 想想我们衣食的由来 都是以杀害别的生命来养活自己 所以 糟蹋浪费衣食的罪孽 应当与杀生等同 至于手下误伤的 脚下误彩的 不知道有多少 都应该想方设法的去防止 古诗说 爱属长留饭 莲额不点灯 这是多么仁慈啊 善行是无穷无尽的 无法仔细罗列陈述 由这十件事推而广之 那么各种德行就都可以完备了 第四篇 千德之效 易经说 上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的 地的规律是改变满盈而流向千下的 鬼神是损害盈满而服又谦让的 人的心里是厌恶盈满而爱好谦虚的 所以牵挂中的六窑都是吉利的 尚书说 盈满会招来亏损 谦虚会收获益处 我多次同大家一起参加科举考试 每次见到有贫寒世子将要发达 就必定会先有一段谦虚的光彩流露出来 新卫年举人们赴京会士 我们家善的同学共有十人 其中只有丁滨自敬雨的 年纪最轻 为人非常谦虚 我告诉费锦波兄说 这位丁兄今年一定能考上 费锦波问 何以见得呢? 我说 只有谦虚才能受到福报 费兄你看看这十人中间 有像敬雨兄那样温和而诚恳 不敢在人之先的人吗? 有像敬雨兄那样对人恭恭敬敬 小心谨慎就像畏惧一样的人吗? 有像敬雨兄那样受到侮辱也不反驳 听到毁谤也不辩解的人吗? 人能做到这些就是天地鬼神 也会保佑他的 还能不发达吗? 等到名单公布 丁丁果然考中了 丁丑年在京师 我与冯孟真先生住在一起 看到他虚怀弱骨 神情庄重 完全改变了幼年时的习性 李继颜先生是他正直诚信的正友 时常当面指摘他的错误 只见他心平气和的虚心接受 不曾回报一句气话 我告诉他 福有福的根源 或有祸的先兆 心中果然谦虚 上天一定会相助的 老兄今年一定会考中的 后来果然考中了 赵玉峰 明光远 是山东关县人 不满二十岁就考中举人 此后却多年未考中进士 他父亲任职加善三饮 他跟随父亲道任 他仰慕当地保学之士 钱明吴 就带着自己的文章去请教 钱明吴把他的文章全部否定了 赵玉峰不但不生气 而且心悦成福地迅速改正自己的文章 第二年 赵玉峰考中了进士 仁臣年 我入京觐见皇帝 遇到了下见所 见此人虚己待人 谦虚之光逼人 我回去后告诉朋友说 凡是上天将要使某个人发达的时候 在降福给他之前 掀开启他的智慧 这个智慧一经启发 则浮躁的人自然变得沉稳 放肆的人自然会有所收敛 下见所这样的温和善良 一定是上天启发了他 等到发榜 他果然中了进士 江苏江音的张卫妍 积累学识功于文章 在读书人中小有名气 甲午年 参加南京的相识 他借助在一个寺院中 等到接榜 他却榜上无名 于是破口大骂 考官有眼无珠 当时有一位道人在旁边微笑 张卫妍马上又迁怒于这位道人 道人说 相公的文章一定写得不好 张卫妍更加生气地说 你又没有见过我写的文章 怎么知道不好 道人说 听说写文章 跪在心平气和 现在听你这样怒骂 心情不平和得厉害 文章怎么能写得好呢? 张卫妍不由得心服了 于是便向这位道人请教 道人说 考中与否全在于命运 命理不该中的 就算是文章写得再好 也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自己做个转变 张卫妍问 既然是命中注定的 又怎么能够改变呢? 道人说 造命的是上天 但立命却在我 只要努力多做善事 广积阴德 什么福报求不到呢? 张卫妍说 我只是个贫寒的读书人 又能做些什么呢? 道人说 善事和阴德 都是由人的内心所决定的 只要长存此善心 就会有无量的功德 况且 就像谦虚的品质 并不需要花费钱财 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 却大骂考官呢? 张卫妍从此改变自己的态度 而自我修持 每天都行善事 功德也每天在家后 丁永年 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座高大的房子内 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 中间有不少行事空缺的 就问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答道 这是今年考取者的名录 张卫妍问 为什么缺了许多名字? 那人回答说 阴间对于读书人每三年考察一次 必须是积功累得 没有过错的人才能在这个册子上列名 像册子前面所缺少的 都是原先预定应该考中的 因为心境有不端的行为 所以被除名了 后来又指着一行说 你这三年以来 行事谨慎 或许应当补到这里 希望你自重自爱 这一刻 他果然以第105名重举 由此看来 抬头三尺 就一定有神明存在 而修复必灾 却可以由我自己决定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管束好自己的行为 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 而且要谦虚自意 使天地鬼神都时时眷顾我们 我们才有受福的根基 那些气势逼人的人 必定没有远大的气度 纵然是发达了也没有什么可享受的 稍微有见识的人 必定不会忍心使自己心胸狭窄 从而拒绝自己可以得到的福报 况且 谦虚的人才有接受到教会的机会 从而受益无穷 这尤其是休息学业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古语说 有志向求取功名的人 就必然能得到功名 有志向求取富贵的人 就必然能得到富贵 人有志向 就像树木有根基 立定志向之后 还必须念念不忘谦虚 处处与人方便 自然会感动天地 所以说造福全在我们自己 当今那些求取科举功名的人 起初未必有什么真的志向 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兴致来了 就去求取 兴致散了 也就作罢 孟子说 大王如果真正非常喜欢音乐 那么齐国治理的也就差不多了 我对于科举功名也是这样看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这本书的原文 译文和点评部分细细品读里边的细节和思想吧 前言 明代元了凡所著的了凡四讯 是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本劝善书 该书一经问世 便受到人们的喜爱 成为人们修身立命的理论指导 该书主要阐述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的思想 讲述趋吉避凶的方法 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要积善累得 千功卑下 感格上天 就能够求父得福 善报无尽 该书柔和了如佛道三家的思想学说 运用因果报应 福善或银之理 阐明忠孝仁义 诸善奉行 以及立身处世之学 通过对此书的阅读 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感性的认识 从而易亏如佛道三家之学的梗盖 同时也对我们个人品格的修养大有助益 了凡四训 顾名思义 该书由四部分组成 分别是《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和《谦德之孝》 四篇文章来自袁了凡不同的著作 其中《立命之学》是袁了凡晚年总结人生经验 以训诫儿子的立命篇 《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是他早年著作 《其四真权》中的两篇《改过第一》和《积善第二》又名科蒂 《全凭殷德》 《谦德之孝》是他晚年所作的谦虚立重 四篇文章各自独立成文 而一礼又一以贯之 强调命由我作 善恶报应之礼 这四篇文章在组成此书之前 就已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并被多部书籍收录 在清代初期的单柜集上 这四篇文章被称为《袁了凡先生四讯》 随着在民间的流通 这些文章有被简化的倾向 《立命之学义》文中 袁了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 现身说法 以论述命由我作 扶自己求的思想 袁了凡首先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童年弃文学一 因偶遇一人预言他能够通达仕途 于是重然读书考取功名的想法 之后 《袁了凡的人生境遇》 与所测算的命运毫厘不差 由此他更加坚信命由天定 终日消极懈怠 后来机缘巧合 他拜访了《云古禅师》 领悟了《命由我作》 扶自己求的《立命之学》 乃知宿命论的错误 从此开始积功累得 自求福报 而且颇有灵验 改过之法 主要论述在行善积德之前 需先端正自己的心念 将自身缺点一一改正 具体方法是要见贤私奇 以古之圣贤为榜样 敬畏天地鬼神 不起丝毫邪念 立定决心 勇于改过 其关键在于永存善心 只此一点 则邪念不生 积善之方 列举大量势力 予以说明积善于庆的道理 对于何谓真善 至善做了充分的论述说明 并将善行分门别类 一一展开论述 基本统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谦德之孝 举天道为利 以说明人道亦满福谦的道理 告诫世人要谦虚谨慎 恭敬卑下 虚己待人 并列举事例加以论证 进一步强调 抬头三尺 绝有神明 屈及避凶 断然有我的理论主旨 作者袁了凡 生足年不祥 明表 后改明皇 自昆仪 又自已辅 好袁为雪海 因拜访云谷禅师后 得以领悟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的立命之学 便立志多做善事 积功累得 以扭转自己的命运 从此 袁了凡不愿再做一个受制于天命的凡夫俗子 因而改号为了凡 袁了凡是江苏无江人 又有资料称其为浙江家善人 据日本学者九锦忠夫考证 袁家祖居嘉兴桃庄明代并入嘉善县 袁末时家境富足 明初 因燕王朱棣夺取皇位 发生靖南之役 袁家 因与反对燕王的人有交往 而受到牵连被抄家 袁了凡曾祖的父亲幸免于被捕 开始四处奔走逃亡 后定居于江苏无江 袁了凡的曾祖 袁浩做了无江县徐氏的女婿 并入了无江籍 铸有袁氏嘉训 以训导袁氏后人 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 称与其一同参加会试的嘉善县书生为同袍 另据亲人彭少生所作的袁了凡居士传记载 袁了凡的先祖入赘到嘉善县 所以他得以补为嘉善县学生 袁了凡博学多才 举凡天文、相署、水利、兵政、堪余、心命等学无所不通 龙庆四年及1570年 袁了凡重举人 华历十四年及1586年 重进士 并被任命为保底之县 在任期间 袁了凡秦连爱民 为民牟利 主持兴修水利 构筑低防 防御水灾侵袭 鼓励百姓开荒耕种 并免除杂役 以利民生 七年后 袁了凡着身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掌天下于徒 以周知险要 官居正六品 当时适逢日本侵犯朝鲜 应朝鲜的请求 明王朝派兵前往 袁了凡被任命为军前赞化 负责辅助谋划 赞化荣基 当时是提督李如松掌握兵权 许以高官厚禄 诱骗倭寇和谈 倭寇信以为真 没有防备 李如松于是发动突击 打败倭寇 攻下了平壤 袁了凡不认同李如松施诈的做法 也不满他手下士兵滥杀平民 于是义正词严地当面指责李如松 李如松不听其言 随意调动军队 后来果然吃了败账 未给自己开罪 他便捏造罪状 弹劾袁了凡 袁了凡 袁了凡也很快就在十一任内被罢免 罢官回家后 袁了凡更加诚恳地行善 直到七十四岁去世为止 明熙宗天启年间 他的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 朝廷追许他征讨倭寇寇的功绩 赠封上宝司少卿的官衔 袁了凡家里并不富有 但却乐善好施 在家每天诵经持咒 学习禅官 袁了凡除著有《了凡四训》之外 尚有《立法新书》、《黄都水利》、《评注八代文宗》、《静作要诀》、《其四真权》等著作 作为一本劝善书 《了凡四训》在民间被广泛传阅 考虑到此书流通的广泛性 我们在评注此书时 以《净空法师》讲述的《了凡先生家庭四训讲记》中的原文为底本 并对原文进行了仔细地校对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 本书分为原文、译文、点评三部分 并且彼此照应 段落的划分 我们遵循既要便于点评 又要照顾文艺叙述完整的原则 突出文章的层次感 本书的点评部分 尽量照顾到文章的原意 对原文予以解读、评点和产发 并结合历史典故 相互印证推演 这样可以加深理解 同时也能增加阅读的趣味性 其中不乏我们自己的一己之见 一并写出 与读者一道分享 限于个人学识 谬误之处 在所难免 还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篇 立命之学 原文 于童年丧父 老母命弃举业学医 未可以养生 可以寄人 且习一意已成名 而复苏心也 一文 我童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 老母亲让我放弃科举考试的学业 而去学医 说学医可以养活家庭 同时也可以用医术来救济别人 而且精通一门手艺 并以此成名 也是父亲评诉的心愿 点评 了凡四讯四篇是 了凡先生对其子所说的话 即戒子家训 是长辈对晚辈的勉励和劝行之语 了凡先生起手便从自己的生平讲述 可谓现身说法 了凡先生自称 在其童年之时 父亲就不幸去世了 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 父亲的过早离世使家境陷入困顿 孔子即是三岁丧父 十七岁丧母 命途坎坷 佛教禅宗的六祖慧能也是幼年丧父 家庭困苦 禅宗的《宗经宝典六祖谈经》中记载 此身不幸 父幼早亡 老母孤宜 宜来南海 艰辛贫乏 于是卖柴 家庭的不幸 往往能造就古代贤人对命运的深刻思索 了凡先生的童年时期 为了维持生计 母亲要求他放弃考功名的举业 改学医术 这样既可以养家糊口 又可以玄乎济世 治病救人 古时读书之人始终是以步入仕途 先济天下为人生最高指趣的 论语 此章中子下曰 事而幽则学 学而幽则事 可谓明正 不过科举进世并非一世 其路途可谓漫长而艰辛 如临外史中 穷书生犯禁 二十岁开始硬考 屡试不低 直到五十四岁才考中秀才 后世有人讥讽科举考试赚得英雄近白头 从生存的角度考虑 学医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并且习得一技之长 既以精湛而成为一代名医 这也是他父亲生前的夙愿 其实 治病救人 与读书救国 在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 往往是有相通之处的 古有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之说 宋朝明向范仲淹的志向就是做宰相和医生 言为由此二者能救人 后来果然位列朝般 却能居庙堂之高 律江湖之远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近代知识分子 新文化运动齐首鲁迅早年也是远渡东营 立志习一已救国民 后又七一从文 投身到唤醒国人精神与灵魂的战斗中去 从辽制人的躯体和生命到心怀家国天下 这是中国历来知识分子们内在所具有的精神品格 原文 后于在慈云寺 寓意老者 修然伟貌 飘飘若仙 于敬礼之 一文 后来 我在慈云寺遇到一个老人 长须飘飘 相貌堂堂 就像神仙一样 我对他非常尊敬 并以礼相待 点评 姚凡先生为什么会到寺院来 表面似乎是偶然和巧合 其实历来古代的知识分子们 大都喜欢流连于寺院 清幽的古叉往往是居住 读书的绝佳之境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有肃盘桃寺诗云 板阁独眠经旅诊 目与小洞随僧舟 清晨四时许 寺院内便会打板催起进行早课 随后还有过堂吃饭 古代文人和僧人常有交往 诗歌唱和 书画过从 当然 也有不甚融洽的 如僧人 闲雾落魄文人寄居寺中 白吃白住 便故意等吃完饭 再敲打过堂的云板 这在历史上也是由此趣闻典故的 在人生的行进道路上 经常会遇到一些令人生发生转折和改变的人 了凡先生在慈云寺便碰见了这样一位老人 慈云寺隐喻着佛教的慈悲 《大智度论》 捐二七称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给予欢乐教慈 怜悯众生 拔除苦难教悲 这是菩萨形的重要特征之一 老人长得相貌睽睽 先锋道骨 更有一捧长长的胡须 大凡一人必有一项 古代形容伟人 往往把他们描述得睽睽其意 孔子就很高大 史记上说 孔子成年后长九尺六寸 人皆为支掌人而一支 其相貌也很奇特 生而手上为顶 故因名曰秋云 所谓的为顶 据史记所引的解释 就是顶如凡语 凡语者 若乌语之凡 中低而四旁高也 孔子的头顶是中间低 而四边高 不可谓不齐 古人还以常然为美 胡须可以说是男子仪表不俗的象征 道家仙人的模样 往往就是鹤发童颜 常然飘飘 如汉书称汉高祖刘邦美虚然 三国志也说 关于美虚然 诸葛亮曾直接以然代称之 了凡先生见到此老者一派飘飘欲仙的模样 不敢怠慢 连忙行礼 以示恭敬 古代评论人往往朔言便能传神 又不落实际 宋宇在《登徒子好色妇》中形容东林之女的美貌时说 增之一分则太长 简之一分则太短 浊粉则太白 诗诸则太赤 未尽时的姬康 识人未知若玉山之降清 识说心语 赏玉中赞识人亡眼为穷林玉鼠 魏王公浊浊如春日流等 原文 于于曰 此事路中人也 明年即尽学 何不读书 于告已故 并扣老者姓氏礼居 曰 吴姓孔 云南人也 得少子皇即属正传 属该传辱 于隐之规 告母 母曰 善待之 誓其数 欠息皆宴 于遂起读书之念 谋之表兄审称 言 玉海谷先生 在神友夫家开馆 我宋汝寄学甚便 于岁里寓为师 一文 他对我说 你注定是仕途上的人啊 明年就可以参加岁事进入学校当秀才了 不知你现在为什么不读书呢 我告诉他家庭的原因 并且询问老人的姓名和籍贯 他说 我姓孔 是云南人 得到了邵雍先生黄极京士书的正统传授 命中注定应该再传授给你 我把他请到我家 并禀告了老母亲 母亲说 你要好好跟他学习 我们多次试验他的占卜之术 事无大小都能应验 我才开始有了读书的念头 与表兄审称商量 表兄说 玉海谷先生正在神友夫家中开馆授徒 我送你到那里 跟他们一起读书也很方便 于是我便拜玉海谷先生为师了 点评 老人告诉 了凡先生 其仕途比较发达 命理官运亨通 并且明年就能考取秀才 对了凡先生拥有做官的命却不读书求取功名 感到很奇怪 了凡先生如实相告 转述了母亲的意愿 同时 他恭敬地向老人询问尊姓大名以及来自何处 老人告诉了凡先生 自己本姓孔 乃云男人 已经得了少庸皇级数数的真传 并且运数上正应该传授给了凡先生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义学》 从起源上看 周易的成书过程是人更三胜或四胜 势力三谷 即上谷福西画八卦 中谷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 作卦词 周公作窑词 下谷孔子座十亿以解经 周易本为詹世之书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但《义学》的内容却不仅仅限于占卜未来 预测吉凶 孔子座《义传》 在《义学》中的《乌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吸取先秦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学说的思想资料 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广大的哲学思想体系 对于周易的预测功能 一般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种是无限夸大其有效性 认为一切皆在卦中是不可改变的定数 另一种是全盘否定其合理性 斥为迷信荒诞 这两种态度都是建立在对义学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均不足取 民国高僧太虚大师 站在佛教的角度上 对周易曾有过周易之道 贵迎其辩而求其理 避其凶而屈其吉尔的一番评价 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义学和义理 人生活在世间 在不能抉择事物之源的情况下 顺自然之节 而求其条理 通其度数 以服务于人的实践活动 是正当的 但依然不得不在自然与祸乱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 佛法的出世间法则不然 它是不以生化为美 不以能生能化为真 而是解其得生之天书 悉其成辩之霍原 从而达到无生 知辩的境界 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也就是本文最终所得出的结论 命自我立 姚凡先生此时 年仅15岁 却有此奇遇 并非完全是机缘巧合 他能对陌生的老者李敬有加 是很重要的因由 说明他谦逊之理 诚心待人 具有很好的根器和气柄 姚凡先生听了孔幸老人的一番言语后 将他言请至家中 向母亲做了禀报 母亲着他好好善待老人 其后 姚凡先生试探了老人的叔叔 进阶应验 分毫不差 于是便升起了读书的意念 家中只有寡母 只好找到表兄审称与之商量 表兄思考之后对他说 知道有位名叫玉海谷的司叔先生 正在神友夫家授课教学 可以送了凡先生去那里跟随祭读 也十分便利 于是 姚凡先生便拜玉海谷先生为师 开始读书 原文 孔为于启述 现考同生 当时四名 辅考七十一名 提学考第九名 明年复考 三处名术结合 复未补终身修旧 严 某年考第几名 某年当补领 某年当贡 贡后某年 当选四川一大隐 再任三年半 急一告归 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 当忠于正寝 西五子 于备录而谨记之 一文 孔先生为我沾了一挂 结果是 现考同生时应当考中第十四名 辅考时为第七十一名 提学主持的考试中为第九名 第二年我去参加考试 三处考试的名次都完全符合 孔先生又为我占卜一生的吉凶 他说 某某年会考中第几名 某某年应当升为领生 某某年可以选拔进京师国子健读书成为共生 入共后某年 应当被选为四川某方面的大官 在值三年半后便应该告老辞官还乡 五十三岁那年的八月十四日的丑时 会在自己的床上逝世 可惜最后没有儿子 我把这些都完整的记录下来 并牢牢记住 点评 文中孔术是为了凡先生所做的预测 一般来说 应是运用出生时间的天干地质 也就是俗称的生辰八字 作为起数的依据 孔先生通过对了凡先生生辰八字所成之卦象的分析 将其一生的命运 主要是试图发展的前景揭示出来 栩栩如生 历历在目 相比邵雍祖师的神瞻来说 只能算是雕虫小技 邵雍仅靠临人五声叩门 就推算出 他是来借斧头的 史料还记载 邵雍并威时 宋明礼学的代表人物陈浩 专门来看望他 问从此涌绝 更有见告呼 邵雍摊开双手说道 面前路径虚令宽 路窄则无着身处 旷能使人行也 这对于为人处事及智学筹划都是极有启示意义的 在了凡先生看来 孔树士的数数是很了不起的 故而他要备录而谨记之 对预测之数的前信与他后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孔先生替了凡先生起数所推算的命运是 在第二年的现考中是第14名 在其后的辅考中是第71名 提学考则是第9名 了凡先生16岁这年 果然考试考取了 并且名次与孔先生推算的完全一致 在这一年内的三次考试中 名次和结果也都一如孔先生所说 可谓毫厉不爽 这令了凡先生内心完全折服 遂请孔先生为他算定终生命运的吉凶祸福 于是孔先生告诉他 哪一年考试会考第几名 哪一年会不领而成为领生 作为秀才的一个级别 领生就可以领取国家发给的米粮了 哪一年可以当贡生 达到秀才的最高级别 获取入太学及国家大学读书的机会和资格 甚至告诉他 在他出贡后的某一年 还会当上四川一个县的县长 任三年半后 是告老还乡的最好时机 以辞官退隐 在53岁的时候 是年8月14日丑时离开人世 寿终正寝 还有一点就是命中无子 了凡先生将孔先生为他所推算的一生之流年修旧均录在岸 原文 自此以后 凡欲考教 其名书先后 揭不出孔公所悬定者 读算于10米91时五斗荡出贡 即10米71时 图宗师即批准补贡 于妾一致 译文 从此以后 凡是遇到考试 每次考试所得名次 都与孔先生所算的一样 只有一件不同 孔先生 算我未领生时领取官府91时五斗荡米时 就可以按资历到经初供选职了 但我领取71时的时候 图宗师便批准我可以初供了 我暗中也很怀疑 点评 儒家思想中有致命的思想 论语中 孔子曾经受到当时一些隐者的讥讽 认为他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里 儒家思想是指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做的 每个人所能够做的 就是一心一意尽力去做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 而不要计较成败 这就是儒家知命的思想 知命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客观存在的必然性 不为外在成败而迎怀千累 做到这一点 也就能永不言败 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君子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了凡先生这里 则是流于宿命的思想 因为从此以后 凡是遇到考试 他的结果名次 都如孔先生所事先算定的一样 不出所料 命运流转 似乎已经毫无悬念 只唯独在推论 了凡先生做领生 领取到国家九十一十五斗粮士 就能出共一点上 第一次出现了差池 因为当了凡先生领到米粮七十余淡时 就被当时掌管一省教育的信徒的提学批准补供 这一点似乎算得不甚准确 原文 后果为属印阳公所薄 直至丁卯年 殷秋名宗师 见于场中备卷 叹曰 五册 及五篇奏诣也 岂可使薄恰燕冠之如 老于窗下乎 遂一现身文准供 廉前十米即之 十九十一十五斗也 于因此一信进退有命 尺素有识 檀然无求以 一文 后来此事果然被代理提学的杨先生驳回 直到丁卯年 阴脉宗师看到我正式考试所作文字的备卷 赞叹说 这五篇策论 就是五篇给朝廷的奏诣呀 怎么能让冤博而名理的儒者老死于窗下呢 于是便依从图宗师的身文而批准出共 连同前辩领取的米一起计算 恰好九十一十五斗 我因此更加相信一进一退 皆有天命 发达的快慢也都各有姻缘 所以也就淡薄而无所求了 点评 正当辽凡先生一律猜夺之时 其结果是 图宗师批准补贡的文件被阳性代理提学给驳回了 一直到丁卯年 辽凡先生33岁上 此时主持教育的殷秋明 在闲暇时不经意地翻阅到辽凡先生的旧卷文 不由感慨细枝 这五篇策论文章写得如此之好 简直就是五篇朝堂上的奏译 怎么能让如此见闻广博 学识丰富而又有德性的人老于窗下 当一辈子穷秀才呢 中国古代有许多贤人苦读的试迹流传 史迹 孔子是家宰 孔子婉儿喜意 续段 戏 像 说卦 文言 所以有独意 维编三绝的试迹 古代的典籍都是输于竹简之上 而以皮绳穿之成册 孔子的琴玉翻阅至使穿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 再如囊印印雪 悬梁刺骨等均为史上佳话 禁书车印传记载印 家贫不常得油 下月则炼囊成数时营火已诏书 孙康家贫 常印雪读书 说的是 近代车印家贫 没钱买灯油 而又想晚上读书 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 装到沙囊中来当灯读书 同是近代的孙康 冬天夜里利用雪印出的光亮看书 后是以囊印印雪 预指家境贫苦 而能刻苦读书的人生态度 东汉著名的政治家孙靖悬梁读书 战国时期苏秦刺骨琴学 这些都是发奋读书 刻苦学习的势力 宋代名臣范仲淹读书时 更是每天清晨煮一些粥 冷冰后画成四块 早晚各取二块冲击 只切几根咸菜佐枝 这就是所谓的画粥断机 艰苦卓绝 终成一代人节 但是古代读书人最害怕的就是 一辈子终老于窗下 年年朱笔点不到 碎碎名落孙山外 唯希望十年窗下无人问 一举成明天下枝 从此尽享人间富贵 读书的止去发生了质的蜕变 包括封建统治阶层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利用古代读书人的 宋真宗照衡有劝学篇 当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中素 安居不用驾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眉 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醋 男儿玉碎平生智 五金琴向窗前读 我们说金之学者为人 古之学者为己 古代人读书是为了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而这种以华唐美色 车马奴仆为诱饵 使得读书变得愈发功利了 反成为读书人的思想禁锢 失去了其原初的意义 殷秋明再次为了凡先生申请补贡 获得批准 又一次应验了孔先生的预言 确实在了凡先生临米领到九十一时五斗时出共了 这时了凡先生彻底地相信了命运有定数 不可抢求 他这种宿命论的思想又不同于孔子的知天命 孔子说 富贵在天 但重点还是强调成事在人 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 而了凡却从此了无妄念 与世无所争 与人无所求 人的一生从孤孤坠地就对未来充满稀迹 无数的希望和可能都向我们的生命敞开 正是由于有未知才能使人有前行的动力 姚凡先生在这短短的一刹那间 将生命的全成了之 不知是幸运亦或是不幸 原文 供入雁兜 游经一年 终日静坐 不悦文字 几四归 游南雍 未入间 先访云谷会禅师于七峡山中 对坐一世 凡三昼夜不明目 一文 以初供的机缘而进入北京 在京师一年 我却整天静坐 不看文字 几四年回来 进入南京的国子健 在还没有入间读书前 我先去七峡山拜访了云谷禅师 与他在一间禅室中相对而作 三天三夜不合眼 点评 老凡先生补贡后 即成为被选拔入京师国子健读书的学子 于是他到北京停留了一年 这一年里 他终日静坐 无所是是 静坐实则是如 是 道三家共有的修养方法 儒家有所谓主静 有半日读书 半日静坐 道家有心斋 坐望 佛家更讲禅定 戒 定 惠乃三学之一 唐代兴起的禅宗 北宗禅和南宗禅对待禅定有着不同的态度 北宗禅神秀一系强调做的功夫 六祖谈经上记载着这样的趣事 神秀曾派弟子智诚来南方六祖处偷听法门 结果被惠能发现 反而问询智诚北宗的教法 智诚言道 常指挥大众 助心观敬 常坐不握 慧能则斥之道 助心观敬 是并非禅 常坐居身 与理合一 并坐记一手 生来坐不握 死去握不坐 一具臭骨头 何为立功课 在慧能看来 佛法功夫 在于绝与不绝 悟和不悟的区别 前念迷悟则是凡夫 后念悟道 就成佛陀 表明了南宗禅反对不了心性 只能修身静坐的见修途径 提倡直了心性 明彻本源的顿悟之道 了凡先生不仅终日静坐 而且不悦文字 即是不思进取 丧失了求知的欲望 因为既然一切皆是命定的 那么人为的去求知和作为 也都是徒劳和枉然的 此时的了凡先生 已深深陷入了为命运所居的无可奈何之中 一年之后 即隆庆三年 即1569年 姚凡先生回到南京 入当时的高等学府国子建读书 南京乃六朝嘉丽地 金陵帝王州 是东南行圣 亦是人文晦翠的文化中心 姚凡先生此时 对于读书进取 已经丝毫不起心动念 他更关注的是 人生观如何为继的问题 所以他到南京后 先行去拜望了当时的佛门高僧 云谷禅师 之前与孔先生是偶遇 而此次见云谷禅师则是专访 明明中还是与佛有缘 其实世人具备了怎样的气柄 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云谷乃禅师的好 其法名为法会 明代憨山德青曾经撰有云谷大师传 大师早有意志 19岁便开始行脚参方 便访明师问道 于道际禅师处受教 修习天台小指观法门 道际禅师指点他 指观之药 不依身心气息 内外脱染 子之所修 由于下成 起息来的意也 学道必以物心为主 说的是 不必居于禅定 而应忠于心悟 云谷禅师也曾一度 执迷于道际禅师的教化之语 日夜参究 废寝忘食 一天吃饭时 连自己吃完了也不知道 一不留神碗 掉在地上 当下顿悟 一切放下 放下执着 放下思量 放下分别 放下言语 回归本心自信了 云谷大师所著七峡山 古称摄山 因山上多珍贵草药 有利于人摄之养生 故而得名 梁朝时五帝曾于七峡山 开凿千佛岭 后来日渐荒废 云谷大师爱其环境幽深 入山修行 后来云谷禅师名声不敬而走 升阵金陵 在当地名流和官员们的注意下 七峡道场得以恢复 以后的七峡寺也成为东南古叉 明洞一方 云谷大师此时却隐居于七峡山深处 一个叫天开炎的地方 一如既往的清修 对待大众 往往以餐话头来接引 遇到前来拜访者 往往丢一仆团 请其餐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这种公案 在后期禅宗留存的大量语录中屡见不鲜 如问的最多的有何为佛祖希来意 所传之法为何等 就如同学生追问老师 什么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 其实是拘泥于答案本身 金刚经正是教人要扫相破直 六祖坛经中南宗禅的思想 也是要明心见性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 禅宗哲学是引导人去 全面整体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而非停留于表面 所以佛家让人要无分别心 不起心动念分别 只是事物本来面目 将生命回归到父母未生前的湛然空寂 老子《道德经》中也有相类似的思想存在 姚凡先生去参访云谷禅师 由于心如死灰 咬无生去 所以他与云谷禅师在一间房间里相对而坐 皆连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 也未曾说过一句话 颇似禅家所说的不道单 仿佛有着高深的道横 姚凡先生之所以在宴都能终日静坐 此时又能三昼夜不合眼 可以推论他于静坐上是修学有年的 加之在认识云谷禅师之后 又惊言天台禅定之学 以至后来总结自己的心得 著成静坐要绝艺术 该书分为编制篇第一 欲行篇第二 修正篇第三 调息篇第四 浅欲篇第五 和广爱篇第六 编制篇第一中说 要学静坐 先要认清自己的动机 如果是为明文利养 那就种下地狱的因 为聪明圣人 那就种阿修罗的因 为为苦报 那就种仁天的因 为吉德孽 那就种小圣的因 所以最好是为了普渡众生而静坐 欲行篇第二中说 要使静坐达到各种禅定成就 首先是要能持戒 使身心清静 罪业消除 如果只因自感恶业深重 而自暴自弃 则可以从观心入手 了解此心必尽空迹 一切诸罪 根本性空 可以发起大悲心 待一切众生 忏悔无量无边重罪 还可以从《华言经》的观点 求身心不可得 则介意不可得而不助于戒 修正篇第三 除了介绍一般静坐药领外 提到镜中种种奇特光景 都要识破 调息篇第四 简明恶药地描述了修行的次第 潜欲篇第五 介绍了不静观 广爱篇第六 则少数了似无量心 即慈悲喜舍 亦为慈无量心 即能与乐之心 二是悲无量心 能把苦之心 三喜无量心 见人离苦得乐生庆悦之心 四舍无量心 如上述三心舍之 而心不存着 此四心谱原无量众生 引无量之福 故名无量心 原文 云古问曰 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 只为妄念相缠耳 如作三日 不见其一妄念 何也 译文 云古禅师问我说 普通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贤之人 都只因有过分的贪念纠缠 你做了三天 却没有起一丝贪念 这是什么缘故呢? 点评 云古禅师对此颇为惊异 认为了凡先生悟性极高 定力非凡 于是便问道 凡夫俗子们之所以不能成佛称圣 就是因为妄想 乐别 执着等念头纠缠于心 无法指定 而你在这里整整静坐了三天三夜 不见你起心动念 这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 佛陀可以是圣人 圣人即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以及事物的因果道理通达明了的人 佛教称释迦牟尼为觉者 就是觉悟了的人 佛陀觉悟了万法无自信 从缘而起 觉悟了生死轮转不息 截断生死之流 而实无圣灭 佛陀是以智慧得解脱的觉悟了的人 是人而非神 凡夫对于宇宙人生是迷雾的 佛教提倡觉悟人生 智慧了托 儒家也强调内圣外王 但儒家也不轻言称圣 孔子就很谦逊 他的弟子子贡在他生前称赞他是故天纵之将圣伦语 子喊 说上天注定要孔子成为圣人 孔子却否认这种说法 孔子喊言圣 也轻易不称仁乙人 论语 公也掌中孟武伯问孔子 子禄 染囚 公熙赤有没有人得 孔子说重游可以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 但至于他有没有人得不知道 有也 千胜之国 可使其至其父也 不知其人也 染囚可以做千户人口的县长 百辆兵车大夫的总管 但有没有人得不晓得 求也 千世之义 百胜之家 可使为之载也 不知其人也 公熙赤可以穿着礼服 立于朝廷之上 接待外宾 办理交涉 至于他有没有人得也不晓得 赤也 数代立于朝 可使与宾客言也 不知其人也 可见 孔子对其弟子 一一加以包扬和点评之后 对于是否可以称人这一点 还是谨慎和坚默的 因为成为圣人是要对内心进行修炼的事情 绝非外在技能或技艺达到多高超的水准的问题 佛教认为 妄念即是虚妄不实的心念 一极无名或迷惘之执念 此系因凡夫心生迷雾 不知一切法的真实之意 内心时时刻刻便计构化 颠倒妄想 产生迷雾虚妄情境 生出错误思考和心念 据《大乘起信》论载 此妄念能搅动平等之真如海 而现出万象差别之波浪 若能远离 则得入觉悟之境界 所以说 妄念是我们心中不断升起和牵扯的念头 念念不断 烦恼无尽 如果能追溯到烦恼妄念产生的源头 我们定会会心而笑 因为原本是空无一物 庸人自扰之 原文 余曰 无畏孔先生算定 荣辱生死 皆有定数 即要妄想 亦无可妄想 云谷笑曰 我代辱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 一文 我说 我被孔先生算定了一生 生与死 得意与失意 都各有天定 即使想要妄想 也没有什么可以妄想的 云谷禅师说 我把你当作豪杰来对待 你原来却只不过是凡夫俗子 点评 了凡先生说 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孔先生所推算论定 一生的得意和失落乃至生死大事 都有了定数 且二十年来没有丝毫差错 其心动念 其非枉然 生死问题历来是世人思索的问题 六祖坛经中五祖红忍曾经为其门人世人生死世大 并让他们运用般若智慧 观照自我本性 做继了托生死 并有了神秀的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实施秦福世 莫使惹尘埃 以及会能的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的两手铭记 一旦连生死都已算定 那生命也就失去了很多意味 了凡先生已经被算定在53岁时终了此生 一生平平淡淡 没有过失 为命所赋 不得半点自在 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夫 因为了凡先生能三天三夜不动妄念 云古禅师以为他是智慧了脱了的 所以云古禅师笑道 我原本将你认定为豪杰丈夫 却没想到原来是个凡夫俗子 佛教中的丈夫只永进正道修行不退者 人中之最圣者为丈夫 佛身所聚之三十二相 即称大丈夫相或大人相 佛乃人中之雄 故意称大丈夫 钓狱丈夫即是佛的十号之一 一直可画倒一切丈夫的钓狱师 钓狱一切可度之丈夫 使他们发心修道 凡夫则是没有悟道的人 六祖谈经中说前念你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是凡夫还是做佛 做豪杰丈夫 都在一念之间 即看是否能明心见性 顿悟成佛 所以 凡夫也能成为豪杰 豪杰也会沦为凡夫 六祖谈经中说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梅亦志 若清人 则有无边无量罪 六祖会能出见五祖红忍时 身穿少数民族的衣服 目不识钉 被人目为辽 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还未出家 且在马棚充米的人 却从众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在建地上胜出当时的上座诗神秀 最终继承衣波 成为六祖 红化一方 原文 问其故 约 人未能无心 终为阴阳所富 安得无数 但为凡人有数 极善之人 受故居他不定 极恶之人 受益居他不定 如二十年来 被他算定 不曾转动一毫 岂非是凡夫 一文 我问他原因 他说 人都不可能没有妄想之心 于是终究被天地所束缚 那怎么能没有定数呢 但是只是凡人有定数 最好的人 定数本来无法拘束他 非常坏的人 定数也仍然拘束不住他 你二十年来的生活 都被孔先生算定 没有一丝一毫的更动 岂不是一个凡夫俗子 点评 对于云古禅师的绩效 老凡先生盲问其故 云古禅师说 人不能没有妄想心 人无法避免自己起心动念 即以虚妄颠倒之心去分别诸法之相 由于心的执着 而无法如实之件事物 产生妙误的分别 《棱家经》中说 妄想自禅 如残作茧 又说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常驻真心性静明体 用诸妄想 慈想不真 故有轮转 人心念的妄想实在是作茧自负 辗转生成无量无边烦恼 反而使得原本清净的心性陷入命运的流转 为命运所居 怎样才能使得自己不佑于定数 其实只有平凡庸碌的人才会被生命定数拘束住而无法超越 没有妄念的人堪称英雄豪杰 他们是能超越命运的 正如佛教中的六道轮回 即地狱、畜生、恶鬼、人、天、阿修罗等 有善恶等级之别 众生由其未尽之夜 故于六道中受无穷流转生死轮回之苦 称为六道轮回 而佛陀是智慧解脱、跳出六道轮回的 云古禅师接着说 极善的人 福得随其行善而日渐增长 所以他的命运就不是定数 极恶的人 其原本可能有的福得 反而随着他的造恶而日趋折损 所以他的命运也不能被算定 这一切都要看他们的造业 而了凡先生自从被孔先生算定命数以后 二十年来完全没有做任何努力 而为命运所居 不曾转动命运丝毫 实为命运所转 说到这个转字 六祖谈经中有一段记载 可以给我们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提供一些启迪 说唐代有位僧人名号法达 七岁出家 常常念诵法华经 已经念诵法华经三千步 于是便来参访六祖慧能 态度十分傲慢和自负 而慧能大师却一语点破他 说他是心理法华转 心悟转法华 法达顿然悔悟 感激悲气 知道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实在是没有转动法华经 而是被法华经转动了 诵经陷入了执着的心念 行为流于事物的表象 这就是有名的诵经三千步 曹西一巨王 只有口诵经文而心能行奇异 才能够转得经文 如果口诵经文而心不能行奇异 其实是被经文所转 了凡先生为命术所居 心不能转悟 不能有丝毫动态 所以云谷禅师说他是个标准的凡夫 孟子 尽心上也说 行之而不注焉 习以而不察焉 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众也 整日里如此作为 却不知其所以 习惯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一生都从这条大路上走过去 却不了解人生之道 这样的人是一般的人 在还未遇到云谷禅师之前 咬凡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走向 却不知所以然 原文 余问曰 然则朔可逃乎 曰 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 师叔所称 得为明训 我教典中说 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求长寿得长寿 父妄于乃世家大介 诸佛菩萨 岂狂与欺人 一文 我问他 这样说来 定数是可以逃避的吗 他说 一个人的命运 其实是由我们自己设定的 福也要向自己来求 这是师叔中所说的 确实是明里的训诫 我们佛教经典中说 求取富贵的 就能得到富贵 求取男女后代的 也一定能得到后代 求长寿的人 也能得到长寿 说谎是佛家的大介 佛祖与菩萨 怎么可能用谎话骗人 点评 了凡先生听了这番话以后 向云古禅师请教 人难道可以逃脱命运的安排吗 云古禅师告诉他 命运是由我们自己造作的 与别人不相关 福报是要自己去求来的 诗经 大雅 文王中有 无念而祖 欲修绝德 勇言配命 自求多福 说的是 我们应当牢记祖先而不要遗忘 努力尽得修业 配合天命 自己多多追求福气 所谓命由我做是要求人要通达明了 知道人一生的甘苦顺利 愿天由人是徒劳无益的 要躬身反省 是否自己造作不善 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 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改过从善 这就是古圣先贤著述中所说的福自己求 我们应当去仔细体会和玩味 这确实是古之明训 虽然完全肯定和了解命运 但命运是可以改变和改造的 求富贵可以得到富贵 求生男生女 求长寿延年都可以得到 这似乎是说佛教士有求必应 这样理解则又陷入了迷信和功利主义 应该说我们要相信通过弃恶向善 修炼自我 广众福田 一定会有所回报 得到你的愿望 佛经 大佛顶首棱严经观世音菩萨原通章中有我得佛心 正于究竟 能以珍宝 种种供养 十方如来 棒极法界 六道众生 求妻得妻 求子得子 求三妹得三妹 求长寿得长寿 如是乃至 求大涅槃 得大涅槃 佛教不会欺骗众生 佛家的大戒就是反对以妄语来欺狂他人 《金刚经》中有 虚菩提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佛说法是真实的 不说假话 说的是老实话 实实在在 是什么样子 就说什么样子 不狂语 是不打狂语 不义语 是没有说过两样的话 佛家有戒 定 会三学 广义而言 凡善恶习惯皆可称之为戒 如好习惯称善戒又做善律仪 坏习惯称恶戒又做恶律仪 有防非止恶的功用 在家男女所受持之五种之戒 即 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 饮酒 所谓妄语即欺狂他人 做不识之言 包括两舌 恶口 妄言 其语等 大乘一章卷七约 言不当时 故称为妄 妄有所谈 故名妄语 五戒 十戒中 都有妄语戒 可见佛家对妄语行为的严禁 妄语戒本身也有大小之分 不得圣道 而自言得圣道 乃是大妄语者 小妄语者则是说其他一切不实的言语 原文 于尽曰 孟子言 求则得知 是求在我者也 道德仁义可以力求 功名富贵 如何求得 云谷曰 孟子之言不错 辱字错截耳 辱不见六祖说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求在我 不独得道德仁义 亦得功名富贵 内外双德 是求有益于得也 义文 我进一步说 孟子说 求取的就能得到 这是说 求取那些可以由我做主的东西 所以 道德与仁义 可以努力求取 但功名富贵 怎么求取呢 云谷禅师说 孟子的话并没有错 但你自己理解错了 你没听见六祖会能说吗 一切行善修得的福田 都离不开自己的方寸之心 如果从自己的心去寻觅 所有的感官没有不相通的 求取由我做主的东西 却不只是得到了道德与仁义 也可以得到功名与富贵 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价值 都能兼而得之 这样的求 是有益于获得的探求 点评 了凡先生引用孟子的话 进一步追问云谷禅师 孟子 进心上中说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是求有益于得也 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是求无益于得也 求在外也 说的是 追求就能获得 放弃就会失去 这是一种有益于获得的积极探求方式 因为所探求的对象存在于自身之内 而探求虽然有一定的方式 得到与否 却一味屈从于命运 这是一种无益于获得的探求 这是因为所探求的对象 是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的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儒家思梦学派的重要修行方式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求有益于得也 了凡先生认为 道德仁义 可以努力求之 功名富贵乃是身外之物 又怎么去求呢 他认为孟子说的这一点 只是用于道德修养层面 而无法给人生以指导 云古禅师说 孟老夫子的言论本没有错 只是你自己理解错了 六祖慧能大师曾说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这个方寸即是指我们的当下现实之心 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隋唐以后影响最大 最具中国特色的佛家宗派 就是在于六祖慧能将原始佛教中真如 佛性如来 如来造 中道实相等抽象的本体 变为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心性 将传统佛教中作为本体的真心 变为众生当前现实之心 这一改变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成为六祖革命 六祖谈经《行有品》中提到六祖慧能说自心是佛 外无一物而能建立 菩提指向心密 何劳向外求玄 还说自心长生智慧 不离自信 即是福田 福田即是能生福德之田 凡敬是佛 僧 父母 悲苦者 即可得福田 这好比农人耕田 春种秋收 行善修慧 就如同下种余田 能获福慧之宝 会能说自己心中长生智慧 这些智慧不离自信 就是福田 向内心寻觅 就没有什么不能通晓顺应的 向内心探求 内在的修养 和外在的价值 都能坚而得之 这样的求 是正确的探求 是有益于获得的探求 求道德仁义如此 求功名富贵如此 求学问也是如此 读书多解楷 氧气在淫哦 我们读书未学 也不是为了他人 或为了世俗功利 最本质和关键的 还是提升自我修养 注意道德人生 以此利益社会众生 原文 若不反攻内省 而图向外持求 则求之有道 而得之有命以 内外双失 故无益 因问 恐功算乳终身若何 予以实告 云古曰 乳自揣应得科帝否 应生子否 予追省良久 曰 不应也 科帝中人 有福相 于福薄 又不能积功累行 以积厚福 兼不耐凡聚 不能容忍 实或以才之盖人 执心执行 清言妄谈 凡此皆薄福之相也 起一颗地灾 一文 如果不对自己进行反省 却突然向外部世界去求索 那样的话 求取就有一定的道 而得也便有定命 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价值都失去了 因此 这种求取是无益的 于是问我 孔先生给你算的一生是什么样的 我实话告诉了他 云古禅师说 你自己觉得你应该得到科考功名吗 应该有儿子吗 我自己反省了很长时间 说 这些都不应该得到啊 经过科举而得到功名的人 都有福相 但我却福薄 又不能修行积德 来培植更厚的福报 加上不能忍受复杂的事 不能宽容别人 有时还因为自己的才智胜过别人 从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说话随意不加考虑 这些都是福薄的表象 怎么能有科举的功名呢 点评 不论是求内在的德性 还是求外在的滋生之巨 我们都要反攻内省去探求 人需要经常的反省 只有反省才能进步 才能充实自己的德性 而不是向外攀远 向外求持 《道德经》第十二章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耻诚甜烈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刑防 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 故去彼取此 纵横世间 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畅快 在追求中迷失 使自己的清净本心因为过分的激动而狂乱 这样就不能向内探求 从而认识自我 而是被外力牵扯 心为行义 这样的寻求是迷失方向的 一旦求之不得 会认为求之有道 而得之有命 陷入悲观绝望 只会内外双失 乐无益处 云古禅师又问孔先生 为了凡先生所算的一生流年 了凡先生据实相告 如乃一年得科第 命中算定无子等 云古禅师反问道 你自己扪心自问 你是否应该得科第 你是否应该有儿子 杨凡先生开始内省和反思 两久之后 说实在是不应该能重科举的人 重科举的人都有福相 而自己却十分福薄 又不能够积累功德善行 使自己的福德的根基更加牢厚 加之又不愿意做过于繁琐的事情 不能包容别人 心胸狭窄 又经常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处处压人 鲁莽任性地轻易乱说 且语言刻薄 这些都是福德浅薄的表现 如此这般怎么能适合考取功名呢? 原文 地之会者多生物 水之轻者常无余 余好劫 余无子者 一 何弃能欲万物 余善怒 余无子者 二 爱为生生之本 忍为不欲之根 于今夕明节 常不能舍己救人 余无子者 三 多言好气 余无子者 喜隐朔经 余无子者 五 好彻夜常坐 而不知宝缘欲神 余无子者 其余过恶尚多 不能悉数 一文 土地中越脏的地方 越能生长万物 清澈的水中 却常常没有余 我喜欢干净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 何其能培育万物 我却容易发怒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 对万物的爱是世界生生不息的根本 残忍是不能化育的根由 我却因为爱惜名声与节操 所以常常不能舍己救人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三个原因 说话多会耗废弃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四个原因 喜欢喝酒 从而消损精气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五个原因 喜欢整夜常坐 而不知道保养元气 养育心神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六个原因 其余的过失与恶行还有很多 无法详细地指出来 点评 大地虽然脏乱 但它的卧土 却能生长作物 宋代周敦已有 艾连说一文 余独艾连之初 淤泥而不染 浊青莲而不妖 中通外职 不慢不知 相远亦清 亭亭静职 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 莲花可遇君子 其可贵之处正是在于 虽扎根于淤泥之中 却开出如此洁净的话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大都是出身于封建就家庭 受传统文化浸润很深 对就学问素有研究 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如鲁迅对于小说史的研究 对于未尽文章的情有独钟 但他们否定就文化的态度之坚决 却又难以令人联想到他们传统文化底蕴的身后 他们如同出淤泥的莲花 其根却是来自于脚下的泥土 《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中说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土 水太清净了 就没有鱼能够生存 人过于磕茶 对别人求权责备 就不会有朋友和追随者 姚凡先生过于喜好洁净 这可以说是没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 家和万事兴 上下和睦 国家也能长盛不衰 所以说和气非常重要 而了凡先生却特别爱发脾气 这应该是没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 孔子最喜欢颜回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不迁怒 不二过 不拿别人出气 也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可见这是很好的美德 许多人对自己的过失并不引起注意 甚至习以为常 若能像颜回那样该多好啊 此爱是生生之本 而了凡先生却缺乏爱心 还爱心明洁 不能舍己救人 这也是他没有儿子的原因之一 他很爱说话和发牢骚 更喜欢挖苦讽刺别人 常常在公众场合给人难堪 让人下不来台 这种不羁口德 造口业 也是没有儿子的原因之一 了凡先生还嗜好喝酒 酗酒会伤害自己的精神和体力 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世上酒佳眠 他在《羌尽酒》一诗中写道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烹羊仔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中古转域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省 古来圣贤皆寂末 唯有饮者刘其名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鱼尔童销万古愁》 杜甫的《尹中八仙歌》 描写了《贺之章》等八个文人对酒的情怀 其中写《草圣张旭》是《张旭三杯草圣传》 托帽陆顶王宫前 《辉豪落纸如云烟》 可谓解衣磅礴 率性而为 充满艺术创作的激情 但是最正确的态度还是孔子 论语 乡党中有为酒无量 不急乱 对于饮酒没有固定的限制 但是以个人的酒量为准 以不醉为好 尽兴则家 所以说 杳凡先生饮酒伤身也是没有儿子的原因之一 杳凡先生还因为长期静坐不睡眠 不注意保养元神 这是没有儿子的第六个原因 其他过失造恶还很多 不能一一美举 这些都是他反省而得的思索 原文 云古曰 岂为科地灾 世间想千金之缠者 定是千金人物 想百金之缠者 定是百金人物 应饿死者 定是饿死人物 天不过因财而赌 几层加仙好意思 即如生子 有百世之德者 定有百世子孙保之 有十世之德者 定有十世子孙保之 有三世二世之德者 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 其斩烟无后者 得之保也 乳金记之飞 将向来不发科地 即不生子之相 尽情改刷 勿要积德 勿要包荒 勿要和爱 勿要惜精神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此一里再生之甚 一文 云古禅师说 以上说的 难道只是科举功名吗? 人世间享受千金产业的人 一定是千金的人物 享受百金产业的人 一定是百金的人物 应该饿死的 一定是本就该饿死的人物 上天不过是按照美人原本的福报来进行 哪里曾经加入过一丝一毫的主意? 就比如生儿子的是 积累了百事德性的人 便一定有百事的子孙来成绩香火 积累了十事德性的人 便一定有十事的子孙来成绩香火 只积累了三事两事德性的人 也有三事两事的子孙来成绩香火 那些中断而没有后人的人 是积德太少啊! 你现在既然知道自己以前的错误 就可以把一直以来不能发达科举功名 以及不能生儿子的表象 全都改正刷新 一定要积德 一定要包容 一定要和谐有爱 一定要爱惜精神 从前的种种行为 就好像昨日已死 今后的种种行为 就好像今天的新生 这就是超越命数的一里再生的新身体 点评 云谷禅师说 难道仅仅是考功名这件事吗? 世上享有大富大贵 拥有千万钱财的人 他就是千金人物 是他过去修福得来的福报 过去是修大福 今生就得大福报 过去是修小福 今生就得小福报 被饿死的是没有修福报的 且过去造业深重 自作自受 上天对待一切都是公平公允的 顺应自然的因果报应 没有加入一丝一毫的成分 好比子孙繁衍 祖宗有百世之德的 必定有百世的子孙传承 祖上有十世的福德的 就有十世的子孙传承 祖上有三世两世福德的 就有三世两世的子孙传承 现在 姚凡先生既然知道了自己的过失 就应该把这些因为过失而表现出来的 不能考取功宁以及没有子嗣等想象洗刷和纠正过来 务必要积善积德 务必要脱开心量 包容一切 务必要和弃慈爱 务必要饱惜精神 不可喝酒熬夜 佛教中提倡发愿 有如世人的例子 一切菩萨于因为时所应发起的四种广大之愿 幼座四弘愿四弘行愿四弘愿行四弘试四弘 有关四弘愿之内容与解释 散见于诸经论 然各经所举颇有出入 六祖谈经中 众生无边试愿度 为菩萨试愿救度一切众生 烦恼无尽试愿断 为菩萨试愿断除一切烦恼 法门无量试愿学 为菩萨试愿学之一切佛法 佛道无上试愿成 为菩萨试愿证得最高菩提 能发大愿 何愿不能超越命数 昨日种种如水东流 不再想它 今后种种 改过自新 超越命数 再生一礼之身 原文 敷血肉之身 尚然有数 一礼之身 岂不能隔天 太甲曰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诗云 勇言配命 自求多福 一文 血肉的身体 还有定数 一礼再生的身体 难道不能感通于上天 尚书 太甲说 上天作孽 还可挽回 自己作孽 在所难逃 诗经说 经常配合天命来行事 自己求取更多的福 点评 血肉之身 血肉之身 就是指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父母所生之人身 它是无法离开妄想 分别 执着 而落在命数里 所以是能够被推算的 一礼指 是与礼的道 诚实论 重法品约 佛法皆有一礼 外道法无一礼 把以前不善的观念 行为 都改正过来 使之与一礼相应的身体 这个身体 就称作一礼之身 如此展开的 合理合道的人生 则是能够超越命数的 诗经 大雅 文王上又说 我们永远要与天命相配行事 则福禄就会自己来 上书 太甲片上也说过 天降的灾害还可以躲避 自作的罪孽 逃也逃不了 诗经上说 趁着雨还没下 云还没起来 赶紧将门窗修整好 只有认识到 天命和自然变化的道理 才能未雨绸缪 适得其所 孔子说 五时又五而至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论语 为正 孔子五六十岁 就认识到天命并顺乎天命 宋代哲学家张在《正蒙》成名里说 行而后有气质之性 善反之则 天地之性存焉 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部分 所谓天地之性是天赋与人的本性 例如人性之善 人意道德等 是永恒不变的 而每个具体的人表现出的气质之性 却有每个至于之差别 每个人只要善于反省自己 那么就能保留天地之性 同样 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改正血肉之身 以无限接近一礼之身 这样才能感通于天 个人修养若此 治理国家也是同样道理 都要了解和顺应天命 孟子 公孙丑上说 人则容 不人则辱 金恶辱而居不仁 是由勿施而居下也 如勿之 莫如贵德而尊士 贤者在位 能者在职 国家闲暇 即适时明其正行 虽大国必位之矣 说的是 国家的诸侯卿相门 如果实行人证 就会得到荣耀 如果实行不仁之证 就会遭受屈辱 最好是以德为贵 而尊敬世人 使有德性的人 居于相当的官位 有才能的人 担任一定的职务 国家无内忧外患 趁这个时候 修明正直 法典 纵使强大的邻国 也一定会畏服于他 这些措施 才是真正的合于天命的 原文 孔先生 算辱不登科地 不生子者 此天作之孽 有可得而为 如今扩充德性 力行善事 多积因德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 安德而不受享呼 一文 孔先生算定你不能考取科举 不能生儿子 这是上天制定的定命 但还可以挽回 你现在要扩充你的道德修养 努力去行善事 多积累因德 这是自己制作的福报 哪里能会得不到享受福报的机会呢 点评 孔先生所算定的 了凡先生今生不能得取功名 命中注定也没有儿子 这是过去世中所造之业的结果 这是天作之孽 但天命算定并非一成不变的 它是可以挽回的 儒家思想认为人应该做他该做的事 也就是由于在道德上认为是正确的事便去做了 并非出于道德强制之外的考虑 孟子主张性善 人性中有种种善的成分 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今人见如子将入于景 皆有触提侧隐之心 提出人有四端 侧隐之心 人之端也 修悟之心 意之端也 辞让之心 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 尤其有四体也 并认为 凡有四端于我者 直接阔而冲之以 所以说 应当多做善事 发挥本性 并且不求人知 为自己造福 善于人见 不是真善 若为名利而行善 则又落于执着 这也是人的修养的体现 古代真正有大德的贤能 往往能隐居深山 韬光养晦 机缘成熟之时 则能为国为民 建功立业 三国时诸葛亮虽高卧龙中 却能受任于败军之计 奉命于威南之间 俯佑蜀国 梁朝桃红井虽身处方外 却被誉为山中宰相 俨然朝廷决策人物 自己使得自我的德性得以扩充 一生多造善业 自己所造的福德 哪有自己不享受的道理 中国自古就有善恶因果报应之说 如《易经》中有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佛教传入后 业的思想与因果报应观念相结合 而被视作一种业力 这种业力连接着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这是一种因果通三世的思想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 是 欲知来生是 今生作者是 对于因果 佛家的解释是 因者能生 果者所生 有因则必有果 有果则必有因 是为因果之理 佛经中还说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菩萨明因使果 故而能预先断除恶因 如此能消灭罪障 功德圆满 最终成佛 而众生却常作恶因 无所顾忌 恶因既重 却又无时无刻不再思量免去恶果 这就好比人立于烈日之下 已是无处必逃 却想方设法使自己没有影子 这终究是徒劳无功的 原文 义为君子谋 屈即必凶 若言天命有偿 即何可屈 凶何可毙 开章第一义 便说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辱信的吉否 于信其言 拜而受教 义文 义为君子谋话 要谋求安利 避开灾难 如果说上天注定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 那吉利怎么能谋求 灾难又怎么能避开呢 义的开章第一义就说 积累善行的家族 一定会有许多福报 你相信吗 我相信他说的话 下拜而受教 点评 义经 是君子立命所依托的典籍 书中 教人屈即避凶 这说明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说天命是恒常不变的 那又如何去趋向于吉祥 如何回避掉凶险 云古禅师的开导 增强了了凡先生的信心 这里 云古禅师使用了一种善巧的方法 即以了凡先生所信奉的周易的道理 来引导他逐渐领悟命运可以改变 命运在我手中的道理 周易是古代君子安身立命所依托的圣典 他最大的功用就是趋吉避凶 如果说人的命运早已天定 无可更改 人在命运面前全然被动 无能为力 那么周易一书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 书中言道 既善之家必有于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仅此一句便足以作为改变命述的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善恶报应 是和祖先家族的兴衰俘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严格说来 与佛法中自作自受的因果夜报观念有一定的区别 但就善恶有报这一点来说是相通的 因此 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化导众生改过谦善 改造命运 得到幸福的方便法门 姚凡先生本就是一个善根深厚的人 他一听之下 必然内心引然有所领悟 觉察到自己过往的人生态度 和处事原则存在着很大的偏颇 因此心悦成福地对云谷禅师拜而受教 原文 因将往日之罪 佛前尽情发露 为书一通 先求登科 事行善事三千条 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译文 于是把以前的罪行 在佛祖之前尽情的揭露 写了一封奏章 先祈求能考中尽事 并发誓要行善事三千条 来报答天地与祖宗的恩德 点评 朱子嘉训中有恶恐人知 便是大恶 了凡先生下定决心改过自新 要将过去所做的种种罪恶和过错 都毫不隐瞒 在佛前尽情地忏悔 他将这些忏悔写成一篇文章 发愿求取功名 还发誓践行善举三千条 以此报答天地祖宗的恩德 什么是忏悔? 六祖谈经 忏悔品说 忏者 忏其前千 从前所有恶业 于迷骄狂极度等罪 息皆尽忏 永不负起 是名为忏 悔者 悔其后果 从今以后 所有恶业 于迷骄狂极度等罪 今已觉悟 息皆永断 更不负作 是名为悔 故称忏悔 就是说 忏 是对以前所造下的罪业恶业 如愚昧迷惑 骄狂傲妄 极度等等罪过 全部都坦白承认 永远都不再重犯 这叫做忏 所谓悔 反思改悔 已断除今后会造罪业 从今以后 所有恶业 愚昧迷惑 骄狂傲妄 嫉妒等等罪过 现在都已觉知开悟 全部都将永远断绝 更不会再次造作 这就叫做悔 所以称为忏悔 深陷于迷的凡夫 只知道忏悔以前的过错 不知道悔悟今后的过世 由于不能悔改 导致以前的过失不能灭尽 今后的过错又不断升起 这样何来忏悔呢 原文 云谷出功过格式于 令所行之事 逐日登记 善则技术 恶则退除 且交持准提咒 以期必咽 一文 云谷禅师拿出功过格来给我看 让我把做过的事 每天一一登记在册 若是善事就增加数字 若是坏事就减去数字 而且交给我念诵准提咒 以期待其应验 点评 功过格式道教中道是自计善恶功过的一种不测 善言善行为功 既功格 恶言恶行为过 既过格 修真之事 自计功过 自知功过多寡 功多者得福 过多者得救 道教以此作为道是自我约束言行 积功行善的修养方法 鲍谱子那篇 对俗具体规定 人欲帝先 当立三百善 欲天先 立千二百善 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 而呼父中行一恶 则尽失前善 乃当父更起善数耳 故善不再大 恶不再小也 道是自计功过 当是仿效送儒而来 云谷禅师的功过格 有准百功 准五十功 准三十功 准十功 准五功 准三功 准一功 其中准一功的具体内容有 赞亦人善 掩亦人恶 劝惜亦人争 剑杀不识 闻杀不识 为己杀不识 祖人亦非为是 藏于自死勤累 忌亦人饥 留无归人亦宿 救亦人寒 救亦人寒 救亦细微诗话之属命 做功课见尘魂 放亦生 散前素衣搏寄人 诗药亦福 饶人债富 诗行劝寄人文书 还人遗物 诵经一卷 不亦之财不取 理颤百败 待完那债富 送佛号千生 让地让产 讲眼善法欲及识人 劝人出才做种种功德 兴事力及识人 识得一字一千 犯一僧 护持众僧一人 不惧其人 接济人处一时疲顿 见人有忧 善为解位 不付托财物 建仓平跳 修造路桥 书和绝景 修至三宝寺院 造三宝尊相 及诗相逐灯有等物 诗茶 诗官等一切方便事 下句以百钱为义工 还有准百过 准五十过 准三十过 准十过 准五过 准三过 准一过 其中准一过为 没人一善 义人处不连皮顿 缩人一斗 不告人取人 一针一草 贱人幽精不畏 心中暗举 恶意害人一气自止 助人为非一事 暴弃五谷天物 贱人道细物不足 负义约 罪犯义人 贱义人饥寒不救济 宋经差漏一字句 僧人启食不语 聚义启人 食肉五心 宋经登三宝地 十一暴人之处等肉 即杀一细微失化属命 覆巢破卵 被众受力商用它钱 覆带 覆仪 覆寄财物 因公事是其所巧所取人一切财物 废坏三宝尊相 及殿与器用等物 小出大入 贩卖屠刀 鱼王等物 下句以百钱为一过 原文 宇余曰 福禄家有云 不会疏伏 被鬼神笑 此有秘传 只是不动面也 只笔疏伏 先把万元放下 一沉不起 从此念头不动触 下一点 为之混沌开机 由此而一笔灰尘 更无思虑 此符变灵 一文 云古禅师对我说 道家有一句话说 不会疏伏 被鬼神所笑疏伏时有秘诀 就是不要动念 哪笔写福 先要把万事放下 一点沉心都不起 从这个一点念头都不动的地方写下一点 就称之为混沌开机 从此就一笔写成 全不用思想 这样写成的福就会灵验 点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福禄作为道教方数之一 是道士用来沟通人神的秘宝 福这种介于自画之间的神秘符号俗称鬼画符 道士即以这种神秘奇特的符号来照神请仙 驱鬼辟邪 这种神秘的符号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画的 画符不知翘 凡惹鬼神笑 画符若知翘 惊得鬼神叫 路士写着所请神仙名字 及所求之事的文书 及写给神仙的邀请书 藏在人身边的 所请神仙 就会在冥冥之中保护关照他 符语路后来合而为依 称为符路 用来为人祈福嚷哉 驱病除邪 如何画符才灵验 秘诀就是只是不动念也 一笔挥旧 更无思虑 这样的符便灵验 自成一体的道家书法 可以说与画符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 乃一代书圣 晋书 王羲之传记载 王氏世世 张氏五斗米道 可见其家族世代符信道教 就连其名字中之所以有之字 也与道教各派中的正义道的前身五斗米道密切相关 据一些研究表明 之字乃五斗米道中用于道徒名字的暗记 并被广泛用于当时笃信五斗米道的门阀士族家庭成员的名字中 如科学家祖冲之 画家顾凯之 史学家裴松之等 据近代史学大家陈英课考证 两进南朝的书法世家和天师道世家是基本相符的 道家抄写道经与画符 必须以能书者人知 抄写道经不失为一种功德 信道者也乐意为之 王羲之父辈中的王敦、王导、王矿等皆擅长书法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更是合称二王 陈英克认为 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 而宗教之传播亦多以艺术为滋用 另外 王羲之的书论与道家画符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撰为王羲之所作的《提位夫人比镇图后》中说 《富裕书者》先该言末、宁神静思 欲想字形大小、炎养、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 亦在笔前、然后作字 同样传为王羲之所作的书论中有 《凡书跪乎沉静》、另亦在笔前 自居心后、未作之时、劫思成矣 在如此宁神沉静的状态下进行书法创作 无怪乎能有蓝亭之千古佳作 以此种心态画符 则可无思虑而能灵验也 其实王羲之所唱的《专制宁神》、静观默想 与佛教的常观之旨也十分相弃 与佛教之界、定、会三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另外,王羲之书封对后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佛教的《超经书法》上 隋唐的智勇 据传是王羲之七世孙 他能传家法 以《王体书法》《超经八百余本》分散至东诸寺 以规范当时的《超经书体》 唐代僧人怀人及《王体书法》成圣教序 所有这些都可看出王羲之的书法风格 对佛教书法创作风格的影响以及《王体书法》 在佛教书法中的广泛运用 原文 凡其天立命 都要从无私无虑处赶格 孟子论立命之学 而曰 妖兽不二 富妖兽 至二者也 当其不动念时 孰为妖 孰为兽 细分之 封茧不二 然后可立贫富之命 穷通不二 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妖兽不二 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人生世间 为死生为重 约妖兽 则一切顺你皆该之以 一文 凡是祈祷 上天要修身养性 以奉天命的人 都要从没有思虑的地方来感应万物 孟子论及立命的学问 就说 妖折与长寿没有区别 其实 妖折与长寿 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当一个人不动思虑的时候 什么是妖折 什么是长寿呢 仔细分析的话 丰收与欠收没有区别 然后便可以立下贫穷与富有的天命 困窘与腾达没有区别 然后可以立下尊贵与贫贱的天命 妖折与长寿没有区别 然后可以立下生与死的天命 一个人生在世间 只有生与死是最重要的 这里说妖折与长寿 就是把一切顺境与逆境都包括了 点评 向佛菩萨或天地鬼神祈祷 要无私无虑 清净本心 不起妄念 如此虔诚祷告 方能感应 没有一个妄念 就是真诚之心 清净之心 恭敬之心 立命二字 在儒家经典中出见于孟子 孟子说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 则知天矣 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是天矣 妖兽不二 修身以四知 所以立命也 孟子 尽心上 说的是人只有充分扩张自我善良本心 才是顺应人之本性 就是知天命 保持人的本心 培养人的本性 这才是真正的正确对待天命 如此 物论长寿短命 在儒家看来 都是没有分别的 都是是一非二的 我们不应当去二分妖与兽 应当安心培养本性 从容面对天命 道家庄子的奇物论也体现了不二的辩证思想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 而泰山为小 莫兽于商子 而彭祖为妖 天地之间最大的是秋天鸟兽的细毛 而泰山为最小 小孩子生下来就 妖折是寿命最长 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 却实在是短命 大小没有绝对的标准 所谓夭折和长寿也不是截然两分的 空间的大小 寿命的长短 都是人主观二分的结果 没有绝对的标准 是非 善恶 都是由于我们有所区分的心念所生成的 具体说来 我们若是风足和短缺是一样的 就可以在贫富方面乐天之命 不被贫富所迁累 论语中的言回能安平乐道 大为孔子所欣赏 子曰 闲灾 回业 一单时 一瓢饮 再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 回业 如果我们是穷困潦倒 和官运亨通没有差别 就可以在命运富贵还是贫贱方面 顺应天命 不为贵贱所烦恼 并且 儒家对于不义之富贵是不屑一顾的 论语 恕儿 子曰 饭疏时 饮水 屈宫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以 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吃粗粮 喝白水 弯着胳膊当枕头 乐在其中 孔子对于清贫的生活 甘之如疑 对于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 则如过眼云烟而不足取 求取富贵 虚和于义与人道 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 君子宁可受穷 也不会放弃道义 在短命和长寿之间 不起分别之心 那我们就可以在生死大事上了托执着之心 人生在世 死生之事最为重要 在生死问题上得大自在 则对于人生所有的顺逆 都能得到觉悟 对短命和长寿不起分别执着 就能对一切祸福凶疾都不起分别执着 所以 世上唯有觉者能安身立命 原文 至修身以似之 乃及得其天之事 约修 则身有过恶 皆当之而去之 约四 则一毫济予 一毫将盈 皆当斩觉之矣 到此地位 直造先天之境 即此便是实学 乳未能无心 但能持准提咒 无计无数 不令见断 持得纯熟 于持中不持 于不持中持 道德念头不动 则灵厌矣 于初好学海 适日改好了凡 概物立命之说 而不欲落凡夫科就也 一文 到修身养性来等待命运的转变 这是积累德性并祈祷上天的事 说修 那么若有过错与坏事 都应当治疗并消除 说等 那么 哪怕是一丝的寄予之心 一毫的银河之意 都应当斩草除根 到这个地步 直接进入了先天的境界 这样才是实学 你还不能达到无心的境地 但只要能修持准提咒 不必特意去记 也不必去鼠念了多少遍 不要间断 修持得非常纯属 在修持时似乎像不修持一样平常 在不修持时却又如修持一样 等修到念头不动的时候 就灵验了 我最初号为雪海 当天便改号为《姚凡》 因为悟到了修身立命的学说 便不愿意再落到凡夫俗子的旧路上去了 点评 命运能否被改变 我们对待它的态度应当是勤勉修身 而又能安心等待 改变命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时间积累和勇猛精进 修得之功日身 命述自然能够好转 所谓水到渠成 瓜熟地落 只有时时刻刻存养我们的德性 才会获得福报 这里特别要强调修 修及修正 佛教中夜为造作之意 如身之所作 口之所语 亦之所思事为身 口 亦三夜 深夜如杀生 偷盗 邪淫 酗酒等事 口夜如恶口 两舌 其语 妄语等之言语 亦夜如贪 嗔 痴等起心动念 正因为我们的身心 存在过往诸多恶念 造下诸多恶业 故而应当修得尽善 徹心改过 一直到完全治疗根绝为止 身心中的恶念恶行 永远将其断除灭断 修身积德 切不可希望早得善报 心存非分之想 所谓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种瓜者不能得痘 种痘者不能得瓜 我们要把非分的心念除掉 有丝毫念头起灭 都应当斩绝灭尽 所谓斩草要除根 恶念如同蔓草滋生于心 只要有一点空间 都能从生蔓延 侵蚀我们的心灵 总之 不能生起一丝一毫对福报的觊觎之心 不可有一丝一毫对功力的迁就迎合之态 孟子还说 学问之道无它 求其放心而已 这个放心可以说 就是断除妄想 分别 执着 恢复我们的真心本性 这才是真正求学问道的态度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那就是直达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 做到这样的程度 才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才是理解了真正的立命之学 凡夫俗子们是很难做到不起心动念的 如何才能控制心中的念头 唐代王维曾有诗云、安禅至独龙 这里的独龙就是指我们的心念 云古禅师见了凡先生未必能做到不起心动念 便教给他持准提咒 准提又做准知、准尼、准提观音、准提佛母、佛母准提 意义做清净、互持佛法 是为短命众生严寿互命的菩萨 云古禅师 这里是教授了凡先生、戒、定、会三学一次完成的原修原正之法 《华言经》中一修一切修 所谓上根大智之人 全性起修 勒修极性 修性不二 事理互容 烧香散华 无非中道 习禅诵经 尽是真如 事故一行修 则一切行无不修 念佛 念咒也有功夫 其境界也分层次 技术是最低的功夫 从技术到无技无数 再到迟而不迟 不迟而迟 这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 在持准提咒念佛时要能做到无技无数 不令间断 要达到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的境地 功夫要能做到一片纯熟 于迟中不迟 于不迟中迟 就可不起心动念了 上乘的功夫是理一心不乱 中等的功夫是事一心不乱 下等的功夫是功夫成片 修学一定从功夫成片 再提升到事一心不乱 再提升到理一心不乱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 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 古人的名是由父母所取 轻易不可更改 除了名以外还有字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 二者相表理 又称表字 屈原在离骚里字述 名于约正则息 字于约灵君 正则就是平 灵君就是元 所以他名平字元 三国赵云字子龙 曲字周易云从龙 风从虎 明代军世家于千字亭义 和清初文人千千亿字受之 则都是用上书中千授义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 先秦时常在明 姓钱家伯 梦 仲 书 纪表兄弟长幼 如伯仪 书齐 博士兄 书是弟 孔秋字仲尼 仲就是排行老二 除了名字 古人还有号 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 又称别号 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 特别是文人往往以驻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 如唐代李白的清廉居室 杜甫的少林野老 宋代苏氏的东坡居室 明代唐吟的六儒居室 清代正谢的板桥 朱用纯的百炉等 都是后人熟知的 佛门中有称谓 即止法明 指出家入道时师父所赐之名 又云界明 受界时师父所受之名 僧人死后的嗜好 也称法号 姚凡先生本来好为学海 说明他好学 喜读书 自从这一天开始 就改号为姚凡 乐 极明了 乐托 凡是凡夫 其意义是 误了顺从天命的道理 不再如同凡夫俗子一般为命运所居 原文 从此而后 终日晶晶 辩觉与钱不同 前日只是悠悠放任 到此自有战精涕立景象 在暗示乌漏中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 欲人憎我回我 自能天然容寿 一文 从此以后 我每天都战战兢兢 于是便觉得 与以前大不相同 以前是悠闲轻松地放任自留 现在自然有小心谨慎 心存微惧的样子 在别人看不见的私事 也常常怕得罪了天地鬼神 遇到有人怨恨 诋毁我 也便能安然地宽容 接受 点评 以上是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的教导 下面就是了凡先生自己修持的经历 记述了他如何将云谷禅师的训导在自我修持上落实的 自从彻悟之后 从此开始认真用功 依照功过隔每日反省 自己体悟与以前不同 绝今是而作非 以前是整日里过着悠游放任的生活 现在则战战兢兢 时刻有警惕的念头 生怕生起恶念 得罪天地鬼神 礼记 中庸中说 道也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 非道也 事故 君子戒慎忽其所不睹 恐惧忽其所不闻 莫见忽隐 莫显忽微 故君子慎其毒也 道是片刻不可离的 如果可离 就不是道了 君子即使是处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心存敬畏 不敢造次 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也有所戒慎畏惧 越隐秘的是越容易显露 越细微的是越容易显现 君子独处独之之时 更要谨慎 心中不起恶念 真正做到克己功夫 寺院中 僧人以和和为义 对僧人修行强调要依重靠重 佛教有六和静 即身和共住 口和无正 一和同事 戒和同修 见和同解 利和同君 这种身和同住 可以收到与儒家慎读同样的功效 十几个僧人睡在一个房间的通铺上 目的在于使人不能有丝毫的放纵 同时还可以修炼我们的无分别心 如对同住者的爱憎 对住宿环境条件的贤物喜好等 断灭不平等心 修炼清净心 这才是修行 遇到别人毁谤 丝毫不挂碍于心 而是能安然包容接受 唐代天台山国庆寺隐僧寒山与时德 行迹怪淡 言语非常 相传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的化身 古尊俗语录中记载寒山问时德 世间傍我 欺我 如我 笑我 轻我 见我 骗我 如何处之乎 石德云 只是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个绝妙的问答 蕴含了面对人我是非的处世之道 了凡先生以前遇到有人憎恨 讨厌 毁谤他时 是万万不可接受 牙字必报的 现在则是心量渐开 能天然荣寿他人 原文 到明年 礼部考科举 孔先生算该第三 忽考第一 其言不厌 而秋为中事矣 然行义未纯 简身多物 或见善而行之不勇 或救人而心肠自宜 或身免为善 而口有过言 或省时操持 而最后放矣 以过折功 日常虚度 一文 到了第二年 礼部举行科举考试 孔先生算出我应该为第三名 却突然考了第一名 他的话不灵验了 我也在相识时终局了 但我修行义 却还不纯粹 简点自身发现 还有很多疏 或者看到善事 却实行了却还不够勇猛 或者救人时 心中常常生出迟疑 或者正努力行善 但嘴上却有适当的言论 或者清醒的时候能尽力操持 但久最后却不免放纵 用过错来抵消功劳 许多日子便这样虚度了 点评 自从35岁遇到云古禅师后 第二年了凡先生便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 原本孔先生算定他该考第三名 由于他行善积德 此次得以高中投名 孔先生所推算的命运第一次没有灵验 可见命运不是定数 而会有变数 老凡先生正是因为自己的修德尽业而改变了命运 命理原来只可重秀才而没有科蒂 现在发愿求众尽事 却能得偿所愿 老凡先生虽然内省为善 但是却做得远远不够纯粹 还掺杂了很多个人利害思想 简点自己的行为 行善过程中还存有很多过失 有时看见要做的善事 行动时却不够勇猛 有时帮助别人的苦难时 心中却常常生出迟疑 有时虽然身体力行 做了善事 却往往言语失当 不合理法 孔子教学有四科 后世学者将德性、正史、文学、言语 视为孔门四科 其基本依据便是《论语》 《先进》上的记载 德性、言冤、明子谦、染伯牛、重宫、言语、载我、子贡、正史、燃有、记录、 文学、子游、子夏 这就是说 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性、言语、正史、文学四科 第一科为德性 此乃做人的根本 文明的有言回 回以德性著名 第二科为言语 就是讲求说话要言之有度 文明的有载语 有口才 以言语著名 这里的有口才必然是要包括言语得当 说话有分寸 这是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口才的基本准则 否则就是伶牙利齿 诗于轻浮 乃至朝至或端 第三科是以正式文明的 如子有 有才艺 以正式著名 子路 有永利才艺 以正式著名 第四科以文学文明的有言言子游 特习于礼 以文学著名 补伤子下 习于诗 能诵奇异 以文学著名 辽凡先生还喜欢饮酒 在清醒的时候能注意自己的言行 但醉酒后却增长放逸 酒为佛教五戒之一 佛教的九戒可谓渊源深厚 早在印度魔奴法典中就禁止婆罗门饮酒 佛教历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有一位在家居士 一次口渴而勿饮烈酒 导致名鼎大罪 恰巧这时邻居家的一只鸡跑到他家院中 他便于最终将鸡宰杀主时 邻居家的妇人寻声前来寻鸡 醉酒的这位居士居然淫心大发 欺辱了妇人 被告发而带着官府后 他又百般狡辩 死不认罪 所以 由于饮酒这件小事 致使这位居士一连犯下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四种重罪 故而佛教对酒是深戒的 老凡先生反思自己 一直以来所作之功与所犯之过两相比较 过多功少 只能算是虚度了如许光阴 原文 自己四岁发愿 直至吉卯岁 历时余年 而三千善行使完 十方从李建安入关 未及回向 更臣难还 时请姓空 惠空诸上人 就东塔禅堂回向 岁起求子愿 亦许行三千善事 心四 生难天起 一文 从几四年发起誓愿 直到吉卯年 历时十多年 三千个善行才圆满 当时正跟随李士达先生入关 还没来得及回转自己所修的功德 而去向于众生 更臣年再回到南方 才开始请了姓空 惠空等上人 在东塔禅堂回向 这时便生出求子的愿望 也许下了三千件善事 新四年便生了儿子元天起 点评 了凡先生发愿求取功名 己四至己卯 结隆庆三年到万历七年 经历了十一年 三千件善事才圆满完成 由于他常年在外 曾经一度在李建安君中办事 担任参谋 故而一直没有机会和时间进行回向 佛教中说 言回向者 回几善法有所去向 故名回向 回击回转 向则是去向 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 而去向于所欺 就叫做回向 以自己所修的善根功德 回转给众生 并使自己去入菩提念 或以自己所修的善根 为王者追悼 以期王者安稳 诸经论有关回向之说甚多 会远的大乘一张卷九 分回向为三种 一 菩提回向 回己所修之一切善法 以去求菩提的一切种德 二 众生回向 念众生故 回己所修一切善法 愿以与他 三 实际回向 以己知善根回求平等如实法性 直到第二年才有机会 请信空法师 惠空法师诸位上人 在东塔禅堂回向 辽凡先生几四年所许下的愿 终于圆满了 真正做到了 辽凡先生命中无子 现在他想发愿求德 所以他又发愿行三千善事 由于他是诚心发愿 所以历时得到感应 三千愿事还没有圆满 第二年就生了儿子天启 原文 于行一事 随以笔记 如母不能书 每行一事 折用额毛管 印一株圈于历日之上 或失时贫人 或放生命 一日有多致十余者 致鬼未八月 三千之数已满 父亲信空辈 就家庭回向 一文 我每做一件事 便随时用笔记下来 你的母亲不会写字 每做一件事 就用额毛管 印一个红色的圈在立书上 或者 给穷人不失食物 或者放生 一天有的多达十来件 到鬼未年八月 三千件的数量又圆满了 再请了信空等人 在家里回向 点评 杨凡先生每天行善 做了一桩善事后 便记录在案 夫唱妇随 杨凡先生的妻子 也跟着一同行善 可谓相得益彰 他的夫人 因为不能识文断字 所以只能以符号记录所行之善 他每天在家里的日立布上 用额毛笔沾一泥 记录自己的善行 有时是施舍食物给贫苦之人 有时是买来活物放生 佛教有六度 度为度生死海的意思 其刑法有六种 一不诗 二持戒 三忍辱 四经济 五禅定 六智慧 其中不诗是以福利施与他人 施舍的种类很多 以施与财物为本意 佛经中说 言不诗者 以己才是分布与他 明之为布 己会人目之为师 佛教还宣扬放生 就是释放被激进的生物 活物 不杀生乃是佛教戒律之首 杀生的人 当坠落地狱 恶鬼 畜生三恶道中 受无穷苦 侥幸为人 亦受短命等恶报 所以说 杀生是最大的恶业 而放生 则是最大的功德 《金光明经》 《流水长者子品》中记载 释迦佛过去世为流水长者子 一次 长者子经一空泽 见池水和节 万余被曝晒将死 长者子先取树叶遮住阳光 后来发现 恶人为了捕鱼 在源头处截断了水流 长者子即向国王借了向队 到上流用皮囊盛水 运到空泽 清泄池中 就活了万余 中国流行放生乃使于随带天台大师制 这买断护粮 西坝将上财补 就是让渔人在天台山海鱼放生 当然 佛教所说的放生是指在日常生活中 偶然发现的活泼泼的动物 认定它还能活命 故而买来放生 要随缘硬化 如果故意去找寻作为 则又是攀缘了 了凡夫妇在起初是一天难得行善一次 故而完成三千善事 耗费了十多年之久 现在一天有时能行善十多件 从耕臣年到鬼未年 只用了四年之功 便将三千善行都做得圆满了 故而再次请来信空法师等人 在家中的佛堂做回相 原文 9月13日 父祈求重进世院 许行善事一万条 并须登地 受保底之县 于至空格一册 明曰至新篇 晨起座堂 家人携赴门义 至岸上 所行善恶 欠息必忌 叶则涉桌于亭 孝赵月到焚香告地 一文 到了9月13日 又起了祈求 考中进世的怨心 许诺做善事一万件 后来 果然在秉须年 考中进世 并被受为保底之县 我准备了一册 有空格的本子 提名叫智芯片 早晨起来 坐在县衙大堂上 家人带出交给门义 放在岸上 所有做过的好事 坏事 再细小的事 也不遗漏地记录下来 晚上在院子里 摆上桌子 效仿北宋的照片那样 焚香向上帝禀报 点评 辽凡先生命中 不能中进世 现在他又发愿要中进世 9月13日 他又许下善行一万件的愿 希望能求得进世 从鬼魏年9月13日这天起 到禀虚年 仅仅三年 辽凡先生又高中进世 朝廷派他去京都附近的保底县任之县 他原本命中算定要到偏远的四川当一个县长 现在情况都发生了改变 辽凡先生在保底县之县任上也不忘行善 他准备了一本册子 提名为至新篇 这是一本时刻检点自己内心善恶 起心动念的记录本 每天早晨起来升堂 家人便将这本册子携带了交给衙役 然后置于他的案头之上 每天所行之善 所犯之恶 一丝一毫都记录在案 每天晚上还要效仿宋代的赵月道 在自家庭院中设立相案 将一天所做的事情向天地 鬼神禀报 不敢有丝毫隐瞒 原文 如母见所行不多 哲平促曰 我前在家 相助为善 故三千只数得完 今许一万 衙中无事可行 何时得圆满乎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 于言善是难玩之故 神曰 只减凉一劫 万行俱晚矣 一文 你母亲看到我做的善事不多 就皱眉说 我以前在家里 可以帮助你来做善事 现在你许诺了一万件 但衙门里没有事情可以做 什么时候才能圆满呢? 夜里忽然梦见一个神人 我说 善事难以完成的原因 神人说 只减免百姓租资一件事 那一万件善事便已经圆满了 点评 了凡先生从前没有担任官职时 时间较为充裕 所谓无暗读之劳行 可以专心行善 现在公务繁忙 大部分时间都在府衙之内 与社会民生以及日常生活接触不多 所以行善的机缘也就显得少了 他的夫人见了凡先生行善已经大不如从前一般勇猛 面露忧色 因为已经许下一万条善事的大愿 以如此的效率去践行 要到何时才能圆满呢? 了凡先生也产生了同样的担心 白天正在焦虑之时 晚上就有了感应 一位神人托梦给他 解其心结 了凡先生对神明讲 自己许下一万条善行的大愿 但是因为公务缠身 没有以前那样充裕的时间专心行善 恐自己于近年无法圆满此愿 神明开示他 说他最近所做的减凉的举措 晦计众生 意义非凡 只此一项一举便可抵一万件善行 原文 盖宝底之田 每母二分三离七毫 余为屈处 简至一分四离六毫 唯有此事 心颇惊 是唤于禅师自武台来 予以梦告知 且问此事宜信否 是曰 善心真切 即一行可当万善 旷河献减粮 万民受福呼 无极捐奉吟 请其救武台山摘僧一万而回向至 义文 因为保底的土地 每母要收租二分三离七毫 我为此筹划安排 捡到了一分四离六毫 却有此事 但心里却既惊且疑 正好患于禅师从武台山来 我把这个梦告诉他 并问这件事能否相信 患于禅师说 如果行善之心真诚恳切 那么一件事便可以当一万件事 何况全线减免钱粮 上万民众受到了福音呢 我便立刻捐出俸禄 请换于禅师 就在武台山 把摘石师给一万名僧人来回向 点评 原来 由于老凡先生内心慈悲 宅心人后 自从他出任保底县之县后 便将田赋减少了 前任之县当证时 每母田按照二分三离七毫的标准来收取田赋 老凡先生酌情处理 将田赋减至一分四离六毫 正是因为这样的政绩导致辽凡先生一举完成了一万善行的大院 可以说是从政为官给辽凡先生带来如此好的机遇 在这一举措之下 受惠的民众何止一万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 如果不勤勉谨慎 在担任父母官的任上 造了恶业 其后果也同样是严重和巨大的 此时侍逢一位称作幻愚的禅师从五台山来 老凡先生立刻将他梦中的听闻告诉了禅师 征询禅师的意见 判断此事是否可信 禅师告诉他 如果行善之心真诚迫切 一件善行确实可以抵一万件善行 更何况 老凡先生在权限减少填富 利益百姓苍生 使得万民受服 幻于禅师正面肯定了老凡先生的善举 老凡先生随即将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 用于五台山斋僧 斋僧就是设食以公僧众 唐六点中说 凡国忌日 两经定大四冠各二 散斋 诸道士僧迷 皆急于斋所 五大会要也说 晋天福五年 令美玉国际 行乡之后 斋僧一百人 勇为定制 可见斋僧是有历史渊源的 同时 斋僧更是一项大的功德 从这一小小举动可以看出 姚凡先生能当机立断 慷慨不失 毫无勉为其难之意 更没有半点吝啬和犹疑 所以他是应该受到福报的 原文 孔公算于五十三岁有恶 于未长其寿 世岁竟无恙 今六十九矣 书曰 天难慎 命迷长 幼云 唯命不于长 皆非狂语 无于事而知 凡称或福自己求知者 乃圣贤之言 若为或福为天所命 则世俗之论矣 一文 孔先生算定 我在五十三岁有灾难 我从来没有祈求过寿命 但那一年却也没有病痛 今年已经六十九岁了 尚书说 上天难以相信 命运变化不定 又说 只有命运没有定数 都不是骗人的话啊 我这才知道 凡是说灾祸 福报 应该自己去求的 便是圣人的话 凡是说灾难与福报听天由命的 就是世俗的看法 点评 孔先生算定的是 辽凡先生在五十三岁上有大鳄 寿命将于此时终了 辽凡先生只管尽得修业 并未向天起连 祈愿自己长寿 只是修身以四指 结果到了这一年 竟安然无恙 没有任何疾病灾祸 现在已经又活到六十九岁了 也正在此时 他给儿子写下了辽凡四训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题材文献汇编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 尚书记载的内容 尚起遥、顺、夏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宫 包括了夏、商、周三代 尚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是儒家重要经典四书五经中的一本 书经上说天道难愁 其命不长 定数汇变而非恒长 太上感应篇中也说 福祸无门 为人自诏 福祸都是自己行业的果报 这些圣贤之语都是真实不虚的 佛教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业会随着我们 故而应当努力修善因 切勿造恶业 恶业会引我们堕入三恶道 善业会引我们生三善道 了凡先生从此真正悟道 孔先生以前算定的命运乃是世俗之论 云古禅师所教授的改造命运之法才是圣贤之言 原文 辱之命 为之若何 即命当荣险 常做落寞想 即时当顺利 常做伏逆想 即眼前足食 常做贫居想 即人相爱敬 常做恐惧想 即家世望重 常做悲下想 即学问颇忧 常做浅漏想 亦文 你的命运 不知道怎么样 即使是命中注定 应该荣华富贵 自己也应该时常有落寞的准备 即使时来运转 一帆风顺 也应该时常做好迎接挫折的准备 即使眼前能够风衣足食 也要常有安于穷困的准备 即使受人的爱戴与尊敬 也要保持谦虚谨慎 如履薄冰的畏惧之心 即使家族地位清高 也应该时常把自己放在低下的位置上 即使学问优秀 也要时常把自己看作浅漏之人 点评 了凡先生自己被人算定命运 其后发心尽得修业 从而改变命运 他儿子的命述 现在还没有被人算定 了凡先生劝戒其子 看待人生 应当运用如下的思维方法 纵然命里富贵荣华 飞黄腾达 却要常坐落寞之想 因为只有时刻保持谦虚谨慎 才能长保荣险 而不致招来祸端 当自己一帆风顺的时候 也要想着许多阻碍和困难 所谓小心使得万年传 谨慎和小心是长久成功的保障 在眼前风衣足食的时候 要有忧患意识 想着贫苦艰辛的时刻 有减入奢易 有奢入减难 一周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力为奸 别人宠爱时 要反思自己什么地方值得别人爱护 这样可以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夹到兴隆之时 要居安思危 学问之道也要谦虚谨慎 山外有山 一山更比一山高 孔子上能不耻下问 认为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何况我背 孝经 诸侯章中有 在上不骄 高而不威 智节锦度 满而不易 高而不威 所以长手贵也 满而不易 所以长手负也 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原文 远思扬德 尽思盖父母之谦 上思报国之恩 下思造家之福 外思寄人之吉 内思贤己之邪 一文 王远说 要发扬祖宗之德性 王进说 要掩盖父母的过失 王高说 要报效国家的恩德 王低说 要为家族造福 向外说 要在别人困难时周祭别人 向内说 要防止自己走上邪路 点评 论语 学而中曾子曰 慎中追远 民德归后矣 只应当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 虔诚的祭祀远代祖先 诸子家训由祖宗虽远 祭祀不可不成 孝氏儒家的基本伦理规范 祭祖是子孙们对祖先表达重工报德的心意的 中国传统思想中光宗耀祖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这种观念一直以来对读书人是一种激励 所以 要凡先生这里告诫儿子 往上追溯 要想到如何彰显祖先的美好德性 旧生活当中 要能想到 怎样妥善地为自己父母的过失遮掩 论语 子路记载 叶公与孔子曰 无党有职工者 其父攘阳 儿子正知 叶公告诉孔子 他们那里有一个坦白直率的人 父亲偷了羊 他便去告发 孔子则说 无党之职者亦于世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职在其中矣 父亲为了法 儿子该为其隐护 孔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坦白和直率 坦然地为之隐晦 这显示出自真正意义上的永职 因为中国人崇尚孝涕 维护礼法 反对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 主张仁爱有差等 朱熙曾有解释到 父子相隐 天理人情之至也 故不求为直 而直在其中 这种亲亲互隐的观念 乃是儒家亲情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孟子 尽心上也继续有所阐述 他说 假如顺的父亲 骨手杀了人 顺作为天子和人子 该何去何从 孟子认为 顺应当先让执法者执之而已已 这是他作为天子的责任所在 然后又当和父亲一起切腹而逃 弃天下由弃避喜 这样做方可成全人子之道 对上要想着报效国家 对下要考虑造福自己的家庭 礼记 大学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至其知 治国其家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 另外 对待他人要想着如何吉人之难 对待自己要时刻防止心生妄念 要谨守本分 儒家所说的本是五轮十亿 五轮者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十亿者 父慈 子孝 兄良 弟弟 父义 父听 长慧 又顺 君人 臣中 中庸里面也说 天下之达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 曰 君臣也 父子也 夫妇也 坤弟也 朋友之交也 武者 天下之达道也 知 人 永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 所以行之者亦也 这是对人的社会伦常的一种规范 要求人们在社会人生中尽到自己的义务 此乃人之本 其他的社会规范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孟子说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原文 物要日日知非 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逝 一日无过可改 即一日无不可进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所以德不加修 夜不加广者 只为阴寻二字 耽搁一生 云古禅师所受立命之说 乃至经至岁 至真至正之理 其熟完而免行之 无字旷也 义文 一定要每天都知道自己不对的地方 每天都要改正这些地方 一天不知道错误 就会在这一天里 安心于自以为是的状态 一天没有过失可以改正 就一天没有进步可言 天下聪明伶俐的人不少 但很多人得心未修 事业不广 就在于音寻两个字 耽搁了他们的一生 云古禅师所传授的修养性命的学说 是最精妙最深远 最真切最正大的真理 你一定要认真钻研 并努力实行 不要自己放纵自己 点评 论语 学而中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呼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习呼 曾子每天都反省自己 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 同朋友往来是否诚实了 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复习了 其反思不可谓之不勤力 人一定要每天认识自己的过错 每天更正自己的过失 一天不检点改正 一天就安于自己的错误的状态 任由其发展和存在 一天不觉得有错误要改正 那么这一天就不可能有进步可言 自以为事是最为危险和可怕的思想 天下之大 钟灵玉秀 俊艳星驰 聪慧杰出者 代不乏人 即使是天赋异禀的人 如果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 不去修养德性 拓广学问 一味地得过且过 停滞不前 那么终究会为时代和社会所抛弃 宋代王安时曾有《商众勇》一文 记载了这样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神童众勇五岁即能显示出超人的才华 能只误作诗 并且其文理皆非常可观 值得一看 但其父亲并没有抓住机会 好好挖掘其潜能 并合理培养 而是日班仲勇还业于艺人 不使学 结果到了仲勇十二三岁的时候 作诗已经不能和以前传闻的那样相符了 到了快二十岁时 已经是泯然重人矣 所以 人不可自视才情出众 而心生傲慢 即使天赋很高 也要勤勉力行 尽得修业 这一点有如逆水行舟 知意行难 我们必须克服惰性 勉力而为 云古禅师像了凡先生所传授的立命之学 可以说是至真志诚的人生之理 可谓精深而深忧 应当反复地体会玩味 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 在人生道路上勉力践行 而千万不能自我放逆 书旷心性 第二篇 改过之法 原文 春秋朱大夫 见人言动 亦而谈其祸福 弥补厌者 左 国诸即可观也 大都吉凶之兆 蒙呼心 而动呼四体 其过于后者常祸福 过于保者常进祸 俗眼多亦 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 至成和天 福之将至 观其善而必先知至矣 或之将至 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今欲或福而远或 未论行善 先须改过 一文 春秋时期的士大夫 看到人们的言语 行动 便可以一策而谈论其灾祸与福报 没有不应验的 所以 左传 国语等书的记载也都很可观 大体上来说 吉凶的预兆 先蒙发于内心 然后表现于形体 那些积累很厚的人常常会获得福报 那些积累太薄的人常常接近灾祸 世俗之人的眼睛常常看不到这些 便认为有无法预测的变化存在 一个人的诚心和于天道 那么福报将要来临时 看其人的善行就可以预先知道了 灾祸将要来临时 看其人的恶行也可以预先知道 现在若想要获得福报而远离灾祸 没有说行善之前 必须先改正自己的过错 点评 在第一篇《立命之学》中 尤凡先生把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过 同他所看到的一些改造命运的人的种种笑宴 告诫他的儿子圆天启 让他明白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要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并要建立改造命运的信心 就具体如何改变命数 建立信心 尤凡先生在第二篇《改过之法》中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春秋时期的士大夫见多识广 经验丰富 见到别人的谈话和举止动作 便能预测其吉凶祸福 无不灵验 小则一个人成功失败 大则能看出国家的兴衰 他们之所以能有这种观察能力 就是因为懂得因果的道理 这在左传和国语中多有记载 而吉凶祸福 因果报应的征兆是先蒙发于内 而后又自然显现于日常言与行动之间的 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 一个人若能为后 即心地纯良 待人厚道 能处处为他人着想 此人必有厚福 相反 一个人若为薄 即对人刻薄 心胸狭窄 起心动念 都为自己的利益 资诸必较 雅字必报 则此人定为薄福之人 不日将招致灾祸 即使眼前有福报 也只是他命中的福所显现罢了 即使命中福后 倘若心形不善 福也会折损消亡 佛门讲因果报应 即为此理 所谓因 亦可称为因缘 饭只能产生结果的一切原因 包括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切条件 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而生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缘起论是佛教因果思想的理论基础 佛教对因的解释有六因、十因、四缘等 所谓果 亦称为果报 即是从缘因而生的一切结果 佛教用夜感缘起论解释世间的善恶之报 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生起都是由业力感召而成 佛说十二善业道经上说 一切众生 心想异故 造业异异 由世故有诸去轮转 轮转趋向的好坏是由业的性质决定的 众生所造之业 按其性质又可分为善、恶和无忌业 善业能感召善果 恶业能感召恶果 无忌业即非善、非恶中性的业 对以后果报不起作用 众生造业必然承受相应果报 概括起来是有漏、无漏二果 有漏是指生死轮回 无漏是指超脱轮回 有漏果是有漏业因所致 有漏业因分善恶两类 善有善报 可在六道轮回中得人、天果报 恶有恶报 只能得畜生、地狱果报 无漏果是无漏善业所致 可成就阿罗汉、菩萨和佛 中国传统儒家经典里也有类似的观点 儒义昆中说 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但是 儒家的善恶报应说是建立在天道、观上的 而佛教则不承认 宇宙间有任何操纵众生命运的力量存在 众生的生死轮回 善恶报应都是由自己的业力所感召 即如《妙法圣念处经》上说 业果善不善 所作受决定 自作自禅妇 如残等无益 阿南问世佛吉凶经说 善恶破人 如影随形 不可得离 罪福之事 一皆如是 物作狐疑 自多恶道 佛教的因果学说是缘起而生的 不同于一般的 机械的因果报应论 如果能符合制成和天的原则 也就能预知祸福 天乃是自然之法则 若我们起心动念 都能合乎自然的法则 不加丝毫的妄想和分别 凡是心必成 言必善 则吉凶祸福 都是可以推论和想见的了 我们观察一个人 只要看他的行为 就可推论出他的报应 如果都是善行 那么可以预知他的福报 将会来临 相反 观察一个人的行为 都是恶行 则可知 他的祸端也就要来了 所以 我们要了解将来的吉凶祸福 乃至自己这一生的顺利 都应当从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处去反省和思虑 中国儒家的传统 注重一个成字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 成和信可以互信 成者 信也 从言 成生 信者 成也 成是指天人合一 是天与人之间的互动 成也是真实无妄和成实无期 说他真实无妄 乃在于成是客观存在之实里 不仅是天之道 而且亦存在于人性之中 故而人应当保存自有本性 如其本来所是 勿起任何私心杂念 北宋著名思想家张在说 成则实也 太虚者天之实也 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 乃所未成 北宋理学家二成 成号 成一说 无妄之未成 成一的弟子吕大林解释道 信哉时有其理 故时有事物 时有事物 故时有事用 时有事用 故时有事用 故曰成者实理也 而所谓成实无期 是指人要真实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既要表理如依 不失其本心 又不欺骗他人 大学有云 所谓成其一者 无自欺也 朱熹说 成 十理也 亦成实也 有汉以来 专一成实言成 至成字难以实理言 后学皆弃成实之说不关 中庸 中庸 亦有言实理为成处 亦有言成实为成处 不可只以实为成 而以成实为非成也 此第一段讲的就是 改过之音 吉凶或福先有预兆 无论个人 家庭 国家 都是有预兆的 佛经里常常说 阿罗汉能知过去五百世 未来五百世 这是每一个众生的本能 而现在能力丧失了 就是因为心乱了 被迷惑了 所以要把心上的障碍去掉 恢复心地的清静 避惑那福乃人之常情 而福是从行善来的 若不消除业障 也不容易得到福 消除业障 就要从修清静心开始 所以 在没有谈行善积德之前 先须改过 将自己的心地 真正做一番洗刷功夫 若不能彻底改过 纵然修善了 也会使得善中夹杂着恶 其功难险 因此 改过是积善的先决条件 原文 但改过者 第一 要发耻心 撕骨之圣贤 与我同为丈夫 比何以百事可施 我何以一身瓦裂 呆染沉情 私行不义 为人不知 傲然无愧 将日轮于禽兽 而不自知已 是知 可修可耻者 莫大呼辞 孟子曰 耻之于人大矣 以其得之则圣贤 施之则禽兽耳 此改过之要基也 一文 凡是要改正过错的人 第一 要生发出羞耻之心 想想古时候的大圣大贤 与我同样为妻齿丈夫 他们为什么可以成为千秋万代施法的榜样 我为什么像瓦裂开一样失败 沉溺于世俗的情感 暗中做出不义的事 以为没有人知道 还抬头挺凶 没有愧色 天天如此 渐渐沦落到禽兽的地位 自己却并不知道 世上最让人感到羞耻的事 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孟子说 羞耻之心对人来说是一件大事 就因为有此羞耻之心就可以成为圣贤 没有就可能成为禽兽 这是改正过错的关键 点评 改过之法 第一是要有羞耻心 羞耻心是改造命运的开端和关键 也是改造命运的动力 辽凡先生反问自己 想想古时候的圣贤 与我同样为妻齿丈夫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为百事所效法 而我为何一事无成 辽凡先生的优点即在于他对于自己的过失 丝毫都不隐瞒 能正确地去看待 他把自己的过失总结为 第一 沉溺于世俗感情 佛法告诉我们要远离五欲六尘 五欲即止财 色 明 实 睡五种欲望 六尘即止色尘 生尘 香尘 未尘 畜尘 法尘 这五欲六尘能使我们在心里涌现好 坏 丑 高 下 贵 贱等分别妄想 能衍生种种执着或烦恼 能令善心衰减 从而污染清静之心 所以 每天生活在五欲六尘中的人们 应当实时反观自省 放下沉情 恢复自性清静 姚凡 杨凡先生所说的第二个过失为 偷偷做出不义之事 还以为别人不知道 面无愧色 一天天沦为禽兽自己 却毫无察觉和意识 即自己还缺乏知耻之心 中国古代圣贤十分重视知耻 孔子曾说 行己有耻 始于四方 不辱君命 可谓是矣 又说 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人 知耻近乎勇 孟子说 人不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 无耻矣 又说 耻之于人大矣 人活在世上 从积极方面说要立志 从消极方面说要支持 从伦理学意义上看 耻 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 是人们对那些不履行自己的义务 损害他人与集体利益 违背社会公德和违反国家法律 有损国格等行为的批评与谴责 是社会对自我道德行为的贬斥和否定 支持 是人对这种行为的羞耻之心 羞耻之感 是人们基于一定社会认可的是非观 善恶观 荣辱观 而产生的自觉的求荣免辱之心 是人们一种 为维护自身尊严强烈的道德上的反省和自律 人们以这种羞耻感来鞭挞自己 克服缺点 修正错误 羞耻心是人类情绪之精华 正是因为有了羞耻心的存在 才阻止了人类免于堕落 进而促进人类积极向上 由此可见 羞耻感是道德主体实施道德行为的情感基础 道德主体以此来导引自己的行为 取容舍辱 以获得社会的认同 我们在学习 工作中 一旦落后 要能支持 倘若做媚了良心 违背人意的事 也要支持 自己 集体 国家若受到侮辱 更要支持 这样 支持就能给人上进的力量 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待 自身和周遭的世界 我们应当把无羞耻之心 看作是人生最大的耻辱 那样就能落实于行动 知过必改 受辱必血 也就不会有自取其辱的事了 原文 第二 要发畏心 天地在上 鬼神难欺 无虽过在隐微 而天地鬼神 实见灵之 重则将之百秧 轻则损其献服 无何可以不惧 义文 第二 要生发畏惧之心 天地在上 鬼神难以欺骗 我们的过错虽然很隐蔽 但天地鬼神 其实都在仿佛用明镜照着一样清楚 过失重的话 就会降下各种灾祸 轻的话 也会损害现在的福报 我们怎么能不畏惧呢? 点评 改过之法 第二 是要发畏心 畏是害怕之意 且含有恭敬的意味 论语中云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侠大人 五圣人之言 君子敬畏天命 敬畏处于高位的人 更敬畏圣人的言语 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不尊重在上位的人 蔑视圣人的话 畏的情绪 是对个体自身良知的呼唤的一种表现 良知是人类所固有的判断 是非善恶的本能 同时也是一切高尚行为 诸如人道 博爱 奉献等的伦理学基石 知道畏惧 就是能够感应良知 明白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这样才能产生成静之心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对于父母 老师 或是尊长 皆应有敬畏之心 既敬爱又害怕 正因为有畏 才会言行举止三思而后行 使之符合于应当 了凡先生言道 天地在上 鬼神难期 人们认为自己是在暗地里犯下的过错 可是天地鬼神全部能够明察秋毫 重者会降下各种祸殃 轻微者也会减损其现世的福泽 怎么能够不害怕呢? 就是说 我们纵使是在很隐秘的地方 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做一点小小的过失 天地鬼神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并给以惩罚 其实 用因果缘起的思想来看 起心动念己所为 他们产生的后果 如影随形 不会因外人看不看得到 或个人意愿而改变或消失 在我国古代 就有上天崇拜 祖先崇拜等思想 把天、地 看作是外在于人 支配人 控制人的力量 并对世人赏善罚恶 从而使人生起敬畏心 早在殷商时代 上帝在人们心中 就有很大的权威 祂既是风雪雨露 打雷闪电等自然现象的主宰 又是世间人士祸福 成败吉凶的支配者 不辞通转中记载 今二月地不令语 地匠奇谨 汤告曰 天道福尚获淫 西周时期 人们更多地用天去称至上神 赋予天更大的权威 太使说 唯天惠民 天金于民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一观念逐渐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中 形成一种传统观念 原文 不为此也 贤居之地 只是昭然 无虽眼之甚密 闻之甚巧 而废甘早路 中南自欺 被人去破 不止一文以 乌德不灵灵 一文 不止这些 在自己独居的地方 神明也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虽然可能遮掩得很严密 文士得很巧妙 其实五脏六浮早就暴露 最终难以自己欺骗自己 被人看破的时候 便一文不值了 怎么能不凛然而聚呢 点评 上一段 老凡先生讲在一般情境下 人们的行为 有天地鬼神的见察 而这一段说 在私事独居之时 神明也无所不在 即使百般遮掩 巧家掩饰 丑恶的心思 也会露出破绽 难以自欺欺人 倘若被别人识破 那就是一文不值了 所以我们怎能不敬畏神明 即使在独处的情况下 也不放松自己 而要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下 众目睽睽之中 时时刻刻检点自己 谨慎谦虚 鬼神是否真的存在? 姑且不论 姚凡先生只是想借用天地鬼神 使人们在内心隐蔽细微处 能有所谓之物 这样即使在一人独处之时 亦能恪守做人的道德原则 这才符合儒家所说的 《圣读》的功夫 中庸有云 天命之畏性 率性之畏道 修道之畏教 道也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是故 君子戒慎忽其所不睹 恐惧忽其所不闻 莫见忽隐 莫显忽微 故君子慎其毒也 朱熹解释道 是以君子既常戒慎 而与此尤加谨焉 所以恶人欲于江蒙 而不使其前自暗掌于隐微之中 以至离道之远也 伦理学中也将《圣读》列为一个重要的修养方法 其一 《圣读》是须于不离道的 即它不是外在强加的要求和规范 而是从人的天命之性中内化出来的 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 其二 《圣读》强调戒慎 尤其是在引触下功夫 哪怕只有天之地之 行为主体也能高度自觉地规范自己 所以 《圣读》是一种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的道德自觉和自由 它能使人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 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 不会由于无人监督而肆意妄行 从而它最能显示一个人的真实灵魂 真正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 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原文 不为是也 一息尚存 弥天之恶 有可悔改 古人有一生作恶 临死悔悟 发一善念 遂得善终者 为一念猛利 足以抵百年之恶也 譬如千年幽谷 一登才照 则千年之暗俱处 过过不论久尽 唯以改为贵 但尘事无常 肉身亦允 一息不属 欲改无有矣 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 虽孝子子孙 不能洗涤 幽则千百节沉沦欲报 虽圣贤佛菩萨 不能援引 污得不畏 一文 不止这些 如果还有一口气在 就是罪恶滔天 还可以悔改 古代有人一生做尽坏事 在临死时突然悔悟 生发出一个行善的念头 便得到善终 这是说 一个念头的猛烈 就足以洗涤一生的恶行 就好比千年无光的小山谷 用一盏灯一照 那么千年的黑暗 就都被驱散了 所以 过错不论新旧 只以能改正为贵 只是人事无常 生命意识 万一哪天一口气没了 想要改正 也没有办法了 在阳间 就会千百年担负着恶的名声 即使有孝顺的子孙 也无法带他洗涤干净 而在阴间 则在千万代中沉沦于地狱 即使有大圣大贤 佛祖菩萨 也没有办法援救 这能不让人畏惧吗? 点评 了凡先生说 一个人只要活在世上 即使犯了弥天大罪 也都是可以悔悟和改正的 古时候 有的人一生作恶多端 临死时能幡然悔悟 心中蒙发善念 便可得到善重 这种强烈的善念 足以洗去百年罪恶 这样的事例 我们看到过许多 在净土圣贤路 《网生传》中 都记载了一个叫张善和的人 他这一生中没有遇到善缘 做了一个屠夫 以杀牛为业 一生不晓得杀了多少头牛 造了很重的恶业 临终的时候 他见到许多的牛头人来跟他讨命 但他神智清楚 不迷惑 还大叫 许多牛头人给我讨命了 刚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 听到里面喊救命 喊好多牛头人出现了 心里就明白了 给他点了一把香 叫他手拿着 念阿弥陀佛 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照着做了 不过一会儿 他说牛头人不见了 之后 含笑而终 这个时候 因为他将死了 他看到牛头人来要命了 所以他的心恳切 真诚 一心信念善好 激发出他以往积累的善缘 从而得以善终 在《光无亮寿经》中 讲了古印度的阿都士王 他杀父亲 害母亲 破合合僧 无恶不作 在临终时 真正忏悔了 得以罪障消除 心意清净 在《冷眼经》上 佛告诉我们 虚空法界国土众生原本是一体的 因此 极大的罪恶只要回头 所谓回头是岸 了凡先生在这里做了个类比 把人所犯的罪恶比作千年幽谷 把善念 智慧 觉醒 比作灯 会灯依照便可驱除千年的愚昧黑暗 善念一出便可化解百年的罪恶 释迦牟尼佛说 他有两个弟子 一个是从不犯错误的人 一个是知错便改的人 所以 肯改 能改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 也绝对不能滑向另外一端 即存有侥幸心理 认为 即使一生造恶 待临终时发心忏悔 也是来得及的 我们说人命在呼吸之间 世间无常 国土微脆 成俗世界多变 人生无常 血肉之躯容易消亡 一口气接不上来 想要改过也来不及了 所以 一念觉 一念智慧是非常可贵的 一方面 如果造作恶业太多 千百年来都会背上恶名 即使孝子贤孙也难以替他洗刷罪名 另一方面 若恶行太多 必定会遭到千百节受苦受难的恶报 这个恶报不是阎罗王制定的 自作自受 就是神通广大的圣贤 佛祖 菩萨也不能帮助他超脱 原文 第三 虚发永心 人不改过 多是阴寻退缩 无需愤然振作 不用迟疑 不凡等待 小者如芒刺在肉 素语掘踢 大者如毒蛇涅脂 素语斩除 无丝毫凝制 此风雷之所以为意也 一文 第三 一定要生发勇敢之心 人们不愿意去改正过错 大多是由于拖沓和为难退缩的缘故 我们一定要发奋振作 不要迟疑 不要等待 小的过错 就像肉里有刺 要赶快剔除 大的过错 就像被毒蛇咬了指头 要赶快斩断手指 不能有丝毫迟疑 这就是一理说像风雷一样快 就会有意的原因 点评 改过之法 第三 是要发勇心 老凡先生认为 人们不能改掉自身的过错 多数是由于拖沓和为难退缩的缘故 因此必须发奋振作 当机立断 不可优柔寡断 不可消极等待 罪过这东西 小的像钻进肉中的芒刺 应该尽快剔除 大的像手指被毒蛇咬捏 为防止毒之扩散 应当赶紧斩断手指 不能有丝毫迟疑 论语有云 君子不重 则不微 学则不顾 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者 过 则勿淡改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过也 人皆见之 更也 人皆养之 有了过失 就应当及时改正 不可因为难而苟安 二承 承宜 承浩也曾说 学问之道无他也 知其不善 则素改以从善而已 原文 句是三心 则有过私改 如春冰玉日 何患不消忽 然人之过 有从世上改者 有从理上改者 有从心上改者 功夫不同 孝艳异役 如前日杀生 今戒不杀 前日怒力 今戒不怒 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 强制于外 其难百倍 且病根中在 冬灭牺牲 非究竟 扩然之道也 一文 如果拥有了羞耻之心 畏惧之心 和勇敢之心 那么有过错 就可以立刻改正 就好像春天的冰遇到了太阳 还害怕不会消解吗? 然而 人的过错 有从事情本身改正的 也有从情理上改正的 还有从心理上改正的 改正的方式不同 取得的效果也有差异 比如 前一天犯了杀生之戒 今天不再杀生 前一天犯了生气骂人之戒 今天不再生气 这就是从事情本身来改正的 这种方式是从外面进行强制 所以会有百倍的难度 而且引发过错的根源始终存在 消灭了东边的 西边却又发生了 终究不是彻底根除过错的方式 点评 支持心 敬畏心 勇猛心 是了凡先生所提出的 改过的三个步骤 支持是残心锁 是从内心里觉悟 是开悟自觉 畏惧是愧心锁 是外力的加持 使人不敢胡作非为 百法名门里有一个善法就是惭愧 人若能有惭愧心 必定有所成就 具足惭愧 才产生出勇猛心来改过 具备了这三心 就能智慧增长 业障消除了 了凡先生指出发持魏勇三心 为改过之音之后 继续指出改过之法 即是事理心三路 就是说 人们对于所犯过失的改正 遵循的路径是不同的 有从事情本身进行纠正的 有从情理上加以纠正的 有从心灵上加以纠正的 不同的改正方式 所需要下的功夫不一样 所取得的效果也大不相同 首先 从事向上改 比如 有个人前天杀害了生灵 现在不再杀生 前天生气骂人 现在不再发怒 这就是从事情本身进行纠正 这种改过方式 主要是从外部采取强制性手段 所以 困难比较大 而且导致错误的根源始终存在 这一方面的过失没有了 那一方面的问题又会产生 因此 从事向上改 不是彻底根除过失的好方法 即所谓的治标不治本 原文 上改过者 未尽其事 鲜明其理 如果再杀生 即思约 上帝好生 勿皆恋命 杀彼养己 岂能自安 且彼之杀也 既受屠割 附入顶祸 种种痛苦 彻入骨髓 己之养也 真高罗裂 时过极空 书时菜羹 尽可充腹 何必枪笔之声 损己之福灾 又思血气之鼠 皆含灵之 既有灵之 皆我一体 纵不能恭修至德 使之尊我亲我 岂可日枪勿命 使之仇我汗我于无穷也 一思即此 将有对时痛心 不能下咽者已 一文 善于改正过错的人 没有在事情本身上改正之前 会先弄清楚其中的情理 比如 有了杀生的过错 就会想到 上帝喜欢生育万物 万物都会眷恋生命 杀了别的生命来养活自己 自己怎么能够安心 而且这种杀生是既要受到屠宰刀割的痛苦 还要再被放进锅里水煮油间 各种痛苦 都深入骨髓 要养活自己 山珍海味 吃过也就完了 这样的话 五股蔬菜都可以冲击 又何必残害别的生命 来减损自己的福报呢? 又要想到那些有血有肉的生物 都有灵性与知觉 既然有灵性和知觉 也都与我是一体的 纵使不能自己修成至美的品德 让它们尊敬我 亲近我 但怎么可以每天都残害它们的生命 让它们永远地仇视我 怨恨我呢? 一想到这里 就会面对这样的食品 而感到痛心 难以下咽了 点评 善于改正过失的人 在没有从行为上改正以前 就先弄清楚其中的道理了 从事项上改 只是就事论事 只是对自己所做的事进行悔悟 而从明理上改 则能在未动之前 就主动地去思考自己的行为 可能产生的后果 从而遏制自己的行为 了凡先生在这里举了个例子 他说 比如有改正杀生的过失 就在心里想 上天爱惜生灵 万物都有求生的本能 杀害别的生命来养活自己 怎么能心安呢? 而且这些生灵在被杀的时候 先遭受宰割 然后被水煮油煎 所受的种种痛苦 难以想象 自己在享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哪怕是山珍海味 吃过就完了 古米蔬菜完全可以冲击 何必要杀害别的生命 减损自己的福责呢? 还可想到 这些生灵也都是靠血气维持生命 都有灵性 既然它们都有灵性 就与人同属一类 那么 即使不能修成美好的品德 使它们尊敬我们 亲近我们 也不应该残害它们的生命 使它们的灵芝永远怨恨我们呀 一想到这一层 就有可能面对肉食黯然伤心 难以下咽 了凡先生所举的例子 与佛教反对杀生的主张是相一致的 佛教的爱不仅在于人间 而且背集一切有生之物 大者置于禽兽 小者及于显微镜下的微生物 甚至涉及无情草木 佛教还把不杀生列为戒律的第一条 在佛教徒看来 众生同为血肉之躯 贪生饿死 与我相同 快我口腹 彼苦甚至 而我乐无限 于心何忍 老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 从情理上改正过失 与佛教徒的理颤的忏悔方式有相似之处 潜意上讲 理颤就是自己做错事后 不是救世论事 而是追根究底 探寻做错事的深层原因 从而找到从根本上避免再次犯错误的方法 深层讲 就是所谓 最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无时罪也亡 就是自性忏悔 挖到一切罪恶的本源 如出家人所受的三规五戒等 虽然表面上明目凡多 实质总归于我们的意心梗 全真正运 三宝慈云 归命理道经 师宝 颤除身心 口业障 事故归一 常服消灾障 如果一根清净 则身口二叶障自然清净 如果一根不清净 身口二叶障 则难以清净 因此 不管是修行还是为人处事 都不能只救世论事 而要把握更内在的道理 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品格 使内心获得安宁 原文 如前日好怒 必思曰 人有不及 情所宜今 背里相干 与我何宇 本无可怒者 又思天下无自恃之豪杰 亦无尤人之学问 有不得 皆己之得未修 敢未至也 无惜以自反 则磅毁之来 皆磨炼玉成之地 我将欢然受赐 何怒之有 一文 再如前一天发怒了 就一定会想 人们有不足之处 从情理上说 也值得怜悯 如果违背情理而互相争气 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 又想 天下没有自己称赞自己的英雄豪杰 也没有专门指责别人的学问 如果有得不到的 那都是自己的德性没有修炼好 不能感化别人 我要完全的自我反省 那么当别人诋毁诽谤自己的时候 都是对自己磨炼与考验的时机 我应该高兴地接受这一恩赐 又有什么生气的呢 点评 姚凡先生又继续说道 假如以前喜欢发怒 必定要想 别人也有不足之处 从情理上来说 值得怜悯 假如违背情理相互争执 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就不会生气了 又可想到 天下没有自封的英雄豪杰 也没有人会诚心寻别人的不是 行事不顺利 说明自己的德性不够圆满 功夫没有下到 应当彻底自我反省 这样一来 当别人诋毁自己时 就好比是对自己的最好的磨炼和考验 正好愉快地接受 又何必发怒呢 在这里 姚凡先生指出了 面对别人的过失或者错误时应有的态度 概括起来 有这样两点 第一 从情理上分析 理解并原谅别人 当看到别人的过失或错误时 我们有时确实不能够忍受 但是 仅仅是这样的态度也是于事无补的 应该想想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无量寿经说 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殊无怪也 这是因为他的长辈 父母不懂仁义道德 没有好好地教导他 所以他才会犯错误 佛说得多温和啊 所以 《光无量寿经》上说 佛心者大慈悲是 佛教的慈悲观中 慈是给人以快乐 悲是解除人们的痛苦 慈与悲合起来 即是拔苦与乐 大制度论上说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 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佛教慈悲观的内容 分为利他和平等两个方面 佛教利他主义的道德意识 是以缘起论为出发点的 缘起 及诸法由因缘而起 也就是说 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产生和消灭 都是由于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所决定的 佛是一位彻底的觉悟者 深查明了一切因缘 度尽内在与外在的众生 佛教徒既然以成佛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就应该利乐一切众生 救济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伸出慈爱之手 另外 佛教慈悲观还强调平等博爱 佛教的爱 背极一切有情无情 因为在佛教看来 一切人类与众生同聚佛性 都有觉悟实相的可能 一律平等 正如竹道生在法华经书中说 一切众生 莫不是佛 一切尼环 众生万物各个一如 从如而来 是明如来 如来者 万法虽书 亦如是同 《入棱家经》上说 我观众生轮回六道 同在生死 共相生育 蝶为父母兄弟姐妹 若男若女 终表内外 六亲眷属 有了这种坚利他和平等的慈悲之心 在面对别人的过失时 就会更加的平静和理性了 第二 自省 在行事不顺利时 正确的态度是进行自我反省 对自己的内心进行省察和考量 所谓未能自度 而能夺人 无有是处 只有不断完善自身 提高自己的德性 才能够感化别人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 自省一级内省 反省 就是自己查看自己 自己审视自己 自己检查自己 它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 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品行是否合乎道德的自我检查 因此 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 论语中记载 曾子之自省为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历代儒家都十分重视自省 胡红甚至说 自反者修身之本也 通过自省 可以使自己 知道自己的道德认识 道德感情 和道德意志的道德价值的实际情况 知道自己有哪些不道德的恶的品行 和哪些道德的善的品行 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不是一个有美德的人 因此 自己就对自己有更加客观的判断 知道自己的善恶品德 在哪些方面 从而有地方使得去改正和完善 所以 自省是一个人的品德形成 和修养的依据与基础 是培养个人道德认识 个人道德感情 和个人道德意志的综合道德修养方法 那么 应当怎样自省呢? 孔子将其方法归结为自诵 一及自己与自己打官司 子曰 以以乎 无未见能见其过儿内自诵者 也英国学者亚当 私密 则相当详尽的产发了道德自省的这种方法 当我竭力审查我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当我竭力对其做出判断 从而赞许或谴责这些行为的时候 显而易见 在所有这样的场合 我自己仿佛分成两个人 一个我是审查者和评判者 扮演和另一个我 被审查和被评判者 不同的角色 第一个我是旁观者 当我从旁观者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的行为时 我通过设身处地想想他将有的情感 从而努力使自己具有他评价我行为时的情感 第二个我是当事人 恰当地说就是我自己 对其行为我努力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评论 只有善于自省自送的人 才是一个能正视自己的人 能自己把握自己的人 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方向 并为之付出努力 也才能够感染身边的人共同进步 原文 又闻而不怒 虽禅艳熏天 如举火焚空 终将自息 闻磅而怒 虽巧心力变 如春蚕作茧 自取缠绵 怒不为无益 且有害也 其余种种过恶 皆当距离私至 此理记名 过疆自止 一闻 再者来说 听到诽谤的话却不生气 就算谗言如烈焰熏天 也不过像举着大火去烧天空一样 最终不过是自己熄灭 听到诽谤就生气 就算有会心巧舌来努力辩白 也不过像春蚕一样作茧自负 自寻烦恼 可见 生气不但没有一点好处 而且还十分有害 其他的种种过错 也都应该根据情理来思考 道理想清楚了 过错也就会自然改正了 点评 假如我们听到诽谤的话 要能做到充耳不闻 任由浸禅之人如何巧言令色 也不起心动念 心中不起一丝涟漪 那么飞短流长即使汹涌得如同冲天的火焰一样燃烧 也终将在空中渐渐熄灭 自我焚尽 假如我们听到诽谤的话 就立刻怒发冲冠 即使极力辩解安慰 也终究如同春蚕吐司 作茧自负 自寻烦恼 可见 发怒不但百无益处 而且十分有害 其他种种过失 道理也是一样 都应当根据情理平心静气的思考 道理一旦明白开悟 身上的过错自然就能随之改掉 姚凡先生以前脾气是不太好的 遇到有人憎恨 毁谤他时 无法接受 牙字必报 而现在则是不同于往昔 逐渐能够心胸放开 宽厚容忍了 这也体现了佛教关于处理人我是非的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规范 忍辱 八风不动心 无忧无污染 历衰 毁欲 撑击 苦乐八风 都不能改变事物本来的状况 所以 心没必要为之所动生其喜怒哀乐之情 以上几段 就是 了凡先生所论述的 从情理的角度去改过 概括而言 就是不可妄动 三思而后行 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 也有很实际的指导意义 原文 何谓从心而改 过有千端 为心所造 无心不动 过安从生 学者于好色 好鸣 好祸 好怒 种种诸过 不必逐类寻求 但当一心为善 正面现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如太阳当空 亡两前消 此经一只真传也 过由心造 亦由心改 如斩毒树 直断其根 西臂之之而乏 夜夜而摘摘 一文 什么叫从心理上改正过错呢 人的过错有千千万万 但都起源于人的内心 我的心 如果没有动过错误的念头 过错如何能生发呢 学者们对于好色 求名 求利 易怒等等过错 不必每种都去考察 借除的办法 只需要一心一意的行善 光明正大的念头在眼前 那些邪念就自然污染不了你 就好像太阳当空 痴魅王两都暗中消散一样 这就是精粹唇一的真传 过错是由心来生发的 也可以由心来改正 就好像罚出毒树 直接斩断它的根 又何必一知一知的减罚 一页一页的摘除呢 点评 什么叫从心灵上加以纠正呢 了凡先生说 过失虽然是多种多样的 却都起源于人的内心 如果心念不曾乱过 又怎么能犯下过错呢 中国有句古话 说相由心生相随心改 《班惹经》568卷中说 一切法 心为善导 若能之心 息之重法 种种是法皆由心 华炎经又说 因观法界性 就是实法界一正庄严 性就是本体 体极是心 一切为心所造 所以 对于当今的文人学士 对待自身存在的图号虚名 贪慕财力 动辄发怒等问题 了凡先生认为 他们不必煞费苦心 一项项地去探求克服戒除的办法 只要一心一意培养善良之心地 只想着多行善事 造福他人 那么 这种光明正大的心念 就会主导人的身心 邪癖的念头 自然就无法乘虚而入 这就好比赤烈的太阳高挂晴空 一时间 痴魅王良自然就瞬间消失 而这便是扶正驱邪的关键所在 唐朝中叶的百丈淮海禅师说 对五欲八风 不被见闻觉之所赋 不被诸境所获 自然具足神通妙用 是解脱人 对一切静心无静乱 不赦不散 透一切声色 无有至爱 名为道人 总之 恶由心念引起 也将由心念来加以改正 就好比斩法有毒的大数 最好的办法是连根砍断 没有必要拘泥于一个枝条一个枝条的去修剪 一个叶片一个叶片的去摘除 原文 大抵最上至心 当下清静 才动即觉 觉知即无 苟未能然 须明里以浅之 又未能然 须随事 以尽之 以上士而奸行下功 未为失策 直下而媚上 则捉矣 一文 大体来说 改正过错最上至策 是调制内心 这样便可以立刻达到清静的境界 念头一动就会觉察 一觉察到念头就消失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便应该用明察情理来改正 再做不到的话 就必须针对具体的事情来警戒自己 如果实行上等的方式 但兼顾次义等的成效 还不算失策 如果固执地使用下等的方式 却不对上策一无所知 那就是顽明不化了 点评 综上所述 改正过错的最佳方法 是调制内心 可以立即收效 刚一萌生 邪念就有所察觉 刚一察觉就立刻扑灭 如此就不会犯下过错了 假如做不到这一点 就应该退而求其次 在想清楚道理之后 对错误加以改正 再做不到的话 就应当针对具体的事情加以改正 应当注意的是 在运用高明的办法改过时 如果顺便兼顾次义等的改过方式 也未为不可 而如果只知道通过低级的办法来改过 对根本性的办法一无所知 那就是于完不化了 在这一段中 姚凡先生告诉我们改过要从根本的方式抓起 论语有云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在这里 姚凡先生所说的本 即心 在心念发动处下功夫 才能从根本上止恶 所谓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我国明朝中叶的王阳明也有类似的思想主张 王阳明所说的心 是知觉知心 他以良知为本体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 强调知行合一 和知良知 其根本宗旨 就是一念发动处克导思欲 他说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 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 良知是学问大头脑 是圣人第一亿 静云专求见闻之末 是失却头脑 已落于第二亿 有耳 目 鼻 口 四肢追求色 生 为何心追求名利引起的都是邪念 若把知行分为两件 一念发动虽有不善也不去禁止 其实 邪念发动已经适行之实 这样就不能做到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要使是听言动都符合理 就应按照知行合一的宗旨 对欲念进行自觉的控制 在一念发动处将不善的念刻倒了 从而恢复良知本体的善 当然 姚凡先生也没有苛责世人 毕竟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觉悟的程度不同 但是 他认为即使不能够从心上改之 也一定要从理或是上改 绝对不能忽视真相 逃避过错 这三种改过的方法 就是佛家讲的三种不同根性 上根的人从根本下手 从起心动念触断一切恶 中等根性的人 用明理以浅之 下根之人 只有随事已尽之 原文 故发愿改过 明须良鹏提醒 忧须鬼神正名 一心忏悔 昼夜不屑 经一期 二期 已至一月 二月 三月 必有孝宴 或觉心神田矿 或觉智慧顿开 或处涌踏而触念皆通 或欲怨愁而回撑作喜 或梦土黑雾 或梦网圣先贤 提携皆隐 或梦非不太虚 或梦状翻宝盖 种种盛世 结果消灭之相也 然不得指此自高 化而不尽 一文 所以如果要发誓改正过错 在明处需要好朋友来提醒 在暗处需要鬼神来证明 一心一意进行忏悔 无论昼夜都不懈怠 经过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就一定会有孝宴 或者会觉得心旷神怡 或者觉得耳聪梦鸣 毛色顿开 或者觉得应付繁荣琐碎的事实 触类旁通 左右逢源 或者遇到仇人时便怒为喜 或者梦见自己吐出了体内黑色的东西 或者梦见古来的大圣大弦 来提携引渡自己 或者梦见翱翔在太空之中 或者梦见 有得道者所用的重重惊奇 这些不同的好事 都是消除自己过错的征兆 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自以为是 化地为牢 而不再进步 点评 这里说的是改过之后所产生的孝宴 老凡先生说 有的人发下怨心要努力改过时 在明处必须有好朋友督促提醒 在暗中必须有鬼神监督 要一心忏悔 昼夜不停 经过一周 两周以至于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必定会有效果 对于改正后所产生的孝宴 老凡先生举了以下几例 或者感到心旷神怡 或者感到毛色顿开 心灵眼亮 或者觉得应付繁杂的事物时左右逢源 得心应手 或者在遇到仇人时便怒为喜 或者梦见体内污秽一土而静 或者梦见千古圣贤都在提携 帮助自己 或者梦见自己翱翔在茫茫宇宙 或者梦见亲临西方净土 诸如此类的好事 都是改过消罪的征兆 但是 姚凡先生也提醒道 不要因此 就沾沾自喜 改过需要坚持不懈 需要毅力和勇气 原文 西渠伯玉当二十岁时 已觉前日之飞而静改之矣 至二十一岁 乃知前之所改 未尽也 即二十二岁 回事二十一岁 游在梦中 岁复一岁 弟弟改之 行年五十 而游至四十九年之飞 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一文 从前春秋时 魏国的瞿伯玉 在二十岁的时候 已经知道自己以前的错误 并全都改正了 到了二十一岁 又知道前一次所改正的 还有没改进的 到了二十二岁的时候 再回头看二十一岁 就好像在梦里一样 年复一年 不断改正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还知道前四十九年中的过错 古人改正过错的学问 就是这样的呀 点评 在这里 姚凡先生 举了古人 瞿伯玉改过的事例 勉励他的儿子 瞿伯玉 是春秋时魏国的大夫 名愿 今河南 长坦县博裕村 一说今 河南浦阳县 老渠村人 生足年不祥 是为三公 县公 相公 灵公 因贤德文明诸侯 相传他品德高尚 光明磊落 在二十岁时 已经完全意识到 以前所犯的过失 从而加以彻底的改正 到二十一岁时 才知道以前的改正并不彻底 到二十二岁时 回首二十一岁时的情形 恍然若在梦境 就这样年复一年 不断改正 到五十岁时 还知道四十九年中的过错 淮南子 袁道迅说 瞿伯玉年五十 而至四十九年非 瞿伯玉却是一位不断囚禁 而又善于改过的人 孔子也与瞿伯玉相交甚厚 几次侍卫 多居瞿伯玉家 一次 瞿伯玉使人到孔子那里问候 孔子问 夫子 指伯玉何为 来人对曰 夫人欲寡其过未能也 使者走后 孔子曰 始乎 始乎 这既是称赞瞿伯玉的德性高尚 也是称赞瞿伯玉的使者应对得体 伯玉死后 后人目其贤 在其墓前建有祠堂 卑文曰 先贤内皇侯瞿伯玉之墓 从瞿伯玉的身上 可以看到古人坚持不懈的改正过错的执着精神 姚凡先生自己在改正过失方面也是非常的坚定 他在《立命之学》中说 因将往日之罪 佛前尽情发露 未疏一通 先求登科 事行善事三千条 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对于我们来说 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要不断地反观自身 反省自己的言语行为 使之符合于一定社会的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 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和谐 原文 无辈身为凡流 过恶未及 而回思往事 常若不见其有过者 心粗而掩亦也 然人之过恶身重者 亦有孝艳 或心神昏腮 转头即忘 或无事而常烦恼 或见君子而乃然相举 或闻正论而不乐 或施惠而忍返怨 或夜梦颠倒 甚则妄言失智 皆作孽之相也 苟一类此 急需奋发 舍旧徒心 信物自悟 义文 我们都不过是平凡的人 平时的过错 就像刺猬的刺那样多 但回思往事的时候 常常有人看不到自己的过错 这是由于粗心和目光短浅的原因啊 不过 对于那些罪恶过于深重的人而言 也会感觉到一些征兆 或者心神昏乱 转眼忘事 或者无缘无故 就感到心烦意乱 或者看到有德的君子 就因羞愧 反而去诽谤别人 或者听到光明正大的话 反而闷闷不乐 或者施给别人恩惠 反而招来怨恨 或者夜里常做噩梦 严重的还口吐狂言 神志不清 这都是做了坏事之后的反应 如果一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必须发愤振作 弃就图心 万万不要自悟虔诚 点评 我们都是寻常之人 平日所犯错误多不可计 可不少人在总结往事时 常常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实在是因为太过大意粗心 目光短浅的缘故 其实那些罪恶深重的人 素日里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笑咽表现出来的 或者心神闭塞 头昏健忘 或者无缘无故 就感到心烦意乱 或者见到德性高尚的人 就消沉沮丧 或者听到好的言论 就闷闷不乐 不能从善如流者 或者向别人施予恩惠 反而招来怨恨 或者噩梦不断 甚至口吐狂言 神志不清 意乱情迷 这些都是 做了恶行之后的反应 一旦发生这些情况 不能再阴寻苟且 应该马上迷途知返 改弦更张 重新做人 切莫自悟虔诚 所以 我们应当 对自己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 在意识到有不好的情况发生时 要立刻省察自己的行为 反思自己的过去 近代高僧弘义法师 曾写有《余知改过之法》一文 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改过之法 他认为改过的次第为 一学 二醒 三改 学就是要多读如是经典 多向传统文化学习 从传统文化中求滋养身心 安身立命的源泉 这样 才可以更详细 准确地知道善恶区别 以及改过千善之法 学习之后 要经常自我审查 每天审查自己的一言一行 是善还是恶 审查之后还要能改正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说过 君子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过也 人皆见之 更也 人皆养之 由此可见改过的重要性 过而能知为之明 知而能改为之盛 弘义法师还列举了自己五十年以来改过千善的十大具体措施 第一是虚心 孔子说 五十以学义 可以无大过矣 文艺不能喜 不善不能改 是无忧也 二是慎读 曾子曰 时目所示 时手所指 其言忽 第三要宽厚 第四是吃亏 第五是寡言 孔子说 四不吉舌 第六是不说人过 孔子倡导 公字厚而博择于人 第七是不闻己过 子下曾说 小人知过必闻 第八是不负己过 第九是文棒不变 第十是不称 弘义法师自我修炼的体证心得以及经验总结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另外 从哲学的角度看 对主体的反思总是开始于对个体自我的认识 一个不能正确认识自我的人是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反省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当有正确的自我意识 人只有具有了自我意识才能知道自己是谁 应该做什么 并自觉主动地去践行 而自我反省的对象 概括而言 主要包括我们的行为 情感 意志 动机等等 通过自我知觉 评价 体验 审查 纠正等手段的依次作用 而完成自我反省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能沉溺于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中 而应当做一个有心人 对自己的行为和周遭的事物有一个明确的把握 第三篇 积善之方 原文 易曰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易文 周易说 积累善行的家族 必然有很多急庆的福报 点评 易经说 积累善行的家族 必定有很多急庆之事 该句在易经中的完整表述是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于庆 详细论述 人是祸福 与善恶行为的因果关系 古人认为 人是祸福的发生 与人们的善恶行为 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祸福无门 为人自兆 祸福不是毫无缘由的降临在世人身上 人的善恶行为 才是自身得福得祸的直接诱因 即使不先抱在自己身上 也会报应在自己的后代身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人们不可不谨慎行事 原文 西言是将以女妻书良和 而立续其祖宗积德之掌 立之其子孙必有兴者 易文 从前言是打算 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书良和的时候 便列举了书良和家祖祖辈被积累下来的德性 预料到他的子孙中必然有光宗耀祖的人 点评 当初言是将要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书良和时 列举了书良和家祖祖辈被所做的善事 预言他家子孙中必定要出一位光宗耀祖的人 结果言是的女儿只在嫁与书良和后 生下孔子 成为祖术姚舜 宪章文武的至圣仙师 一代圣贤 即使在现如今 人们在婚配择偶之时 仍要考察对方的人品及家庭生育 原文 孔子称顺之大孝 曰 宗庙享之 子孙保之 皆知论也 是以往事争之 一文 孔子称赞顺地的大孝 说 宗庙将会祭祀他 子孙也会保住他的福德 这都是治理名言 我们可以试着用以前的事迹来加以验证 点评 顺 品德高尚 颇受儒家推崇 尤其以孝著称 为后人所称道 顺的父亲及后母对他心怀歹意 蓄意谋害 但都丝毫未能减损他对父母的孝心 孔子在称赞大孙的孝心时说 宗庙将会想祭祂 子孙也会保住他的福德 《礼记》 《记法》篇中主要介绍了于、下、商、周四代祭祀的对象和法则 其中说道 夫圣王之志祭祀也 法师于民 则四知 以死勤士 则四知 以劳定国 则四知 能遇大灾 则四知 能汉大患 则四知 吉夫日月星辰 民所瞻仰也 山林川谷丘陵 民所取才用也 非此足也 不在四点 简而言之 就是有功列于民者 皆是享受祭祀的对象 此法则也一直为后世所遵守 历史上品德高尚 具有表率作用的 或有功于国家人民的人 都会得到后人的尊敬 或为其树碑立传 或为其建祠修庙 如为彰显诸葛亮的文治武功 建有武侯祠 为宣扬关羽的忠义勇武 建有官帝庙 此类情形不一而足 了凡先生接着进一步用先前的事实来加以验证 举例说明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的道理 原文 杨少师荣 建宁人 是以忌妒为生 酒与西掌 横流冲毁民居 逆死者顺流而下 他周皆捞取货物 独少师曾祖己祖 为旧人 而货物亦无所取 乡人吃其余 歹少师父生 家建玉 有神人化为道者 与之曰 如祖父有殷功 子孙当贵险 宜藏某地 遂依其所指而贬之 及金白兔坟也 后生少师 若贯登地 未至三公 家曾祖 祖 父 如其官 子孙贵圣 至今尚多贤者 一文 少师杨荣 是福建建宁人 祖先世世代代 以百度为生 一次下了很长时间的雨 小溪涨水 从而发生水灾 冲毁了百姓的房子 被淹死的人被水冲下来 其他的人都划了船去抢捞财物 只有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在救人 对财物一无所取 同乡的人都嘲笑他们的愚笨 等到杨荣的父亲出生后 家里就逐渐富裕 有一位神仙变化成道人 对他说 你的祖父积累了阴公 所以子孙后代应当有官高明显的人 所以应该把你的祖父葬在某地 于是便依从道人的指示下葬 就是今天所说的白兔坟 后来杨荣出生 二十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科举 最后位列三公的高位 他的曾祖 祖父及父亲也都被追封了官爵 并且他的子孙后代也都显贵兴盛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有才能、德性的人 点评 少师杨荣是贱宁人 世代已从事百度来维持日常生计 一次连日大雨 致使河水暴涨、冲毁民房 淹死的人顺流飘下 在面临水灾之时 其他船只都去打捞财货 建立妄议 只有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忙着搭救落水的人 丝毫没有捞取漂流的货物 在这种生命危急的时刻 一个人的思想品格高尚与否利见分晓 同时 也显现了他们对于他人生命的真实 春秋时 郑国商人贤高在饭牛的路上 遇到正要进犯郑国的秦兵 而郑国对此还一无所致 为了保卫国家 贤高就用自己的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 并说是他的国军派他来慰问秦军的 以麻痹秦军的斗志 并迅速将秦军侵犯的情报报告给郑国国军 郑国马上立兵默马 积极备战 秦军得知郑国有了准备 才顺便灭华国而还 回师途中 又被晋国借机打败 贤高作为一个商人 舍弃了自己的货物 从而使自己国家的人民免于杀戮 再如马鹏失火 孔子最关心的是商人与否 就坟 子退朝 曰 商人呼 不问马 论语 相当 孔子重视他人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彰显无疑 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的高尚行为 却遭到了同乡人的嘲笑 等到杨荣的父亲出生时 杨家的家境已开始渐渐宽裕 有位神人化作一个道长 对杨荣的父亲说 你的祖父既有殷功 子孙应当显赫尊贵 适宜葬在某某地方 这种论说 申和早期道教的成父说思想 早期道教认为 人的善恶行为 会在后世子孙身上得到报应 太平经说 成者为前 父者为后 成者 乃为先人本成天心而行 小小失之 不自知 用日积久 相聚为多 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者 连传备其灾 故前为成 后为父也 父者 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 同理 若先人行善积德 则后人就会报应受福 杨荣的祖辈有善行 姬有殷功 所以 子孙案里应有福报 杨荣的父亲 于是就按照道长所指定的地点 埋葬了他的祖父 父亲 也就是今天的白兔坟 这里又涉及古人的风水概念 风水 是指宅地或墓地的地脉 风向 水流的统称 开玉家认为 风水的好坏 关乎人的吉凶或福 也可说是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具体化 杨家后来生有杨荣 若冠之年就考取晋士 官位一直做到位列三公 他的曾祖 祖父 父亲 也都追封了官爵 并且 他的子孙后代 也都显贵兴盛 直到今天 仍有很多有才能 德性之人 原文 银人杨自成 初为献礼 存心仁厚 守法公平 时献宰严肃 偶踏一求 血流满前 而怒犹未惜 杨贵而宽解之 宰曰 怎奈此人悦法背礼 不由人不怒 自成叩守曰 上师其道 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 哀今勿喜 喜且不可 而况怒呼 宰为之济言 一文 银县人杨自成 最初做一名县礼 新帝人后 处事以法为原则 且公正无私 当时的县令非常严厉 有一次鞭打一名囚犯 打得囚犯浑身是血 但县令的怒气还没有消散 杨自成跪下为囚犯求情 也为县令缓解怒气 县令说 只是这个人触犯法律 违背天理 不由的人不生气 杨自成叩头说 如果在上位的人离开了正道 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查清他们犯罪的实情 就应当怜悯他们 而不要高兴 高兴尚且不可以 更何况发怒呢 县令听了之后 脸色便缓和了许多 点评 银县人杨自成 最初做一名县令 新帝人后 公正无私 当时的县令非常严厉 有一次鞭打一名囚犯 致使血肉模糊 血流不止 但他仍然怒气未笑 面对犯罪的囚犯 县令难以遏制内心的愤怒 对其施以重刑 以示惩戒 但相对于刑法 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学说 更注重德智 孔子曾说过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耻且隔 杨自成看到鞭打囚犯的血腥场面 于心不忍 跪倒在地 替囚犯求情 为县令宽恕愤怒 县令说 此人违背法律天理 让人无法不生气 杨自成叩手说 在上尉的人离开了正道 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能弄清他们的实情 就应当怜悯他们 而不要自明得意 欣喜尚且不可以 更何况发怒呢 杨自成借用论语中曾子之言劝解县令 百姓之所以有犯法行为 可能是因为上层统治者的政策措施有了偏差 其中必有隐情 没有谁愿意铤而走险 以身释法 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的 对于他们要有怜悯之心 得知案件的实情后 就应该哀其不幸 县令厅后 神情马上缓和了许多 原文 家慎贫 愧以义无所取 欲求人乏粮 常多方以计之 一日 有心求数人代补 家又缺米 给求则家人无时 自顾则求人堪敏 与其负伤之 负曰 求从何来 曰 自行而来 沿路忍饥 菜色可居 因彻己之拟 主周以食求 后生二子 掌约守臣 次约守指 为南北利布侍郎 掌孙为行布侍郎 次孙为四川连县 又聚为名臣 金楚亭德政 亦齐亦也 一文 杨自成家里非常清贫 但对别人的馈赠一概不取 遇到囚犯缺粮 常想方设法去救济他们 一天 有新来的几个囚犯没有东西吃 自己家里又缺粮少米 如果将粮食给囚犯 则自己家人没有饭吃 如果只顾自己 则那些囚犯就会十分可怜 于是他就和妻子商量 他妻子问 囚犯从哪里来 他说 从杭州来的 一路忍饥挨饿 面带菜色 因此 妻子拿出自家人的口粮 煮粥给囚犯吃 后来杨自成生有两个儿子 长子叫手臣 次子叫手指 分别认南北利布侍郎 长孙为行布侍郎 次孙为四川连县 都是名臣 如今的楚庭德政 也是他的后代 点评 杨自成家里非常清贫 但对于他人馈赠的东西 一概不予收取 不贪恋别人的财物 也表明他连结 有操守 中国古代 不乏连结之势 东汉有杨旭悬鱼聚会 中平年间 朝廷拜杨旭为南洋太守 当时的南洋是著名的商业城市 铸有大批官僚贵族和富商大谷 权豪之家 贿赂贪贪 奢侈腐败 一次 府城已生于进县杨旭 杨旭收下后将于悬挂于庭院 后府城又进县 杨旭便将上次悬挂于庭院中的那条鱼指给府城看 以此谢绝府城 杜绝贿赂 其他官吏都被他设服 再也不敢来送礼 从此 杨旭就有了悬鱼太守的雅号 悬鱼便成了为官清廉的典故 官吁不贪恋官位财物 也有挂印封金的佳话 三国演义中 官吁在流落到曹操军中之后 曹操对他极为看重 封为汉寿廷侯 并赏予大量财物 而官吁在得知自己的雇主刘备的下落后 马上将累赐所收金银 一一封至库中 悬汉寿廷侯印于堂上 出去寻找结拜兄弟刘备 原文 西正统间 邓茂七畅乱于福建 市民从贼者慎重 朝廷起银县 张都县凯南征 以祭秦贼 后尾布正司谢都市搜杀东路贼党 谢求贼中党负策籍 凡不负贼者 逆寿以白布小旗 约兵至日插其门首 借军兵无妄杀 全活万人 后谢之子谦 众状远 为宰府 孙丕 负重炭花 一文 从前在正统年间 邓茂七在福建反上作乱 世人民众跟随作乱的人很多 朝廷启用银县的都御使张凯 南征脚除 用计来擒贼 后来又委任布正司的谢都市去搜捕斩杀东路的贼人 谢都市拿到了贼人结党的名单 于是凡事不愿意跟从贼人的 他就秘密给他们一个白布做的小旗 约定在大兵抵达的那一天把旗子插在门前 谢都市严令禁止官兵让他们不要乱杀 这样便就出了上万人的性命 后来谢都市的儿子谢迁中了状元 官道宰相 孙子谢批又烤中了炭花 点评 明正统年间 邓茂七在福建造反 民众跟从得很多 在古代 朝廷对于犯上作乱者 聂称为贼 三国演义将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塑造为基于皇权的奸臣形象 而将刘备视为匡扶刑汉氏的正义典型 《水浒传》中 众多英雄好汉因不满官场黑暗 而聚集水泼梁山 占山为王 被朝廷聂称为贼寇 梁山好汉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 为自己证明 梁山好汉的领袖宋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更是将朝廷的招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 以立身于庙堂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当时的朝廷显然不能容忍反叛自己的力量存在 于是令银线的张凯带兵南下争角 张凯用计谋将邓茂七捉住 后来朝廷又委派布政司谢都市缴杀东路贼党 谢都市寻求到贼众的名册 凡不附属于匪党的 就暗中发给他们一面白布小旗 约定官兵到时将白旗插在自家门口 这样一来 官兵没有错杀无辜 保全了一万余人的性命 《道德经》中将兵视为不祥之器 即使不得已而用之 也不以杀人为乐 战胜以丧礼处之 但是在古代战争中 大开杀戒的势力不在少数 战国时期长平之战 白起一次坑杀赵军降足四十万人 秦末起义 项羽破釜沉舟 在巨路大败秦军 破将秦将张寒布二十万人 随即又将他们全部坑杀 谢都市反其道而行之 后来 谢都市的儿子谢千仲壮远 官智宰相 孙子谢丕也种了炭花 原文 莆田林氏 先是有老母好善 常作粉团诗人 求取及与之 无眷色 一先化为道人 美诞所十六七团 母日日与之 终三年如一日 乃之其成也 因为之曰 吴时辱三年粉团 何以暴辱 府后有一地 藏之 子孙观觉 有一生麻子之术 其子依所点藏之 出世 极有九人登地 累带三英甚盛 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遥 一文 福建莆田有一个姓林的 他家祖上有一位老妇人乐善好施 经常做了糯米团来施舍给人吃 只要去要他就会给 没有丝毫厌倦之色 有一位神仙变成道人 每天早上索要六七个糯米团 老妇人每天都给 三年如一日 一直如此 神仙于是知道了 他的善举是出于诚心 神仙便对他说 我吃了你家三年的糯米团 用什么报答你呢 你家后面有一块地 把祖先葬在那里 你家子孙后带得到观觉的人 会有一生麻子的数量那么多 老妇人的儿子便依照他的指点 把先人安葬在那里 第一代后人中便有九个人考中科举 后来世世代代成为高官显贵的人更多 福建便有无林不开榜的民谣流传 点评 福建莆田林家 先前有位老妇人乐善好施 常常做粉团施舍给别人 有求必应 毫不厌倦 有一个先人化作道长 考验其是否真心行善 于是每天早晨索要六七个粉团 老妇人也天天给他 三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于是先人知道老妇人行善是出于诚心 事欲要烧三日满 便才需待七年期 中国传统文化也注重对人的细致考察 心诚与否是对一个人的品格做出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 仪桥禁旅讲的是黄石公考验张良的故事 张良本是韩国贵族 因刺杀秦始皇失败 而隐姓埋名 改名为张良 一天 张良来到仪水河仪桥 碰到一个老翁 老翁有意将脚上的鞋子坠落桥下 让张良替他捡回 并替他穿上 而张良依依顺从 并不介意 老翁又要张良五天后来此相见 而当张良到时 老翁已在桥上等候多时了 对于张良的迟到 老翁身为不满 再次让他五天后来此相见 如此再三 张良吸取教训 晚上不再睡觉 早早来到桥上等候 于是得到老翁的赞许 并将江子牙辅佐五王伐纣时所著的兵书《太公兵法》传授给他 张良得此兵书以后 用心苦读 后来辅佐刘邦灭秦王储 成就汉氏帝业 诸葛亮也是身为刘备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 乃为其出谋划策 制定了三分天下的策略 仙人知道 这位老妇人是真心行善 于是就对她说 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 怎么报答你呢? 你家屋后有快递 把祖先葬在那里 你的子孙做官的人数 就有一声之骂那么多 她的儿子就依照仙人指示的地点将仙人安葬 第一代后人中就有九人重进士 后来世代得高官显贵者众多 福建流传无林不开榜的迷谣 原文 冯卓安太史之父 唯义祥生 龙东早起复学 陆遇一人 导卧雪中 门之 半江矣 遂解几年求一之 且伏归就苏 梦神告之曰 辱旧人一命 初至诚心 无浅寒其为辱子 吉生卓安 遂名其 一文 冯卓安先生的父亲 在当秀才的时候 有一年深冬早晨起来上学 路上遇到一个人 倒在雪地里 一摸 身体都已经半僵了 便解开自己的棉球给他穿上 并把他搀扶回自己家里就行 后来便梦见有神仙告诉他说 你救人一命 而且是出于诚心 我就派韩琦来当你的儿子 等到生了卓安先生 便取名为冯琦 点评 冯卓安太史的父亲 在宪学作为秀才的时候 勤奋好学 文姬起舞 时节虽是寒冬 仍要早起去献学 由此也可看出 寒窗苦读的艰辛 国往今来 读书人的苦学故事俯师极势 孙靖头悬梁 苏秦追刺鼓 匡横鑿壁偷光 范仲淹断姬化周 秦学奋进的坚毅精神 时时激励着后人 在此寒冬的早晨 冯卓安太史的父亲 路上遇到一个人 倒卧在雪中 用手摸一下 感觉此人已冻僵了 于是就脱掉自己的衣服给他披上 并把他扶到家中 将其救醒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后来就梦见神仙告诉他说 你救人一命 出于诚心 我就派北宋文武全财的韩琪 作为你的儿子 于是等到生有卓安时便取名琪 原文 太周应尚书 壮年喜业于山中 夜鬼孝极 往往惊人 功不俱也 一夕闻鬼云 某父以夫酒客不归 温姑逼其嫁人 冥业当一死于此 无得待矣 宫前麦田 得银四两 即偽作其夫之书 寄银还家 其父母见书 以手寄不类 宜之 寄而曰 书可假 银不可假 想而无恙 父岁不嫁 其子后归 夫妇相保如初 一文 泰州的英大尤尚书 年轻时曾在山中学习 夜里往往有鬼聚集起来大叫 很是吓人 但英先生却并不害怕 有一天晚上听到鬼说 某人的妻子因为丈夫出门时间很久了不回来 公公与婆婆便逼着她嫁人 明天晚上她会在这里上吊而死 我终于可以被人替代 而载入轮回了 英先生便私下把家里的田地卖了 得到四两银子 便伪造了那位丈夫的家信 把银子寄给她家 公公婆婆看到信后 因为笔迹不同 所以有些怀疑 但又觉得 书信可能有假 但银子一定不假 想来我儿子一定还活在世上 于是便不再逼儿媳妇改嫁了 后来那位丈夫回了家 夫妻二人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 点评 浙江泰州的一位英尚书 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 当时的教育机构 如书院 多设立于环境清幽的山林名胜之地 远离车马的喧嚣 山中晚上常有群鬼叫笑 非常吓人 但英尚书并不害怕 有天晚上 她听到有鬼说 某个妇女因为丈夫久出未归 公婆便逼她改嫁 但她不从 明晚将在这里上吊而死 我终于找到替身了 从后面赠淫仪式可以看出 这位妇人的丈夫应当是外出谋求生计 而由于古时通讯不变 一走便音讯咬然 生死未卜 公婆只好让儿媳改嫁 古代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个人无权做出选择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非》中 刘兰芝因为被丈夫交仲轻的母亲赶回娘嫁 便发誓不再嫁人 她的娘嫁逼迫她改嫁 她便投水自尽了 已是对爱情的忠贞不二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宣扬中妇猎女 从一而终的观念 不少妇女受此风气的浸染 选择以死来捍卫自己真猎的生育 英尚书得惜这一情况后 回去悄悄便卖了田产 得到四两银子 又伪造了其丈夫的家书 把银子寄到妇人家里 那家人的父母见了书信 发现笔迹不符 所以心生疑虑 但转一想 书信可以有假 银子却不会有假 想来儿子应该安然无恙 于是 这个妇女也就没有再被逼改嫁 后来这家人的儿子回来了 夫妻得以重续就好 俗语说 命差十座庙 不破一门婚 况且还能救人一命 何乐而不为 原文 公佑闻鬼语曰 我当得代 奈此秀才坏无事 旁一鬼曰 耳何不获知 曰 上帝以此人心好 命作因得上书以 无何得而获知 银公因此一字努力 善日加修 得日加厚 欲碎鸡 折捐骨以振之 欲亲戚有疾 折委屈为耻 欲有横腻 折反攻自责 宜然顺受 子孙登科帝者 金雷雷也 一文 银先生又听到那个鬼说 我本来可以被代替了 奈何这个秀才坏了我的事? 旁边有个鬼说 你为什么不给他生些灾祸呢? 那个鬼回答说 上帝因为这个人心地好 已经暗中任命 他为上书了 我怎么能够给他生灾祸呢? 银先生因此更加努力 善行每天都全力修持 德行每天都有积累 遇到欠收的年头 就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赈灾 遇到亲戚有难处 便想尽办法去帮忙 遇到有人强横无礼 便回来投来检查自己的过错 并且狠逆来顺受 他的子孙后代考中科举的人比比皆是 点评 英尚书再次听到有鬼说 我本来找到了替身 怎奈被这个秀才破坏了? 旁边一个鬼说 你为什么不将货给他呢? 回答说 上帝因为此人的心地很好 有了应得 所以将要他做尚书了 我怎么能害得了他呢? 中国古代传统是将天视为上帝 而且天是自然与人士至高无上的主宰 周朝后 人们认为 天是具有人格的至上神 人只有敬天 以德配天 才能齐天永宁 天道是赏善罚恶 福善或淫 天对诗人之人恩赐幸福 对暴虐凶杀之人怒降灾祸 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何况应尚书行善得福 得到上天的庇佑 鬼怪对他更是无可奈何 应尚书从此更加努力勤勉 每日行善 品德日增 遇到饥荒之年 则捐粮赈灾 遇到亲戚有疾难 则想方设法为之提供帮助 排忧解难 遇到有人强暴无礼 则深刻反省 逆来顺受 静坐长思挤过 凡事从自身找原因 并不对别人求全责备 注重个人的内在心性修养 至今 他的子孙中科举极地的仍比比皆是 原文 常熟徐凤竹事 其父素父 偶遇年荒 先捐租以为同意之场 又分鼓以振贫乏 夜闻鬼畅于门曰 千步匡万步匡 徐家秀才 做到了举人郎 相续而乎 连夜不断 誓岁 凤竹果举于香 其父因而易积得 滋滋不待 修桥修路 摘僧皆重 凡有利益 无不尽信 后又闻鬼畅于门曰 千步匡万步匡 徐家举人 直坐到兜堂 凤竹关中两着寻抚 一闻 常熟的徐氏徐凤竹 他的父亲向来很富有 有一次遇到荒年 他父亲先捐出钱 来做同乡其他人的表率 然后又分出自家粮食 来镇计贫困的人 晚上就听到有鬼在他家门前唱 千言不骗人 万语不骗人 徐家的秀才 一定做举人 接连着大声唱 一整夜都不停 这一年 徐氏果然在相识中了举人 他的父亲因此更加注意积德行善了 勤奋而不敢懈怠 又是修桥 又是修路 又是给僧人施舍食物 又是接济民众 凡是有利他人的事 没有不尽心去做的 后来便又听到 有鬼在门前唱 千言不虚 万语不虚 徐家举人 做到巡抚 徐氏后来 果然做到了两者巡抚 点评 江苏常熟的徐氏 自奉竹 他的父亲向来比较富有 遇到荒灾之年 率先减免田租 为同县的人做榜样 同时又分粮食救济穷困的人 古代儒家学说 提倡人道 所痛恨的是 刻薄成性 唯利是图的为父不仁 徐的父亲 富有 而能坚行慈善 是身和人心的 在夜里 听到有鬼在门外唱道 千言不骗人 万语不骗人 徐家的秀才 一定做举人 呼声此起彼伏 整夜不断 这种盛传有鬼怪称语 预测吉凶的行为 当受传统称伪思想的影响 称伪思想 是古代的一种神学迷信 起于秦代 而胜于东汉 称指释前的争艳之言 多为假托神灵的隐语和预言 伪誓与经相对而言的 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 内容荒诞 较多宣扬神灵怪异 这种思想在历史上 多被当作一种权术 而加以运用 秦末 陈圣 吴广 在大则乡起义之前 就曾洋装胡鸣 大呼大楚星 陈圣王 这一年 徐凤竹果然考中了举人 他的父亲 因此更加努力地行善积德 并且孜孜不倦 修桥铺路 施斋犯供养僧人 佛教以佛 法 僧为三宝 佛 指佛祖释迦牟尼 也犯指一切佛 是信徒崇拜的对象 法 指佛法 及佛教教义 僧 指继承 宣扬佛教的僧众 僧人是佛教的三宝之一 信众归依佛教 当然就要表现在 对僧人的尊敬和供养上 徐凤竹的父亲还接济贫困大众 凡是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 他都尽力去做 后来又听到有鬼在门外唱道 千言不虚 万语不虚 徐家的举人要一直坐到兜堂 徐凤竹最终观治两者巡抚 原文 家兴图康熙公 初为刑部主事 素育中 细寻诸囚情状 得无辜者若干人 公不自以为公 密书其事 以白唐官 后朝审 唐官摘其语 以训诸囚 无不服者 是冤一时余人 一时碾下贤颂上书之名 公赴丙曰 年古之下 尚多冤民 四海之广 赵民之众 岂无王者 以五年差一简刑官 何时而平反之 尚书为奏 隐其意 时公亦差简刑之列 梦亦神告之曰 辱命无子 今简刑之意 身和天心 上帝赐辱三子 皆依子妖金 世西夫人有身 后生英勋 英坤 英俊 皆显官 一文 嘉兴的图勋先生 最初官为刑部主事 夜里住在牢狱里 仔细询问各个囚犯的情况 知道有一些人是无辜的 图先生也不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 而是悄悄地把那些人的冤情写下来 送给刑部尚书 后来朝审的时候 刑部尚书便拿他写的东西来 审问这些犯人 没有人不心服口服 于是释放了十几位冤枉的人 一时间京城都称颂上书大人的英明 图先生又禀报说 天子脚下还有很多冤民 天下之大有成千上万的人民 难道没有被冤枉的吗? 应该每五年派一个减刑官 去核实那些冤情定为他们平反 尚书便将此上奏朝廷 朝廷准奏 当时 图先生自己也被派去当了减刑官 他梦到有一个神仙告诉他说 你命中没有儿子 但现在因为你的减刑的提议 与上天的好生之心深深映河 上帝赐给你三个儿子 都官至高位 当天晚上 他的夫人便有了身孕 后来便生下了图英勋 图英坤 图英俊三人 都做了高官 点评 浙江嘉兴 有个嗜好为康熙的图勋 他起初为刑部的主事 就睡在监狱里 终于职守 仔细耐心地询问每个囚犯的犯罪情况 探问其中的屈职 因而得知有不少无辜入狱的 查明案情后 他并不将此当作自己的功劳 而是私下把事情的原委呈报给唐官 道德经也说 功成而扶居 不心生战友 贪功之念 消除了很多争端的祸根 东汉将军冯毅千步鞠躬 为人千退步伐 其他将士都争着申诉自己的战功 而冯毅常独自静坐树下 被誉为大树将军 将士们对他不拘公自傲的精神 深表敬佩 都愿意当大树将军的下属 贪图功利者 又常引来杀身之祸 正所谓 飞鸟进 羊躬藏 狡兔死 走狗烹 韩信是中国古代著名将领 自幼刻苦研究兵书 精通兵法 作为将领 能灵活运用各种战术 刘邦也曾赞赏他战必胜 攻必取 他为汉朝的创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史称 汉之所以得天下者 大抵皆信之功也 然而 他最终却被杀 究其原因 他功高震主 刘邦有逼反之嫌 最重要的是 韩信贪图功利 要求封地 甚至已不出冰箱要挟 尤是引起刘邦的怀疑 等到灭掉西楚后 刘邦即解除他的兵权 韩信不满 反义渐起 终于走上谋反之路 司马迁评论道 假令韩信学到谦让 不法己功 不经其能 择树鸡灾 另外三国时的许优 也是使功自重 而引来杀身之祸 关渡之战中 许优背叛袁绍投奔曹操后 建议曹操偷袭乌朝 烧掉袁绍的粮草 从而使曹操大获全胜 后来曹操夺取冀州 也有许优的功劳 许优因此居功自傲 乃至得意忘形 对曹操经常口出戏言 甚至称呼曹操小明 在正式场合也不知有所收敛 曹操终于忍无可忍 下令将许优杀死 无怪乎 道德经中有公随身退 天之道也的说法 劝导人们工业成就后 要做到脸藏锋芒 历史上也不乏功成身退的智慧之事 春秋时期的范黎 任岳国大夫 辅佐岳王勾建 刻苦图强 终灭吾国 岳灭吾后 范黎以为功高明大 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并认为 勾建为人可与共患难 难与同安乐 于是 范黎不睦全世 辞官归隐 范周五湖 汉初大臣张良 辅佐刘邦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为刘汉政权的建立出谋划策 西汉建立后 寿风流侯 晚年托辞身体有病 不问正旨 不识无骨 向往成仙 也被视为功成身退 明哲保身的典型 后来在朝审的时候 唐官就简责 选取图勋所提供资料的要点 来审讯那些囚犯 没有一个不心悦成福的 因此 释放了蒙受冤屈的十多个人 当时 京城一带的人们 都称赞尚书的明察秋毫 经过此次审讯之后 图勋就注意到 在天子脚下的京城 尚且有如此多蒙受冤屈的人 更何况全国范围的广大区域 山高皇帝远 怎么会没有被冤枉的人呢? 图勋后来就向尚书禀报说 应该每五年派遣一位简刑官 到各个地方核实情况 未有冤屈的予以平反昭雪 尚书认可这个建议 就代为上奏朝廷 并得到了批准 当时图勋也在所派遣的简刑官的行列之中 有一天 图勋梦见一个神仙告诉他说 你命中本来是没有儿子的 但你所提出的简刑的建议 正好与上天爱人的心愿相合 所以上帝就赐给你三个儿子 而且他们都会有高官厚禄 上天有好生之德 当天晚上 他的夫人就有了身孕 后来生了英勋、英坤、英俊三个儿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一直是封建社会校观念的重要内容 其他两个不孝的行为是 阿易屈从、献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事 所以说 上帝赐予图勋三个儿子 延续香火 并且 他的三个儿子都做了大官 是很大的福报 中国古代实行封建宗法制 同时也盛行官本位思想 个人如果做了官 就可以为自己的宗族和祖先带来荣耀 家族其他成员可以因此得到种种实惠 官做得大了 已经过去的祖先还可以追加各种嗜好、美名 所以在中国这种高官厚禄 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原文 家心包平、自信之 其父为池阳太守、生妻子、平最少、坠平胡元氏 与无父往来甚后 博学高才、雷举不地、流心二世之学 一日东有卯胡、偶至一村寺中 见观音像、淋漓陆立 及解陀中得十金、受主僧、令修乌语 僧告以公大银少、不能俊世 父取松不四匹、简窃中依欺贱与之 内住者、既心智、其仆情已知、平约 但得圣像无恙、无虽裸成何伤 僧垂类约、舍银及一部、尤非难逝 指此一点心、如何亦得 后宫完、拉老妇童游、素四种 宫梦前兰来谢约、如子当享是路矣 后子便、孙称芳、接登帝、坐险官 一闻 嘉兴的包平、自信之 他父亲官为池阳太守 生了七个儿子 包平是最小的 入坠到平湖的原家 与我父亲来往密切 他学问广博、富有才华 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考不上 很喜欢佛、到两家的场所 有一天到东边的卯湖游玩 偶然到一个村子的寺庙中 看到寺里的观音像就露天放着 便拿出行囊 找到十两银子 给了主持的僧人 让他修整一下庙宇 僧人告诉他 工程很大 而银子太少 无法动工 他又拿了四匹松布 并翻出衣箱里的衣服 七件给僧人 其中有一件筑麻的长衫 是新做的 仆人请求他把这件衣服留下来自己用 他说 只要圣像能安然无恙 我就是赤身露蹄 又有什么关系呢? 僧人落泪说 施舍银子和衣服 布匹 都还并不是难事 但就这一点赤诚之心 却是非常难得 后来妙宇修缮完毕 他便拉了我的父亲 一同去游玩 夜里便住在寺中 他梦到寺里的齐篮神来道谢说 你的儿子 倒要享受世代的俸禄了 后来他的儿子包便 孙子包称芳 都考中了晋士 也都做了高官 点评 浙江嘉兴的包平 自信之 他的父亲是池阳的太守 生有七个儿子 包平最小 昭赘给平湖县的原家做女婿 和了凡先生的父亲交往频繁 交情深厚 他学问广博 才华出众 但每次考试都不能考中 于是就对佛 到两家的毅理学问 留心研究 如 佛 到三教分别在经国 修身和智心方面分工合作 所谓 不知春秋 不能摄世 不经老庄 不能忘世 不参禅 不能出世 此三者 经世 出世之学背译 三教的人生哲学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 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 有时会在现实中遇到挫折 甚至难以实现 那么 道家和道教避世法自然的人生理想 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其提倡的随顺 自然常常可以成为调控心境的重要手段 如果入世和避世两者都不可得 那么佛教则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中国佛教提倡的随缘任运 心不执着 可以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处世 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 不至于为此生此事的不如意而过分的烦恼 正因如此 所以入则如法 出则是道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中屡见不鲜 有一天 包平一路向东 到卯湖游玩 偶然到了一个村庄的寺中 看到观音菩萨的塑像在露天中被风吹雨淋 佛典中讲对佛菩萨像要是同真实佛菩萨 恭敬恭养 为了让观音菩萨的塑像免于遭受日晒雨淋 他就解开袋子 拿出里面的十两银子 交给住持 让他维修房屋 和尚告诉他维修房屋的工程大 而银子少 是不能够完工的 于是他又拿出四匹松布 又从行李中选出七件衣服 交给住持 其中有件夹衣是新做的 他的仆人请他不要再送了 包平说 只要观音菩萨的圣像安然无恙 我就是光着身子又有什么关系 和尚感动得落泪 说道 不失银子 衣服和布匹 还不是多么困难的事 但这一片赤诚的真心 实在是太难得了 后来 房屋修缮好了 包平就拉着了凡先生的老父亲 一同到这座寺中游玩 并住在寺中 包平梦见齐兰神来道谢说 你的孩子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路了 后来 他的儿子包便 孙子包称芳 都中了进士 做了大官 原文 家善之利之父 唯行房利 有求无辜献虫辟 亦哀之 欲求其生 求与其契约 知公家义 愧无以报 明日言之下乡 如以身世之 彼或肯用义 则我可生也 其妻妻儿听命 即至 妻子出劝酒 据告以夫义 知不听 足为尽力平反之 求出欲 夫妻登门寇谢约 功如此厚德 婉事所惜 今无子 无有弱女 宋慰姬肘妾 此则礼之可通者 知为备礼而纳之 生力 若贯中奎 官至汉林孔木 力生高 高生路 皆共为学博 路生大轮 登地 一文 家善人之力的父亲 曾经当刑房小丽 有个囚犯没有罪 却被判了重刑 知父很哀怜他 想让他能活下来 囚犯对妻子说 知先生想救我的好意 我却惭愧的 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 明天你请他到家里 你用身体侍奉他 他或者愿意尽力 那么我就可以活下来 他的妻子哭着 听从了这个命令 等到知父到了 这位妻子亲自出来劝酒 并把丈夫的意思全部告诉了知父 知父没有听从 最后 知公仍然竭尽全力来为囚犯平反 囚犯出狱后 夫妻两人登门来叩谢说 先生这样的大恩大德 是近来少见的 现在您没有儿子 我们有个女儿 想送给您当一个小妾 这在礼法上是行得通的 知父准备了礼物 娶了那个女子 生下了知力 知力年轻时便中了科举 官至汉林孔木 知力生下知高 知高生了知禄 他们都曾为学官 知禄生了知大伦 大伦考中了进士 点评 这将加善之力的父亲 是刑事部门的官吏 有个囚犯无辜被判了重刑 他很哀怜这个囚犯 想为其求得生路 这个囚犯知道后 就告诉他的妻子说 知公的好意 很惭愧无以为报 明天请他到乡下 你就委身于他吧 如果他肯念在这个情分上 那么我就有活命的机会了 他的妻子哭着答应了 等到知公到的时候 这个囚犯的妻子就出来劝酒 把他丈夫的意思全部告诉给知公 知公不肯这样做 但还是尽力平反了这个冤案 这个囚犯出狱后 夫妻一起到知公家里磕头致谢道 像你这样大德的人 尽是少有 你没有子嗣 而我有个女儿 愿送给你作为侍奉左右的妾 这在情理上是行得通的 知公就备了聘礼 把这个囚犯的女儿收纳为妾 在中国古代 那妾的目的从典律上 理论上说是为了传宗接代 一经 顶封中载 得妾以其子 这个妾后来为知公生了儿子之力 刚到二十岁就中了举人 名列第一 职位一直坐到汉林院的孔木 知力的儿子之高 知高的儿子之禄 他们都被保健为学博 知禄的儿子之大轮 考中了近世 原文 凡此十条 所行不同 同归于善而已 若赴君而言之 则善有真 有假 有端 有趋 有阴 有阳 有氏 有非 有偏 有正 有伴 有满 有大 有小 有难 有义 皆当身辩 为善而不穷礼 则自卫行持 岂之造孽 枉费苦心 无义也 一文 以上共计十条 所行之事或有不同 但都可归于行善 如果更细地来分说 那么行善也有 真的和假的 有直的和趋的 有阴有阳 有对的也有错的 有偏的也有正的 有伴的也有满的 有大的也有小的 有难的也有义的 这些都应该深入分辨 行善事却不追究事物的情理 那么自以为自己在修行 却不知道有可能在作孽 这样的话就会枉费苦心 徒劳无益 点评 以上所说的十则故事 虽然所做的事各不相同 但共同的地方都是存善心 如果在经细说的话 那么做善事 有真的 有假的 有直的 有趋的 有阴的 有阳的 有对的 有错的 有正的 有伴的 有满的 有大的 有小的 有困难的 有容易的 其中不同 要仔细地身家辨别 事物都有一体两面 道德经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似恶以 皆知善之为善 似不善以 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 丑的概念也就存在了 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 恶的观念也就产生了 所以有无相生 难易相承 长短相行 高下相赢 如果只是做善事 而不推究做善事的道理 就自认为自己在行善事 哪知反而却是造孽 白白浪费了一片苦心 并没有任何好处 对于人们所行善事 要详细剖析 全面看待所作所为 通过对于各个方面的深入考察 也就能彰显出什么才是值得推崇的真正的善行 原文 何谓真假 稀有如生数倍 夜中风和尚 问曰 佛事论善恶报应 如影随行 今某人善 而子孙不兴 某人恶 而家门隆盛 佛说无机矣 中风云 凡情未敌 正眼未开 任善为恶 止恶为善 往往有之 不悍己知是非颠倒 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忽 众曰 善恶何至相反 中风令誓言 义人谓 利人欧人是恶 敬人理人是善 中风云 未必然也 义人谓 贪财妄取是恶 连结有守是善 中风云 未必然也 众人立言其壮 中风皆为不然 因请问 中风告之曰 有益于人是善 有益于己是恶 有益于人 则欧人 利人皆善也 有益于己 则敬人 理人皆恶也 事故人之行善 利人者公 公则为真 利己者私 私则为假 又根心者真 习记者假 又无为而为者真 有为而为者假 皆当自讨 一闻 什么是真假呢? 从前有几位儒生 半夜中风和尚 问他说 佛家说善恶报应 就像影子追随身体一样灵验 现在有一个人很好 但他的子孙却不兴旺 有一个人很坏 但他的家族却十分兴盛 佛家的说法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中风和尚说 凡人的情感没有抵挡干净 能认清事物本质的正眼没有打开 就会把善当作恶 把恶当作善 这也是常有的事 不去埋怨自己把是非颠倒 却反埋怨上天的报应有错误吗? 众人都说 你说的善恶怎么会相反呢? 中风和尚让他们试着举例来说明 一个人说 骂人 打人是恶 尊敬 礼遇别人是善 中风和尚说 不一定是这样的 一个人说 贪图财物去拿本非自己的东西是恶 清廉有操守是善 中风和尚说 不一定是这样的 众人都详细地说了各种形状 中风和尚都说 不一定这样 大家便请他解释一下 中风和尚告诉大家说 对别人有益 那就是善 对自己有益 那就是恶 如果能有益于别人 那么骂人 打人也是善 如果对自己有益 那么尊敬 礼遇别人也是恶 所以人们去行善 如果有利于他人 那就是为公 为公的就是真的 有利于自己的就是为私 为私的就是假的 另外 发自内心的也是真的 沿袭他人的就是假 还有不求任何回报 而行善的是真善 为了某种目的 而行善的是伪善 像这些道理 都需要自己认真的分辨 考察 点评 什么叫做真善 伪善 从前 有几个读书人 参见中风和尚 并质询佛教的善恶报应之理 佛家讲善恶报应 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 十分快捷灵验 这也是与佛教的因果说相联系的 因是能生 果是所生 有因则必有果 有果则必有因 这就是所谓的因果之理 佛教讲因果 有世间和出世间两种 所谓世间因果 即苦和及二地 苦是果 即是因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的 这种苦果 是因为过去生中造了夜阴即 由于夜历的牵引 所以感受人生的苦果 所谓出世间因果 即灭和道二地 灭灭是果 道是因 佛教认为要摆脱人生的痛苦 就要遵照佛陀的教法去修道 断除烦恼 以修道为因 将来正得涅槃 涅 正果 因果报应是佛家的重要学说 一般所说的报应 只是偏执做恶事得恶果而言 这几个读书人从看到的社会现实出发 对佛教的善恶报应理论予以劫难 他们举例说 现在有某人行善 他的子孙并不兴旺 某人是作恶的 但他的家庭事业却很发达 由此 他们认为佛家善恶报应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 而佛教的善恶报应之说 是与佛教的三世说相匹配的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循环不失 佛教认为 存在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因果经说 欲知过去因者 见其现在果 欲知未来果者 见其现在因 可见 人们现在所受的祸福 是以前世的善恶为因的 而现在的善恶 又会成为后世的因 中风和尚 不直接为善恶报应的理论做辩解 而是论述 何为真善 伪善 中风和尚说 一般人的世俗情见没有洗涤清净 因此还没有打开正知 正见的眼睛 常常有将真善视为恶 将真恶视为善的情况发生 不怪自己是非颠倒 却反过来埋怨上天的报应有了差错 佛典认为 人们以无常为常 以苦为乐 反于本真事里就有颠倒忘鉴 也正应了那句话 假作真实真亦假 大家迷惑不解 进而问道 善恶怎么会被弄反呢? 中风和尚就让他们试着举几个例子 一个人说道 骂人打人是恶 敬爱人 礼敬人是善 中风和尚说 未必都是这样 一个人说道 不择手段的贪爱钱财是恶 操守清白是善 中风和尚说 未必都是这样 大家纷纷将自己的看法提出来 但中风和尚都认为未必如此 所以 众人就向中风和尚请教 中风和尚告诉他们说 做有益于别人的事 是善 做有益于自己的事 是恶 春秋末年 剑客要离由吴子虚推荐给吴王 被派去刺杀在魏国避难的公子庆祭 要离为了取得庆祭的信任 行前请吴王杀掉自己妻儿 断己右手 然后假装出逃魏国 到了魏国后 又在庆祭面前大骂吴王 又向庆祭假献破无之策 与庆祭结为好友 后成庆祭不备 将其赐死 不知对于剑客要离为了别人 而杀妻断手 又要作何评价? 只要对别人有益 即使是打人、骂人也是善 周瑜打黄盖 为了获得整个战局的胜利 这也可以说是善了 当时曹操率兵八十万 攻打东吴 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 东吴大将黄盖向主帅周瑜献祭 愿受皮肉之苦以往曹营乍降 然后伺机实施火攻 击退曹军 周瑜采纳此祭 当周瑜召集中将议事时 黄盖故意大讲曹操不可打 要周瑜弃甲倒戈降曹 周瑜洋装大怒 令人把黄盖拖翻仗战局武时 使得曹操对黄盖投降深信不疑 后在东吴和曹操决战时 黄盖以献东吴良船为名 前往曹营乍降 而实际却只会装有引火物的船只来到曹营 顺丰点燃这些船只 成功地实行了火攻 大败曹操 如果只是对自己有意 那么即使恭敬人 礼敬人 也都是恶 前二世时 丞相赵高阴谋篡尝尾 但又恐怕群臣不服 于是在为动手夺权时先示一下自己的威信 他特地叫人 牵来一支路献给二世 并当着群臣的面指路为马 大臣们都畏惧赵高 所以有的人不敢作声 有些人为了讨好赵高 便歪曲事实 随声附和说 献上的是马 由此看来 这些指路为马的大臣虽然恭敬赵高 但其行径却实实在在的是恶 所以 人们做善事 能利益别人的就是出于公心 出于公心就是真善 大雨至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 视为至公 外举不避仇 内举不避子的齐黄阳也是大公无私之人 春秋晋平宫时 南阳地方缺了个长官 便征求大夫齐黄阳的意见 齐黄阳推荐了解姑 晋平宫很惊奇 问他 谢姑不是你的仇人吗? 你为什么要推举他? 齐黄阳坦然答道 大王您问我的是谁可以胜任南阳的长官 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 晋平宫觉得有理 就委任谢姑为南阳长官 谢姑到任后 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 受到百姓的普遍好评 不久 晋平要增加一个中军卫 晋平宫又请齐黄阳物色 齐黄阳推荐了齐武 晋平宫听了就说 你推举儿子 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齐黄阳答道 大王问谁可做中军卫 没有问齐武是不是我的儿子 孔子听到了上面两件事后称赞道 善哉 齐黄阳之论也 外举不避仇 内举不避子 齐黄阳可谓公义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公无私的美德 历史上无数的民族英雄 如岳飞 文天祥 七纪光等等 他们那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不屈不挠 历尽磨难 以身殉国的功 中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而只想自己得到利益的就是思 出于私心的就是伪善 而且发自内心 自觉的行善是真善 模仿别人 做表面文章的是伪善 伪善而不求任何回报的是真善 为了某种目的而求回报的是伪善 像这些道理 都需要自己认真的分辨 考察 原文 何谓端取 惊人见谨愿之事 类称为善而取之 圣人则宁取狂倦 至于谨愿之事 虽亦相皆好 而必以为德之贼 是世人之善恶 分明与圣人相反 推此一端 种种取舍 无有不谬 天地鬼神之福上或淫 皆与圣人同是非 而不与世俗同取舍 凡欲击善 绝不可殉耳目 唯从心缘引微处 默默洗涤 纯是济世之心 则为端 苟有一毫魅世之心 即为取 纯是爱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毫愤世之心 即为取 纯是敬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毫玩世之心 即为取 皆当戏变 一文 什么是直合区呢 现在人看到谨慎诚实的人 就一概把他们 称为好人并赞赏他们 而像孔子那样的圣人 却宁可欣赏狂倦的人 至于那些谨慎诚实的人 虽然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们 但孔子却认为他们是道德的败坏者 这样看来 世人的善恶 分明和孔子的善恶相反 从这一个例子来推测 便可以知道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取舍 没有不错误的 天地鬼神 对善人降下福报 给恶人降下灾祸 都与孔子有相同的是非标准 却与世俗之鉴不同 凡是想积累善行的人 绝不可以只为了让人看到和听到 只有从心灵最甚微的地方 默默地洗涤那些不好的东西 若纯粹是既是救人之心 就是直 若稍有一丝滑重取宠的想法 就是取 若纯粹是出于爱人之心 就是直 若有一丝愤世极俗之意的 就是取 若纯粹是出于尊敬别人的心理 就是直 若有一丝完事不公的想法 就是取 这些都应当仔细分辨 点评 什么叫做直 取 现在 人们看到小心谨慎 敦厚老实的人 大家都称 他为善人而肯定他 但是古时的圣贤宁愿欣赏 刚强不屈 有原则的人 至于一般看起来谨慎小心的所谓好人 虽然乡里都喜欢他 但由于 这种人个性柔弱 欠缺道德的勇气 圣人反而认为他是道德的败坏者 所以 世人所说的善恶 分明与圣人完全相反 从这件事上可以推知 世人对事物的种种肯定与否定 没有一件事没有差错的 天地鬼神庇佑善人 报应恶人 他们和圣贤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 而不是与世俗的人采取相同的看法 因此 凡是要行善积德的 绝不可只靠自己的眼睛所看见 耳朵所听见的来作为判断的依据 而应从内心最隐秘细微的地方 默默地省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并加以洗涤 净化 纯粹是一颗救济世人的心 这就是端 如果有丝毫讨好世俗的心 那就是取 纯粹是爱人的心 那就是端 如果有丝毫愤世嫉俗的心 那就是取 纯粹是尊敬他人的心 那就是端 如果有丝毫顽世不恭的心 那就是取 像这些都应当仔细地加以辨别 原文 何谓阴阳? 凡为善而人知知 则为阳善 为善而人不知 则为阴德 阴德 天报之 阳善 想是明 明 亦福也 明者 造物所济 是知想圣明 而实不负者 多有其祸 人之无过 就而横背恶明者 子孙往往咒发 阴阳之济危已灾 一文 什么是阴和阳呢? 凡是行善事 却要别人知道 那就是阳善 而行善事不让人知道 那就是阴德 人有阴德 上天会有福报 人有阳善 会享受世间的名声 名声 就是一种福报 不过 名声也是造物主所忌讳的 世上享有圣明 却明不复实的人 常常会遭受到意外的恨祸 那些没有过错 却无辜地背负恶明的人 子孙后代 却往往能飞黄腾达 阴 阳之间的关系 实在是太微妙了 点评 什么叫做阴 阳? 凡是做善事 而被大家知道的 就是阳善 做善事 而别人不知道的 就是阴德 有了阴德 上天会给予报偿的 阳善 则会给人带来好的名声 名声也是一种福责 但是 名声也是造物主所忌讳的 世上那些享有圣明 而实际上明识不相符的人 常常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灾祸 那些没有什么过错 却意外无辜地背上恶名的人 他的子孙 往往突然地飞黄腾达起来 阴阳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微妙了 阴阳观念 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 指缘器中相互矛盾的两种基本势力 或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阴阳观念 早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 其原意为日照的向北 后来此意逐渐丰富 阳代表积极、进曲、刚强等阳性特性 以及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 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等阴性特性 以及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 一细词提出了一阴阴阳之味道的命题 对阴阳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 相互转化做了哲学意义上的概括 老子以万物复阴而抱扬的命题 最先说明了阴阳的普遍性 阴阳观念作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对于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数、医学的发展 起过很大的作用 原文 何谓是非? 鲁国之法 鲁人有熟人臣妾于诸侯 皆受金于府 子贡熟人而不受金 孔子闻而悟之曰 赐诗之矣 夫圣人举誓 可以一封一俗 而教道可施于百姓 非独是己之行也 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重 受金则为不怜 何以相熟乎? 自今以后 不负熟人于诸侯矣 子鹿整人于逆 其人谢之以牛 子鹿受之 孔子喜曰 自今鲁国多整人于逆矣 自俗眼观之 子贡不受金为忧 子鹿之受牛为猎 孔子则取由而处刺焉 乃之人之为善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身而论天下 现行虽善 而其留足以害人 则似善而实非也 现行虽不善 而其留足以寄人 则非善而实事也 然此就一结论之耳 他如非义之义 非礼之礼 非信之信 非辞之词 皆当抉择 一闻 什么叫是? 什么叫非呢? 鲁国的法令规定 鲁国人如果能从别国诸侯那里 把被俘虏过去做奴仆的人赎回来 都可以得到官府的赏金 子贡把被俘虏的人赎回来 却没有接受官府的赏金 孔子听到以后便不高兴地说 子贡做得不对啊 凡是圣人做事 目的是要去一封一俗 这样好的教化便可以普及给百姓了 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去行事 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 子贡的做法就表示领了赏金就是不连结的人 那么 谁还愿意去赎人呢? 恐怕从今以后 不会再有人向诸侯赎人了 子鹿救了一个溺水的人 那人就送他一头牛作为酬谢 子鹿接受了 孔子高兴地说 从此以后 鲁国就会有很多人去拯救掉到谁里的人了 从俗人的眼光来看 子宫不接受赏金是高尚的 子鹿接受一头牛的谢礼是不好的 但孔子却赞赏子鹿而贬斥子贡 由此可知 对于人们所做善事的评价 不是要考虑现在的形式 而是要考虑延续的结果 不是要考虑一时的效果 而是要考虑永久的影响 不是要考虑自身的悔育 而是要考虑天下的风气 现在的形式虽然是好的 但其延续下来的结果 却是害人的 那就是表面看向善事 但其实却不是善事 现在的形式虽然看上去是不好的 但其延续的结果 却可以帮助别人 那就是表面看似乎不是好事 但实际上却是好事 不过 这还只是就其中的一部分来讨论的 其他比如 有些事像是不义 但其实是有义的 有些事像是无理 但其实是有理的 有些事像是不诚信 但其实是诚信的 有些事像是不慈爱 但其实是慈爱的 对这些事情的判断 都应当有自己的选择 点评 什么叫做事 非 在春秋时代 鲁国的法律规定 鲁国人如果能从别国诸侯那里 把被俘过去做臣妾的人赎回来 都可以得到官府的赏金 但是 子贡把被俘虏的人赎回来 却没有接受官府的赏金 孔子听到以后 很不高兴地说 子贡做得不对啊 凡是圣贤的人做任何事情 目的是可以改变不良的风俗 对百姓产生教化的作用 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而去行事 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 如果领了赏金 就被指责为不连结 变成贪财的人 那么 谁还愿意去赎人呢 恐怕从今以后 不会再有人向诸侯赎人了 子鹿救了一个溺水的人 那人就送他一头牛 以作为酬谢 子鹿接受了 孔子高兴地说 从此以后 鲁国就会有很多人去拯救掉到水里的人了 从世俗的眼光看来 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忧 而子鹿接受赠牛是烈 但是孔子却肯定赞赏子鹿 而否定 责备子贡 因此 可知人们行善 不能只看他当时的行动效果 还要看将来是否会产生弊端 不能只看一时的效应 还要用长久的目光看待 不能只看个人的得失 还要看对天下大众的影响 当时的行为虽好 而他所造成的影响 却足以遗害他人 那么看起来好像是善行 而其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行为虽不好 而他的影响 却会为别人带来好处 那么 虽然看起来不像是善行 而其实已经是了 当然 这些只是就一件事来讨论而已 其他情况 比如看似不易的一举 看似不合乎理数 而实际上却合乎理数的举动 看似不讲信用 而实际上却合乎中信原则的举动 看似缺乏慈爱 而实际上却大慈大悲的行为等 都应当加以辨别 原文 何谓偏证 西吕文义公出此相位 归故里 海内养之 如泰山北斗 有一厢人罪而立之 吕公不动 为其仆曰 罪者物与教也 闭门谢之 余年 其人犯死刑入狱 吕公使毁之约 使当时稍予计较 送公价则至 可以小成而大戒 吴当时只欲存心于厚 不畏养成其恶 以至于此 此以善心 而行恶事者也 一文 什么是偏和证呢? 从前吕原先生刚刚辞去宰相的职位 回到故乡 当时天下人都非常敬仰他 就像对待泰山和北斗星一样 有一个乡下人喝醉酒后辱骂他 吕先生不为所动 并对他的仆人说 不要和喝醉酒的人计较 并且关了门来避开他 过了一年 那个人因犯了死罪而被捕入狱 吕先生才懊悔地说 假使当时稍微与他计较一下 送到官府惩治一番 便可以通过小小的惩罚让他有所借据 我当时只想心存人后 没想到反而纵容了他的恶习 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就是以行善之心 却做了不善的事的例子 点评 什么叫做偏和证? 有一个好心而做了恶事的例子 从前吕文义公刚辞掉宰相的职位 回到故乡 因为他为官清廉、公正 所以受到人们的敬爱与尊重 就像对泰山、北极星一样 一位同乡的人喝醉酒后辱骂他 但他不为所动 对他的仆人说 喝醉酒的人 不要和他计较 于是关起门来 不予理睬 过了一年 那个人因犯了死罪 而被捕入狱 吕公才懊悔地说 假使当时稍微与他计较一下 送到官府惩治 可以通过小小的惩罚 而让他有所归戒 我当时只想心存人后 没想到反而纵容了他的恶习 已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 对于不良的行为 要及时制止 千里之堤 溃于乙穴 要防微杜贱 以便防患于未然 原文 又由以恶心而行善事者 如某家大富 直遂荒 穷民白昼抢宿于世 告知县 县不理 穷民欲似 遂私职而困辱之 众使定 不然 激乱以 故善者为正 恶者为偏 人皆知之 其以善心行恶事者 正中偏也 以恶心而行善事者 偏中正也 不可不知 一文 还有出于作恶之心 却行了善事的例子 例如 有一家很富 在荒年的时候 穷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街上抢夺粮食 富人便告到县衙 县 县里却置之不理 穷人便更加肆无忌惮 于是 富人便私下把这些穷人抓起来惩罚 那些抢粮的人才安定下来 要不这样 就可能会酿成大乱 所以 做善事是正 做坏事是偏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那些出于善心 却做了坏事的 却是正中的偏 而出于恶心 却做了善事的 是偏中的正 这些道理不可不知道 点评 也有出于恶心 而做了善事的 例如 有一家富人 实质荒年 穷人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街市上抢抢粮食 这家富人就告到县衙 县衙置之不理 穷人更加肆无忌惮 于是 她便私下叫人 把这些抢粮食的人抓起来羞辱 责罚 抢粮的民众才安定下来 如若不然 就要酿成大乱了 所以 善事是正 恶事是偏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些以善心而做了恶事的人 是正中偏 那些以恶心而做了善事的人 是偏中正 这些道理不可不知道 原文 何谓办满 一曰 善不羁 不足以成名 恶不羁 不足以灭身 书曰 善罪惯赢 如注物于气 勤而积之 则满 谢而不积 则不满 此义说也 义文 什么叫办 满呢 义经说 如果不积累善行 就不能成名 如果不积累恶行 也不会造成杀身之祸 尚书说 善咒王的罪恶 就像以绳穿钱 穿满了一罐 好像把东西装满了容器一样 勤奋的去积累 就是满 懈怠而不去积累 就是半 这是半和满的一种说法 点评 什么叫做半 满 义经上说 如果没有积累善行 就不能够成名 如果不积累恶行 也不会造成杀身之祸 尚书上说 善咒王的罪恶 就像以绳穿钱 穿满了一罐 好像把东西装满了容器一样 古代交涉银翼的帝王 所以被民众抛弃 就是因为他们日积月累的罪恶 庆竹难书 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焚书坑儒 严行俊法 穷奢极欲 挥霍无度 为了满足其奢侈欲望 建造厄旁宫及黎山墓 大兴土墓 大规模地巡行全国 使人民的租赋姚义异常繁重 他死后不久 便爆发了陈胜 吴广起义 秦王朝二世而亡 隋阳帝在位期间 迎建东都洛阳 修建宫殿和西苑 并开掘运河 开辟异道 尝四处巡游 所到之处 自以尼废挥霍 姚义科重 穷兵独武 各地农民起义不断 后被禁军将领与文化集等 一杀于江都 秦家积累 自然就会满了 懈怠而不去积累 那就不会满 这是办善 满善的一种说法 泰山不让寸壤 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救其身 任何事物的成长 都是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 所以力量的积累至为重要 《道德经》中也说 何报之墓 生于豪末 九层之台 岂于雷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原文 稀有某侍女入寺 欲诗而无才 只有钱二文 捐而语之 主席者亲未忏悔 即后入宫富贵 携数千金入寺设之 主僧为令其图回向而已 因问曰 无钱诗前二文 诗亲未忏悔 今诗数千金 而诗不回向 何也 曰 前者物虽薄 而诗心甚真 非老僧亲颤 不足报德 今物虽厚 而诗心不若前日之且 令人代颤足矣 此千金为半 而二文为满也 一文 从前有某人的女儿进入寺庙 想要施舍 却没有财物 只有二文钱 便捐出来给寺中僧人 寺里的主持亲自来为她忏悔 后来这个女子进入皇宫 从而大富大贵 她又带了几千两银子到寺庙来施舍 主持僧人却不过只让她的徒弟带她来为其回向而已 她不禁问道 我从前只施舍二文钱 师父亲自为我忏悔 现在我不施几千两银子 而师父反而不为我回向 这是为什么呢? 主持回答说 以前你不施的财物虽然少 而你施舍的心意却十分真诚 如果不是我老和尚亲自带你忏悔 便不足以报答你不施的功德 现在你不施的财物虽然丰厚 但不施的心意不如以前那次恳切 所以我叫人代为忏悔就足够了 这就是说千金也是半 而二文却为满 点评 从前有家女子到了寺庙里 想要不施却没有钱 只有两文钱而已 就都捐给了寺礼 寺礼的住持亲自为她忏悔 后来这个女子入了皇宫 大富大贵 带来数千两银子到寺礼不施 住持却只让她的徒弟带为回向而已 她不禁问道 我从前不施两文钱 师父亲自为我忏悔 现在我不施几千两银子 而师父反而不为我回向 这是为什么呢? 住持说 上次你不施的财物虽然少 而你施舍的心意却十分虔诚 如果不是我老和尚亲自代你忏悔 便不足以报答你不施的功德 现在你不施的财物虽然丰厚 但不施的心意不如上次那么恳切了 所以我叫人代为忏悔就足够了 这是千金为半善 而二文为满善 善心的满 半并不在于金钱的多少 而以心意的前程与否为衡量标准 原文 钟离受担于吕祖 点铁为金 可以祭祀 吕问曰 终殿否 曰 五百年后 当负本质 吕曰 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以 吾不愿为也 曰 修仙药基三千功行 如此一言 三千功行以满矣 一文 钟离全传授单方给吕洞斌 于是便可以点铁成金 用来祭祀救人 吕洞斌问道 点铁锁成的金子最终会再变回来吗 钟离全回答说 五百年后 就会恢复他的本质 吕洞斌说 这样的话 就会害了五百年后的人 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钟离全说 修炼成仙要积累三千件功德 你就这一句话 三千件功德就已经圆满了 这是半和满的又一种说法 点评 钟离全当初向吕洞斌传授炼丹的方法 点铁成金 可以用来行善济世 点铁为金也就是黄白术 是古代炼丹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以黄玉金 以白玉银 总称黄白 人们企图通过药物的点化 将金属变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甲金银 又称要金或要银 智取黄白的方计 即称黄白术 黄白术 道教创立后 继承了以往的黄白术成就 与外丹术同步发展 东晋葛红的《鲍蒲子》那篇中对黄白术有所论述 梁桃红景 赚有即金丹黄白方议卷 可惜早已亡议 唐代是黄白术的即盛期 唐皇室迷恋丹药 也丹于黄白 宋代是黄白术发展的于序时期 宋徽宗素号道术 当时受其宠幸的道士林林素 被赐号通贞达林玄妙先生 并授以金牌 任其自由出入宫禁 人称道家良府 即道教宰相 据记载林林素公积一己 有道人精于黄白之术 于妖间取妖少许 用手倾施于铜炉之上 则呈黄金 林林素因既此道人有异能 而从中作梗 使其不得面见皇上 宋以后 道教黄白术逐渐泥灭不传 因黄白术所造金银 只不过是一种合成金属 中视为假之物 所以历史上也不乏对此加以限制的法令 汉景帝前元六年曾下诏称 定住前伪黄金气势律 气势是古代死刑之一 在闹市对犯人执行死刑 尘尸接头示众 已视为大众所一气的刑法 秦汉以前已有气势刑 汉代的气势为斩首 未尽以后则为绞刑 气势的运用 主要为了达到杀意警百的恐吓作用 吕洞斌也是对于点铁成金的法术不甚信服 因而问道 点铁成金后还会变回原形吗 钟离泉说 五百年后就当复还本源 五百年当不是确切的说法 只为说明年代久远之后 点铁成金之物终会返回原形 吕洞斌说 这样将遗害五百年后的人了 我不愿做这样的事 不贪图一时的功力 而疑惑后人 钟离泉说 修炼成仙要先积满三千件功德 你的这一句话 三千件功德就已经圆满了 这是伴善 满善的又一种说法 原文 又为善而心不着善 则随所成就 皆得圆满 心这于善 虽终身勤力 只于办善而已 譬如以财寄人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失之物 是为三伦体空 是为一心清静 则陡肃可以重无牙之福 一闻可以消千劫之罪 倘此心未旺 虽黄金万亿 福不满也 此又一说也 一闻 另外 行善的时候 心中并不执着于行善 这样的话 就随便行什么善事 都可以得到圆满的结果 如果内心执着于行善 即使终生都勤奋而努力 也只不过算是办善而已 就好像拿财物来帮助别人 内心并不考虑自己 对外一不执着于他人 中间也并不执着于施舍的财物 这就叫做三伦清静 也叫做一心清静 这样的话 一斗米便可以揭出无边无际的福报 一闻钱便可以消除千万年的罪孽 倘若内心不能忘记所行的善事 即使施舍了万两黄金 福报仍然不得圆满 这是伴和满的又一种说法 点评 另外 行善而心里不想着这是善行 那么随便做什么样的善事 都会很圆满 如果心里总想着自己是在行善 虽然终生都很勤勉地做善事 也只能算是办善而已 譬如以财物来帮助别人 内不见自己 外不见所帮助的人 中不见所不失的财物 这就叫做三伦体空 一心清静 那么一斗米就可以种出无限的福泽 一闻钱都可以消你一千劫所造的罪孽 如果这个心不能忘怀所做的善事 那么哪怕施舍万两黄金 还是不能得到圆满的福 这又是伴善满善的一种说法 原文 何谓大小 西魏仲达为管职 被设至名思 主者命力成善恶二路 彼至 则物路迎庭 其善路一轴 仅如柱而已 所称称之 则迎庭者反轻 而如柱者反重 仲达曰 某年未寺时 安得过恶如是多乎 曰 一念不正即是 不待饭也 因问轴中所书何事 曰 朝廷长兴大功 修三山石桥 君尚书见智 此书稿也 仲达曰 某虽言 朝廷不从 于事无补 而能有如事之力 曰 朝廷虽不从 君之一念 已在万民 相使听从 善力更大矣 故智在天下国家 则善虽少而大 苟在一身 虽多亦小 义文 什么叫大 小呢 从前有个魏仲达在汉林院任职 他的魂魄被射到阴曹地府 阎王让鬼力把他的善恶记录呈上来 等到这两份册子送到后 记录恶事册子堆满了庭院 记录善事的册子却只有一小卷轴 不过像筷子一样粗 拿撑来撑凉 却发现满院的作恶记录反而很轻 而像筷子那样粗细的膳事记录反而很重 魏仲达说 我还不到四十岁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过失 罪恶 阎王说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 就是罪过 不一定要等你犯了以后才算 魏仲达又问那个卷轴中记录的是什么事 阎王回答说 朝廷曾想要大兴土木 修建三山石桥 你上了奏章来劝阻此事 这就是你的奏书草稿 魏仲达说 我虽然觐见了 但朝廷并没有采纳 于事无补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功德 阎王说 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建议 但你有这样的念头 便已经公在万民了 如果朝廷听从你的建议 那么善的功德就更大了 所以 志向在全天下和国家的 善事即使少 其福报却会很大 如果旨在自己的 哪怕善事很多 其福报却只会很小 点评 什么叫做大 小 从前有位魏仲达 在汉林院任职 有一次他的魂魄被射到阴曹地府 在那里接受审判 魏仲达到达阴曹地府后 阎王让鬼力把他的善恶记录呈上来 等到这两份册子送上来 关于他的恶事的记录堆满了庭院 不可圣计 而关于善事的记录却只有一小卷轴 仅如筷子般大小 拿称来称量 发现迎庭的恶的记录反而轻 而如筷子般大小的善事记录的卷轴 反而重 魏仲达不解 于是说道 我还不到四十岁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过失 罪恶 阎王说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 就是罪过 不一定要等你犯了以后才算 魏仲达又问那个卷轴中所记录的是什么事 阎王回答说 朝廷曾想要大兴土木 修建三山石桥 你尚书劝阻此事 免得劳民伤财 这卷轴中是你的奏书草稿 魏仲达说 我虽然说了 但朝廷并没有采纳 于事无补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功德 阎王说 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建议 但你的这个念头是为千万的老百姓着想 如果朝廷听从你的建议 那么善的功德就更大了 原文 何谓难易 先如未克己 须从南克处克将去 夫子论为人 一约先南 必如江西书翁 舍二年仅得之数修 戴偿官银 而全人夫妇 与邯郸张翁 舍十年所积之前 戴完赎银 而活人妻子 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 如震将进翁 虽年老吴子 不仁以幼女为妾 而还之邻 此难忍处能人也 故天降之福亦后 凡有才有侍者 其利得皆义 义而不为 是为自暴 贫贱作福皆难 难而能为 思可贵而 义文 什么叫难?义? 儒家先生说 要克制自己的私欲 就要先从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 孔夫子在论述为人的问题时 也说要先从最难的地方做起 一定要像江西的一位书老先生 拿出两年交书的报酬 这仅有的收入 代替别人 偿还欠官府的钱 从而保全了一对夫妇 还有河北邯郸的张老先生 拿出十年的积蓄 带人交还赎金 从而就还了别人的妻儿 这都是将难以割舍的东西施舍给别人 比如江苏镇江的晋老先生 虽然年老没有儿子 但还是不忍心耐幼女为妾 而将其送还给邻居 这是在难以忍耐的情况下 而能够克制自己 所以上天也会降下更多的福报 凡事有才有事的人 要想行善利得都很容易 容易而不去做 那是自暴自弃 贫贱的人要行善 修福是很难的 艰难而能去做 这就十分可贵了 点评 什么叫做难行 易行的善 儒家先生说 要克制自己的私欲 就要从难克除的地方做起 孔夫子在论述为人的问题时 也说要先从最难的地方做起 一定要像江西的一位书老先生 拿出两年所正得的交书的酬金 代替别人 偿还欠给官府的田妇 从而不致使别人夫妇被拆散 又如河北邯郸的张老先生 拿出十年的积蓄 代人交还赎金 而就还了别人的妻儿 这都是将难以割舍的东西施舍给别人 比如江苏震江的晋老先生 虽然年老没有儿子 但还是不忍心耐幼女为妾 而将其送还 这些都是在难以忍耐的情况下而能够克制自己 上天必定会降给他们丰厚的福责 凡事有才有事的人 要想行善利得都很容易 容易而不去做 那是自暴自弃 贫贱的人要行善修福报是很难的 艰难而能去做 这就十分可贵了 原文 随缘济众 其类至凡 约言其刚 大约有时 第一 与人为善 第二 爱尽存心 第三 成人之美 第四 劝人为善 第五 救人危急 第六 兴建大理 第七 舍财作福 第八 护持正法 第九 敬重尊长 第十 爱惜悟命 一文 随缘去记住众人的事情 其种类非常繁多 简单地来列举条目 大概有十种 第一 与人为善 第二 第二 爱尽存心 第三 成人之美 第四 劝人为善 第五 救人危急 第六 兴建大力 第七 舍财作福 第八 护持正法 第九 敬重尊长 第十 爱惜悟命 点评 随顺基缘 而去做记住别人的事情 并不刻意去做善事 这类事情的种类繁多 文中所列大概有十种 此十种多为传统的民族道德 原文 何谓与人为善 西顺在雷则 见语者皆取身谈后则 而老弱则于于极流浅滩之中 策然哀之 枉而于焉 建争者皆逆其过而不谈 见有让者 则于阳而取法之 七年 皆以身谈后则相让以 复以顺之明者 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灾 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 此粮功苦心也 一文 什么叫与人为善 从前大顺在雷则之中 看见打鱼的人都选谈身于多的地方 而年老体弱的渔夫便只能在水流湍急的浅滩中捉鱼 甚狠怜悯他们便自己也去打鱼 看见有人争夺的时候便逼而不谈 看到有人互相谦让的 就赞赏宣扬并效法他们 过了一年 大家都把谈身于多的地方相互谦让出来 以顺的聪明睿智 难道不能说句话来教导众人吗 这是因为他不用言语教导 而是以身作则来转变人们的思想行为 这正是教导众人的良苦用心啊 点评 什么叫做与人为善 从前顺在雷则 看见打鱼的人都选谈身于多的地方 而年老体弱的渔夫便只能在水流湍急的浅滩中捉鱼 顺看到后很敏测哀怜他们 于是他自己也去打鱼 看见有人争抢 对于他们的行为不加评判 看见有彼此谦让的 他就加以赞赏宣扬并效法他们 过了一年 大家都把谈身于多的地方相互谦让出来 当时以顺的聪明睿智 难道不能说几句话来教导大家吗 这是因为他不用言语教导 而是以身作则来转变人们的思想行为 这真是用心良苦啊 孔子讲其身正 不令而从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论语 子路 以身作则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别人做出榜样 要求别人遵守的 自己首先遵守 要求别人不做的 自己首先不做 处处起模范作用 是有修养的体现 原文 无备触默示 勿以己之常而盖人 勿以己之善而行人 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收敛才智 若无若虚 见人过失 且寒荣而掩复之 亦则令其可改 亦则令其有所顾忌 而不敢纵 见人有微长可取 小善可路 凡然舍己而从之 且为厌称而广述之 凡日用间 发一言 行一事 全部为自己启念 全是为物利责 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 一文 我们正处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时代里 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来盖过别人 不要用自己的善行来与别人相比 不要用自己的才能来难为别人 应该收敛自己的才智 让自己似乎没有什么才能一样 看到别人的过失 要能宽容并尽量帮他遮掩 一来让他有改正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让他有所顾忌而不敢放纵 看到别人有一点长处可取 有一点善行可以记录 要立刻舍弃自己的来学习 而且要大家称赞与宣扬 凡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都不是出于为自己的私心 而是要为社会树立典范 这才是君子天下为公的气度 点评 我们处在社会风气败坏的年代 不可以自己的长处来掩盖别人的长处 不可以自己的善行来与别人相比较 不可以自己的才能来难为别人 收敛才智虚怀弱骨 就像自己没有才识的样子 了凡先生的本意是要劝导人们谦逊包容 其实收敛才智也可以成为一种谋略 宋代大将狄青就曾以这种大智若鱼之法 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狄青不信鬼神 一次 他率军出战 应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没有什么把握 要想法来鼓舞自己的士气 于是大军刚出桂林之南 便拿出一百个铜钱与神约定说 如果我的军队真能取得大胜的话 就请您显灵 让铜钱的正面都向上 左右官员以为此法愚蠢 都劝他不要这样做 担心弱不如意 会动摇军心 狄青不听劝告 一定要置铜钱 这时 成千上万的官兵都紧张地注视着狄青 只见他挥手一掷 一百枚铜钱落地 铜钱的正面竟然全部向上 于是全军欢呼 士气倍增 果然打了胜仗 凯旋后 取出风于原地的铜钱一看 原来一百枚铜钱的正反两面都是一样的 狄青是故意装作于不可及 而实则聪明绝顶 看到别人的过失 就要多多包涵 为他掩盖 一方面让他有自我改过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有所顾忌 而不敢放纵 看到别人有一点点的长处可供学习 有小小的善心善行 都要舍弃自己的成见 学习他的长处 并且为他们赞叹 广为宣传 孔子也说过 三人行 必由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见贤思其 自己见到别人的优点 就要努力学习 而见到别人的缺点 就要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凡是在日常生活中 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 都不是出于为自己考虑 而是要为社会树立典范 这才是君子以天下为公的气度 这也深合传统内圣外王的思想 内圣外王是先秦道家提出的理想人格 后是儒者亦以此标榜 也就是要内有圣人之道德 是生死唯一 与天地并存 顺任自然 与造化同网 而不傲施万物 外有王者之名 失王者之正 原文 何谓爱敬存心 君子与小人 就行计官 常义相混 为一点存心处 则善恶玄绝 派然如黑白之相反 故曰 君子所以异于忍者 以其存心也 君子所存之心 只是爱人敬人之心 盖人有亲疏贵贱 有志于贤不孝 万品不齐 皆无同胞 皆无一体 除非当敬爱者 爱敬众人 即是爱敬圣贤 能通众人之志 即是通圣贤之志 何者 圣贤之志 本欲私事私人 各得其所 无和爱和敬 而安一世之人 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 一文 什么叫爱敬存心 君子和小人 从表面现象看来 常常容易混淆 只有这一点存心 善 恶相差悬殊 如同黑与白那样截然相反 所以说 君子之所以与一般人不同 就在于他们的存心 君子所存的心 只有爱人敬人的心 人有亲近 疏远 高贵 低贱之分 有聪明 愚笨 贤坏之别 然而千万人的品质虽不相同 却都是我们的同胞 也都与我们是一体的 哪个不是应当尊敬 爱护的呢? 爱护并尊敬众人 就是爱护和尊敬圣贤 能够与众人心智相通 也是能通圣贤之人的心智 为什么呢? 圣贤之人的心智 本来就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各得其所 我们对这些人都爱护 尊敬 这样来安定整个世界上的人 也就是代替圣贤来安定他们 点评 什么叫做爱敬存心? 君子与小人 从表面现象看来 常常容易混淆 只有这一点存心 善、恶相差悬殊 如同黑与白那样截然相反 所以说 君子之所以与一般人不同 就在于他们的存心 君子所存的心 只有爱人敬人的心 尽管人有亲疏贵贱 至于贤不孝 千差万别 但都是我们的同胞 都是一体的 难道不是我们应当敬爱的吗? 论语 子录中说君子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 也就是既能保持个性 又能与自己嗜好不同 意见不一的人调和相处 庄子更进一步 要其万物 认为 万物是等同 其一 没有差别的 庄子从道生万物出发 把万物 视为道物化的暂时形态 在他看来 万物的形态变动不拘 并非真实的存在 它们循环变异 复归于道 因此 事物没有质的稳定性 从道的观点来看 事物之间并不存在大小 长短 久赞的差别 差别的出现 完全是人们主体赋予的 爱敬众人 就是爱敬圣贤 能够与众人心心相通 也就是与圣贤心心相通 为什么呢? 圣贤的心意 本来就是要世界上的人 都能够安居乐业 各得其所 我普遍爱敬世人 使他们安泰 那也就是代替圣贤 使他们安泰 原文 何谓成人之美? 欲之在实 抵制则瓦力 追着则规章 故凡见人行一善事 或其人质可取 而资可尽 皆须诱掖而成就之 或为之讲解 或为之维持 或为白其乌而分其棒 勿使成立而后矣 一文 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 欲本来藏在石头里 如果不去寻找或者扔掉 那就与瓦力无异 如果四处寻找 并精心雕琢 那就成为了贵重的规招 所以 凡是看到有人做了一件善事 或是这个人的志向有可取的地方 并且资质有进步的潜力 都一定要引导和讲业 从而极力成就他 或者称赞鼓励 或是协助扶持 或是为他辩白诬陷 分担诽谤 总之 一定要使他有所成就之后才停止 点评 什么叫做成人之美? 欲本来是在石头里面 抛弃不顾 也就与瓦力无异 如果精心雕琢 就成为了贵重的归杖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 事故古之王者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朴欲不经过一番琢磨 就成不了贵重的欲气 同样 人不经过一番教育 就不懂得政治和伦常的大道理 所以 自古帝王要建立国家 统治人民 首先要从教育方面着手 并且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所以 只要见到别人做一件善事 或是这个人的志向有可取的地方 很有前途 都要引导和辅助 而极力成就他 或是称赞鼓励 或是协助扶持 或是为他辩白诬陷 分担诽谤 总之 一定要使他有所成就 方才罢手 原文 大抵人格勿其非类 乡人之善者少 不善者多 善人再俗 亦难自立 且豪杰争争 不慎修行计 多亦指摘 故善事常一败 而善人常得棒 为人人长者 匡职而辅一知 其功德最宏 义文 大概来说 一般人都厌恶那些 与自己不同的人 乡下善良的人 少而不善的人多 所以 善人如果处在世俗之中 也难以自立 而且 凡是英雄豪杰 都铁骨铮铮 不太注重礼法与规矩 所以 大多容易被找出毛病来指责 因此 做好事反倒容易失败 好人也常常被毁报 只有人后的长者去修正并辅佐善人的善行 这样才会有更多宏大的功德 点评 大概一般人都厌恶一己 乡里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 那么善人就常会受到不善的人的排挤 所以 人要成为善人 有为之人 其所处的环境就显得尤其重要 为了孟子有个好的成长环境 孟母三千 择临而居 孟母带着幼年的孟子 其初住在一所公墓附近 孟子看见人家哭哭哀哀埋葬死人 他也学着玩 孟母认为 这样不合适 立刻搬家 住到集市附近 孟子看见商人自吹自夸地卖东西赚钱 他又学着玩 孟母觉得 这样也不好 又将家搬到了学堂的附近 这时 孟子开始学习礼节 并要求上学 孟母深感欣慰 认为自己 找到了合适的住处 在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的世俗环境里 善人很难自己立得住脚 正如庄子所说 沐秀于林 封闭催之 堆出于暗 游必吞之 行高于人 重必飞之 并且豪杰刚正不阿 不修边幅 多容易被批评指责 所以 做善事常常容易失败 善人也常常被毁报 面对如此险恶的外部环境 姚凡先生认为只有靠人人长者端正人们的行为 并辅佐善人行善 匡扶正义 才能有所改变 并且 这样做的功德也是很宏大的 原文 何谓劝人为善 身为人类 孰无良心 事录异役 罪亦莫逆 凡与人相处 当方便提思 开其迷惑 辟有长夜大梦 而令之一教 辟有九线烦恼 而拔之清凉 为惠罪谱 韩玉云 一时劝人以口 百事劝人以书 教之与人为善 虽有行计 然对症发药 时有其笑 不可费也 诗言诗人 当反无智 一文 什么叫劝人为善 生而为人 谁能没有良心 但在俗世之路上追逐奔走 又最容易沉迷堕落 因此 凡事与人相处 应当在合适的时候 指点提醒别人 打开他们的迷惑 就好像在长夜漫漫的梦境中 让他们觉醒过来 还好像有人长久地呈现于烦恼之中 要把他拔出到清阳自在的境界中来 这样做的恩惠最为广博 韩玉说 短时间规劝别人要用口 要在百事里劝人就要用书 这种劝人为善的方法和与人为善相比较 虽然把痕迹显露在外 但这是对症下药 时常会有神奇的笑咽 所以不可以废除 如果出现对不该说的人进行规劝 和对该说的人没有规劝的情形 那就应当反过来考察自己的智慧 点评 什么叫做劝人为善 人生在世 谁能没有良心 而人在尘世中庸庸碌碌碌 最容易沉迷堕落 因此 凡是与人相处 应当设法指点提醒对方 譬如在长夜漫漫的梦境中 令其醒觉过来 譬如长久地呈现于烦恼之中 而把他拔出烦恼 使其清凉自在 这样做的恩惠最为广博 韩玉说 一时劝人以口 百事劝人以输 这种劝人为善 和与人为善相比较 虽然行迹显露于外 但是对症下药 时常会有神奇的笑咽 所以不可以废除 如果有诗言诗人的情形 也就是 有的人可以和他交谈 却不与他交谈 有的人不可以和他交谈 却和他交谈 即如论语 拥也中记载孔子之言说 中人以上 可以与上也 中人以下 不可以与上也 所以就有诸云 圣人知道 经粗虽无二智 但其失教 则必因其财而堵焉 也就是要注意到 个人资质的不同 因财失教 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诗言诗人的问题 那是因为自己智慧不够 应当反省自己 原文 何谓救人危急 患难颠沛 人所时有 偶依欲知 当如通关在身 素为解救 或以一言伸其趋役 或以多方寄其颠连 催子曰 会不再大 富人之极可也 盖人人之言哉 一文 什么叫救人危急 处于患难或流离失所的情况 是人们时常会遇到的 如果偶然遇到处于困境中的人 就应当像痛苦在自己身上一样 尽快将他解救 或者说一句话来为他申辩冤屈 或者想方设法救济他的困苦 催子说 恩惠不再大小 只要能够救人于危急就可以了 这真是仁德之人所说的话啊 点评 所谓救人危急 就是在人们时常会遇到的艰难困苦的情况 如果偶然遇到处于困境中的人 就像自己感同身受一样 赶快将他解救 或者说句话为他申辩冤屈 或者想方设法救济他的困苦 催子说 恩惠不再大 只要能够救人于危急就可以了 这真是仁德之人所说的话啊 原文 何谓兴建大力 小儿一乡之内 大儿一义之中 凡有利益 罪易兴建 或开渠岛水 或筑低防患 或修桥梁 以便行旅 或施茶饭 以寄饥 饥饥渴 随缘劝导 协力兴修 勿必贤疑 勿辞劳 义文 什么叫兴建大力 小到一个乡村 大到一个城镇 凡是对大家有利的事 最应该去做 或者挖取银水 或者筑低防患 或者修建桥梁 以方便过往的人通行 或施舍茶饭 以洲际人的饥渴 一有机会就劝导大家 齐心协力做有益的事 不必害怕会有嫌疑 也不要躲避辛苦和埋怨 点评 什么叫做兴建大力 小在一乡之中 大到一线之内 凡是对大家有利的事 最应该去做 勿以善小而不为 或者开取岛水 或者筑低防患 或者修建桥梁 以方便通行 或施舍茶饭 以解除饥渴 一有机会就劝导大家 齐心协力兴建公益 不必避免嫌疑 不要害怕辛劳 原文 何谓舍财作福 世门万行 以不施为先 所谓不施者 只是舍之一字耳 达者内舍六根 外舍六臣 一切所有 无不舍者 苟非能然 先从财上不施 世人以衣食为命 故财为罪重 无从而舍之 内以破无之谦 外以寄人之吉 使而勉强 忠则泰然 最可以当敌私情 驱除直令 义文 什么叫舍财作福 佛门千千万万的善行之中 以不施财物最为重要 所谓不施 其实就只是一个舍字 通达的人内可以舍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外可以舍掉色、生、香、胃、处、法六臣 所有的一切 没有舍不得的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先从不失财物上做起 世人靠衣食维持生命 所以将财物看得最重 我却将财物舍掉 内可以破除我的吝啬之心 外可以救人于危急 一开始可能会有些勉为其难 最终则会泰然处之 这样最有助于洗涤自己的私心 去除执着贪恋之念 点评 什么叫做舍财做福? 佛门的诸多善行中 以不施最为重要 佛教认为 不施具有无上功德 是一种把福利施于他人 累积功德 以求个人解脱的修行方法 小圣佛教将不施分作才施 法施两种 才施只将各种财物不施于人 目的在破除个人的吝啬和贪心 以免除未来世的贫困 法施只向人说法传教 目的使人成就解脱之志 大成佛教将不施与大慈大悲的教义相联系 用于普度众生 故不施的对象便及一切友情 并把它纳入大成佛教的修习方法六度之中 六度 意味使人们由生死此案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途径和方法 所谓不施 就只是一个舍字 明白通达的人类可以舍掉眼 耳 敌 舌 身 意六根 外可以舍掉闪 生 香 畏 处 法六臣 所有的一切 没有舍不得的 外无所攀缘的万法 内心又无一时生起 庄子亦有无丧我的观念 出自庄子 其物论 无视我 真我 丧为妄 妄我未去除自我偏见或意识 只妄记自我 与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的境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先从不失财物上做起 世人靠衣食维持生存 所以将财物看得最重 我却将财物舍掉 那可以破除我的吝啬之心 外可以救人于危急 一开始可能会有些勉为其难 最终则会泰然处置 这样最有助于洗涤干净自己的私心 去除执着贪恋的念想 原文 何谓护持正法 法者 万事生灵之眼目也 不有正法 何以参赞天地 何以财成万物 何以脱臣离腹 何以惊世出世 故凡见圣贤妙貌 经书典籍 皆当敬重而羞斥之 至于举阳正法 上报佛恩 由当勉力 一文 什么叫护持正法 所谓的法 是万事生灵的眼目 没有正法 拿什么去参与谋划天地的造化 拿什么去分别万物 拿什么来挣脱臣世的束缚 拿什么来经理事物以达到出世的境界 所以 凡是看到圣贤和佛家的像 经书典籍 都应当敬重并加以修善整理 至于弘扬正法 报答佛祖超度的弘恩 尤其应当劝勉鼓励 点评 本段主要解释什么叫做护持正法 法是万事生灵的眼目 没有正法 怎么可以去参与天地的造化 怎么可以使天地万物有序的话域生长 怎么可以挣脱臣世的束缚 怎么可以经理事物 超脱虚幻的世间束缚 所以 凡是看到圣贤的妙语形象 经书典籍 都应当敬重 而加以修善整理 至于弘扬正法 报答佛祖超度的恩德 尤其应当劝勉鼓励 原文 何谓敬重尊长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与凡年高 德高 魏高 时高者 皆当加以奉侍 在家而奉侍父母 使身爱婉容 柔生下气 习以成性 便是何弃隔天之本 出而弑君 行义事 无畏君 不知而自自也 行义人 无畏君 不知而作威也 弑君如天 古人格论 此等处最观音德 视看忠孝之家 子孙未有不免远而昌圣者 切须甚之 一文 什么叫敬重尊长 异家的父亲 兄长 异国的君主 长官 以及凡是年事高 德性高 职位高 实践高的人 都应当小心服侍 在家里服侍父母 要内本之于深爱 外表和颜悦色 时间久了 便成为本性 这就是和气感通上天的根本 在外侍奉君王 每做一件事情 不要以为君王不知道 就自以妄为 每惩罚一个人 不要以为君王不知道 就作威作福 侍奉君王 就要像侍奉上天一样 这是古人的格言 而这些方面 与人的殷德最有关联 视看忠孝的人家 子孙没有不连绵不绝 而且兴隆昌盛的 所以 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 点评 什么叫做敬重尊长 家庭中的父兄 国家的君长 以及凡是年事高 德性高 职位高 实践高的人 都应当小心服侍 古代社会家国同构 家庭与国家 社会的结构是相同的 君 臣 民是古代传统的社会结构 他不过是放大了的家庭结构 君主相当于社会中的家长 居统治地位 负责发号施令 成为社会里的家属 负责执行君主的命令 管理人民 民 则为社会中的家奴 为社会的最底层 身修而后家旗 家旗而后国制 国制而后天下平 自身修养好了 家政治理好了 国家也就能治理好了 所以 服侍好父母 才能侍奉好君主 在家里服侍父母 要和颜悦色 柔生下气 养成习惯 以成本性 这就是何气感通上天 在外侍奉君王 每做一件事情 不要以为君王不知道 就自以妄为 每行训一个人 不要以为君王不知道 而作威作福 侍奉君王 就像侍奉上天一样 这方面与人的因德关联最为密切 是看忠孝的人家 子孙没有不连绵不断 而且兴隆昌盛的 所以 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 古代中国深受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 三纲五常来源于先秦儒家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伦理思想 和仁义道德的说教 董仲书为论证其合理性和永恒性 用天人感应论给三纲五常 披上了神学外依 认为君臣 父子 夫妻之义 皆取于阴阳之道 君为阳 臣为阴 父为阳 子为阴 父为阳 妻为阴 天之道 就是阳尊因卑 阳贵因见 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 因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臣是君 子是父 妻是夫 是天经地义 因为君为臣刚是第一刚 君主秉天义而行事 所以 君主依天义而行事 谁也不能违背 是君如是天 否则 尚为天义 下抗君主 违背五常 必遭惩罚 董仲书宣布 天不变 道义不变 因此 三纲五常依据天意 永远也不能改变 这就是三纲五常固定化 系统化 神学化了 三纲五常学说 是儒家宗法等级思想和宗法等级制度的最直接 最典型的表现 原文 何谓爱惜悟命 凡人之所以为仁者 为此测饮之心而已 求仁者求此 积德者积此 周礼 孟春之月 牺牲无用聘 孟子为君子远刨除 所以全无测饮之心也 故前辈有四不识之戒 为文杀不识 剑杀不识 自养者不识 专为我杀者不识 学者未能断肉 且当从此戒之 一文 什么叫爱惜悟命 人之所以成为人 就是因为人都有测饮之心罢了 追求人的人就是要求这个 积累德性的人也是要积这个 周礼说 早春的时候 祭祀用的牲畜 不要用母的 孟子说 君子应当远离厨房 这就是为了要保全我们的测饮之心 所以 前辈就有四不识的禁忌 是说 听到宰杀声音的不吃 看到宰杀场面的不吃 自己喂养的不吃 专门为我宰杀的不吃 人们无法完全断绝吃肉 就应当先从这几条来借 点评 人之所以算作是人 就是因为人有测饮之心 求人的就是要求这些 积得的也是要积这些 测饮之心集中反映了孟子的道德起源论和人性论 孟子认为 人生来的本性中就有善的因素 他说 人性之善也 有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 在他看来 人性本身是善的 这是一种天生的本性 测饮之心人人具有 孟子还进一步认为 测饮之心是仁义的开始 他把测饮之心 修悟之心 慈让之心 是非之心 叫做四端 四端如能发展起来 就形成了人 义 理 至四德 四德是四端的发展 有了四德人 就具有了善心 那么 为什么有些人不仅不善 反而凶狠残暴 他认为 那是因为 这些人不注意善的方面 不注意培养和扩大善的结果 也就是 没有发扬测饮之心的结果 周理尚说 早春的时候 祭祀用的牲畜 不要用母的 孟子说 君子应当远离厨房 这就是为了要保全我们的测饮之心 所以 前辈就有四不时的禁忌 说的是 听到宰杀的声音不时 看到宰杀的场面不时 自己喂养的不时 专门为我而宰杀的不时 后来的人们 无法断绝吃肉 不妨先从这几条开始进界做起 原文 渐渐增进 慈心欲长 不特杀生当界 蠢动寒灵 皆为悟命 求斯竹简 除地杀虫 念衣食之由来 皆杀彼以自活 故抱铁之孽 当与杀生等 至于守所误伤 足所误见者 不知其己 皆当委屈防之 古诗云 艾蜀长留饭 莲鹅不点灯 何其人也 一文 循序渐进 慈悲之心不断增长 不只是应当借除杀生 那些蠢动的动物其实也都有灵性 也都是有生命的 抽取蚕丝时要竹简 除地的时候要杀死虫子 想想我们衣食的由来 都是以杀害别的生命来养活自己 所以 糟蹋浪费衣食的罪孽 应当与杀生等同 至于手下误伤的 脚下误彩的 不知道有多少 都应该想方设法的去防止 古诗说 艾蜀长留饭 莲鹅不点灯 这是多么仁慈啊 点评 循序渐进 日积月累 慈悲心不断增长 不只是应当禁戒杀生 包括低等生物等一切众生 都是有生命的 都应当爱惜 抽取蚕丝时要竹简 除草耕地时要杀死虫子 想想我们衣食的由来 都是以杀害别的生命来存活自己 所以 糟蹋 毁坏衣食的罪孽 实在是与杀生相等同 至于手下物伤的 脚下物彩的 不知道有多少 都应该想方设法地仔细提防 古诗说 爱蜀长留饭 莲鹅不点灯 这是多么仁慈啊 人要以慈悲为怀 与地球上的各种物种和谐相处 不可以自我为中心 肆意攫取自然资源 原文 善行无穷 不能单数 由此时势而推广之 则万得可备以 一文 善行是无穷无尽的 无法仔细罗列陈述 由这十件事推而广之 那么各种德行就都可以完备了 点评 善行无穷无尽 一时难以说尽 由这十个方面推演开来 那么各种德行就都完备了 善是善行 难以详述殆尽 即使举例十分完备 仍难将全部都网罗进去 卦一漏万 也就在所难免 唯有提纲窃领地列出几个条目 方免故此失彼之余 第四篇 千德之孝 原文 一曰 天道亏盈而一千 地道便盈而流千 鬼神亥盈而扶千 人道恶盈而耗千 事故千之一卦 六摇皆急 书曰 满昭损 千受益 与吕同诸公应事 每件寒事将达 必有一段千光可居 一文 一经说 上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的 地的规律是改变满盈而流向千下的 鬼神是损害盈满而服幼千让的 人的心里是厌恶盈满而爱好谦虚的 所以牵挂中的六摇都是吉利的 上书说 盈满会招来亏损 千须会收获益处 我多次同大家一起参加科举考试 每次见到有贫寒低世子将要发达 就必定会先有一段千须的光彩流露出来 点评 了凡先生争吟古书 以说明谦虚之德的重要 一经说 天道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的 地道的规律是改变盈满而流向千下的 鬼神是损害盈满而服幼千让的 人的心里是厌恶盈满而爱好谦虚的 此举天道、地道、鬼神、人道为例 说明宇宙间的势力无不易满浮千 《道德经》将道、天、地、人称之为宇宙的四大 并且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音符经》也说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人同构 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宇宙 与天地的运行规律相一致 人只要了解天地运行的规律 效法自然、修身养性 就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世合其絮、与鬼神合其吉凶 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牵挂中的六谣都是极力的 上书中说 盈满必定招来亏损 千须谨慎就会获益 也就是说 千须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道德经》中有 驰而迎之 不如其矣 揣而锐之 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 自宜其旧 主张柔弱处下 虚己待物 不可利令致昏 越是在有力的形势下 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国演义中曹操在消灭袁绍 统一北方之后 又挥师南下 打算统一全国 曹操自以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 根本不把孙权和刘备放在眼里 但曹军不惜水战 且远道而来 长期连续作战 士族筋疲力尽 如强弩之末 孙刘连军适时抓住战机 根据曹军战船连在一起亦受火攻的弱点 火烧曹军战船 一时间强弩灰飞烟灭 大火一直延烧到岸上的军营 曹军被烧死和溺水而亡者甚多 最终曹操大败 另外 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 前秦福坚在统一了北方之后 也野心勃勃地向江南扩张 决定渡江攻伐东晋 其臣下纷纷劝谏 福坚不听 狂傲地认为 东晋虽有长江为平 但难以固守 前秦军队众多 每人将马鞭投入长江 就可以截断江流 这也是成羽 头边断流的由来 于是 福坚率领大军 浩浩荡荡地进军东晋 后来 双方在飞水边展开大战 福坚站在城楼上 一眼望去 只见对岸进军布阵整齐 将士精锐 误以为八宫山上草木皆兵 颇为惊慌 由于秦军紧逼飞水西岸布阵 进军无法渡河 只能隔岸对峙 进军失忌 以百开战场决议死战为名 让秦军后撤 但是秦军士气低落 结果一后撤就失去控制 阵势大乱 进军趁机大举追击 秦军大败溃逃 沿途也不敢停留 听到风声鹤唳 都以为是进军追来 人马相踏而死者 满山遍野 福坚本人也重见富商 狼狈逃回洛阳 原文 欣慰忌邪 我加善同袍凡十人 为丁敬与宾 年最少 极其谦虚 语告费锦颇曰曰 此凶今年弊地 费曰 何以见之 语曰 为谦受服 凶看十人中 有寻寻款款 不敢先人 如敬与者呼 有恭敬顺诚 小心谦畏 如敬与者呼 有寻舞不达 闻棒不变 如敬与者呼 人能如此 即天地鬼神 由将又知 岂有不发者 即开榜 丁果忠誓 语文 新卫年举人们复经会誓 我们加善的同学共有十人 其中只有丁斌自敬语的 年纪最轻 为人非常谦虚 我告诉费锦颇兄说 这位丁兄 今年一定能考上 费锦颇问 何以见得呢? 我说 只有谦虚 才能受到福报 费锦 你看看这十人中间 有像敬与兄那样 温和而诚恳 不敢在人之先的人吗? 有像敬与兄那样 对人恭恭敬敬 小心谨慎 就像畏惧一样的人吗? 有像敬与兄那样 受到侮辱也不反驳 听到毁谤也不辩解的人吗? 人能做到这些 就是天地鬼神 也会保佑他的 还能不发达吗? 等到名单公布 丁兵果然考中了 点评 新卫年 姚凡先生与来自嘉善的同学 共有十人 参加京城举行的会试 按照明代科举取士制度 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 各省乡市中市的举人皆可应试 考试地点在礼部 因汉代应举之人均用公驾车马接送 所以古人也以公车代称会试的举人 清末光绪年间的公车上书运动就是发生在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期间 当时正值甲武战败之后 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这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几个省举人 在今北京宣武门外的松云安起草上光绪帝书 提出迁都、变法、练兵、聚和等主张 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与辽凡先生一同应试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丁丁 浩敬宇的 年纪最轻 为人非常谦虚 结合上面人道恶营而好迁的理论 辽凡先生认为千光可居的丁敬宇必将发达 于是对同行的费锦波说 这位仁兄今年一定考中 费锦波说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辽凡先生就说 只有谦虚的人才有福气 你看我们这十人当中 有谁能像丁敬宇那样温和恭顺 诚恳忠实 不为人先 有谁像丁敬宇那样毕恭毕敬 谨小慎微 有谁像丁敬宇那样受到侮辱 听到有人诽谤也不开口辩解 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 就是天地鬼神也都要保佑他 哪有不非黄腾达的道理? 辽凡先生全面阐述了丁敬宇谦让不争的品德 这也是道家所极力提倡的优秀品质 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其所提倡的道德原则总结为三宝 一约辞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不敢为天下先 就是指谦让不争 柔顺处下 等到发榜 不出所料 丁敬宇果然考重近事 原文 丁丑在京 与逢开之同处 见其虚极脸容 大便其幼年之席 李继颜质量亦有 十面弓其非 但见其平淮顺受 未常有一言相报 语告之曰 福有福始 或有或先 此心果谦 天必相知 凶今年绝地矣 矣而果然 一文 丁丑年在京师 我与冯孟真先生住在一起 看到他虚怀弱骨 神情庄重 完全改变了幼年时的习性 李继颜先生 是他正直诚信的正友 时常当面指摘他的错误 只见他心平气和的虚心接受 不曾回报一句气话 我告诉他 福有福的根源 或有或的先兆 心中果然谦虚 上天一定会相助的 老兄今年一定会考中的 后来果然考中了 点评 丁丑年 在京师 老凡先生与冯开之住在一起 看到他虚怀弱骨 神情庄重 完全改变了幼年时的习性 想来冯开之幼年之时 必是年轻气盛 狂傲不羁 锋芒毕露 他的好友李继颜 正直诚实 心直口快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颜面 时常当面指摘他的过失 只见他心平气和的虚心接受 不曾回报一句气话 质量语出论语 是孔子对于良友 亦有的品质的论述 孔子认为 和正直 诚实 以及见识多的人交朋友 这是有益的 而和冯莹谄媚 花言巧语 以及当面奉承背后毁谤的人交朋友 则是有害的 和质量之友相交 可以互相学习 相互提携进步 这是相对于择友而言 而如果是君臣之间 如此当面指责帝王 则难免会惹来杀身之祸 人们常以触动逆临 来比喻因劝谏而惹怒帝王 逆临语出 含妃子 睡男 据传龙喉下有逆向生长的鳞片 如果有人触动逆临 则必定会激怒龙而惹来杀身之祸 下劫时 大夫关龙旁辅正 直言敢见 杰作久迟 银意放荡 荒于正事 关龙旁竭力劝阻 拮据不纳箭 并且将其杀掉 所以 历史上敢于直言觐见的贤臣 也会考虑觐见的艺术 曲折委婉地将意思表达出来 如战国册 其册中邹记讽其王纳箭 战国册 赵册中触龙说赵太后 都是很好的例证 了凡先生见逢开之虚己待人 就告诉他 福有福的根源 或有祸的先兆 心中果然谦虚 上天一定会相助的 老兄今年一定会考中极地的 在事物萌生的前期 必有征兆显露 姚凡先生将谦逊的品质 作为考中极地的征兆来看待 而后来 冯开之也果然考中了 原文 赵玉风光远 山东关线人 童年举于香 久不地 其父为家善三饮 随之刃 目前明无 而直闻见之 明无吸抹其文 赵不为不怒 且心服而肃改焉 明年 遂登地 一文 赵玉风 明光远 是山东关线人 不满二十岁 就考中举人 此后 却多年未考中进士 他父亲任职加善三饮 他跟随父亲到任 他仰慕当地宝学之事前明无 就带着自己的文章去请教 前明无把他的文章全部否定了 赵玉风不但不生气 而且心悦成福地迅速改正自己的文章 第二年 赵玉风考中了进士 点评 赵玉风 明光远 是山东关线人 还不满二十岁 就考中举人 以后参加会试 却多年都没考中进士 科举进士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 越到后来竞争也就越激烈 他的父亲任职为加善县的主部 他跟随父亲到任 他很仰慕当地宝学之事前明无的才学 便带着自己的文章去请教 前明无把他的文章全部否定 他不但不生气 而且心悦成福 虚心接受 并迅速改正自己的文章 诗人白居易作诗后 常常先念于老父听 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修改 直到他们听懂为止 唐太宗李世宁也说 以同为敬 可以正义观 以古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 可以明得诗 谦虚使人进步 此言不虚 赵玉峰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后 果然在第二年就尽是极地了 原文 人沉睡 雨入境 雾下见所 见其人气虚意下 千光逼人 归而告有人曰 凡天将发私人也 未发其福 先发其慧 此慧一发 则福者自食 似者自怜 见所温良若此 天起之矣 即开榜 果中事 一文 人沉年 我入境觐见皇帝 遇到了下见所 见此人虚己待人 千虚之光逼人 我回去后告诉朋友说 凡是上天将要使某个人发达的时候 在降福给他之前 掀开启他的智慧 这个智慧一经启发 则浮躁的人自然变得沉稳 放肆的人自然会有所收敛 下见所这样的温和善良 一定是上天启发了他 等到发榜 他果然中了近视 点评 人沉年 老凡先生到京城觐见皇帝 先秦时代诸侯朝天子称 晋 后世之王公百官 外国使节等晋业皇帝 称觐见 老凡先生在京城遇见了下见所 见他神情谦逊 千光逼人 老凡先生回去后告诉朋友说 凡是上天将要使某个人发达的时候 在降福给他之前 掀开启他的智慧 这个智慧一经启发 则浮躁的人自然变得沉稳 放肆的人自然会有所收敛 下见所这样的温和善良 一定是上天启发了他 等到发榜 下见所果然中了近视 老凡先生认为 只要是有才智之人 一定会谦虚沉稳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是才放旷 锋芒毕露之人常会惹来灾祸 如三国时的杨修 聪明过人 最能揣夺曹操心思 是才自傲 结果到最后 被曹操司机寻找借口杀掉了 原文 将因张卫言 积学公文 有生一林 甲午 南京相逝 寓一寺中 揭晓无名 大骂士官 以为咪目 时有一道者 再傍微笑 张聚一怒道者 道者曰 相公文必不佳 张义怒曰 辱不见我文 乌之不佳 道者曰 文作文 贵心气和平 今听功骂利 不平甚矣 文安得功 张不觉屈服 因旧而请教焉 一文 江苏江音的张卫言 积累学识功于文章 在读书人中小有名气 甲午年 参加南京的乡士 他借助在一个寺院中 等到接绑 他却绑上无名 于是破口大骂 考官有眼无珠 当时有一位道人在旁边微笑 张卫言马上又迁怒于这位道人 道人说 相公的文章一定写得不好 张卫言更加生气地说 你又没有见过我写的文章 怎么知道不好 道人说 听说写文章 跪在心平气和 现在听你这样怒骂 心情不平和得厉害 文章怎么能写得好呢? 张卫言不由得心服了 于是便向这位道人请教 点评 江苏江音的张卫言 下功夫做学问 文章也写得很好 在读书人中小有名气 甲午年 参加南京的相识 他借助在一个寺院中 等到接绑 他却绑上无名 于是怒火中烧 破口大骂考官有眼无珠 已发泄心中憋闷 当时有一位道人在旁边微笑 却无端招惹了他 于是他马上又迁怒于这位道人 道人说 你的文章一定写得不好 张卫言更加生气地说 你又没有见过我写的文章 怎么知道不好 道人说 听说做文章 跪在心平气和 现在听你这样怒骂 心情十分不平和 文章怎么能写得好呢 做文如做人 观人言谈举止 品质性格 也能判断一个人的学问 做得究竟如何 张卫言不由得心服了 于是便向这位道人请教 原文 道者曰 忠权要命 命不该重 文虽公 无意也 须自己做个转变 张曰 既是命 如何转变 道者曰 造命者天 立命者我 立行善事 广及因德 何福不可求哉 张曰 我贫事 何能为 道者曰 善事因公 皆由心造 长存此心 功德无量 且如谦虚一劫 并不费钱 你如何不自反而骂事关乎 一文 道人说 考中与否全在于命运 命理不该重的 就算是文章写得再好 也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自己做个转变 张卫言问 既然是命中注定的 又怎么能够改变呢 道人说 造命的是上天 但立命却在我 只要努力多做善事 广及因德 什么福报求不到呢 张卫言说 我只是个贫寒的读书人 又能做些什么呢 道人说 善事和因德 都是由人的内心所决定的 只要长存此善心 就会有无量的功德 况且 就像谦虚的品质 并不需要花费钱财 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 却大骂考官呢 点评 道人说 考中与否全在于命运 命理不该重的 就算是文章写得再好 也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自己做个转变 古人多信奉命由天定 命理有时终需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对于功名等身外之物抢取不得 以采取豁达的态度 而道教认为 我命在我不在天 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修行 可以扭转乾坤 所以这里道人就劝张卫言 要自己做个转变 张卫言不解地问道 既然是命中注定的 又怎么能够改变呢 道人说 造命的是天 而立命在我 只要努力多做善事 广基因德 什么负责求不到呢 张卫言问 我是个贫寒的读书人 又能做些什么呢 言下之意是 行善积德 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 殊不知 万事都是从基础做起 只要心存善念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都是在积功累得 道人又说道 善事和因德 都是由人的内心所决定的 只要长存此善心 就会功德无量 况且 谦虚这一方面 并不需要花费钱财 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 却大骂考官呢 原文 张有此折洁自持 善日加修 得日加厚 丁有 孟志一高房 得失路一策 众多缺行 问旁人 曰 此今科是路 问 何多缺名 曰 科第阴间三年一考教 须积德无救者 方有名 如前所缺 皆细就该终事 因心有薄行而去之者也 后旨一行云 辱三年来 持身颇甚 或当不辞 性自爱 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一文 张卫妍 从此改变自己的态度 而自我修持 每天都行善事 功德也每天在家后 丁有年 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座高大的房子内 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 中间有不少行事空缺的 就问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答道 这是今年考取者的名录 张卫妍问 为什么缺了许多名字 那人回答说 阴间对于读书人 每三年考察一次 必须是激功累得 没有过错的人 才能在这个册子上列名 像册子前面所缺少的 都是原先预定应该考中的 因为心境有不端的行为 所以被除名了 后来又指着一行说 你这三年以来 行事谨慎 或许应当补到这里 希望你自重自爱 这一刻 他果然以第105名中举 点评 听到道人的指点 张卫妍从此一改往日的作风 每日行善 功德日增 丁有年 梦见自己来到一座高大的房子内 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 中间有不少行事空缺的 于是他就问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答道 这是今年考取者的名册 张卫妍又问道 为什么中间缺少许多名字 旁边的人答道 对于那些读书人 阴间每三年考察一次 必须是积功累得 没有过旧的人才能在这个册子上列明 像册子前面所缺少的 都是原定应该考中的 因为新晋有不端行为 所以被除名了 后来又指着一行说 你这三年以来 行事谨慎 或许应当补到这里 希望你自重自爱 这一刻 他果然考中了第105名举人 原文 由此观之 举头三尺 绝有神明 屈即必凶 断然有我 需使我存心置行 毫不得罪天地鬼神 而虚心屈己 使天地鬼神 时时怜我 方有受福之机 比弃赢者 必非远弃 纵发亦无受用 稍有实践之事 必不忍自辖其量 而自聚其福也 旷迁则受教有地 而取善无穷 由修业者所必不可少折也 一文 由此看来 抬头三尺 就一定有神明存在 而修福必灾 却可以由我自己决定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管束好自己的行为 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 而且要谦虚自义 使天地鬼神都时时眷顾我们 我们才有受福的根基 那些气势逼人的人 必定没有远大的气度 纵然是发达了 也没有什么可享受的 稍微有见识的人 必定不会忍心 使自己心胸狭窄 从而拒绝自己 可以得到的福报 况且 谦虚的人 才有接受到教会的机会 从而受益无穷 这尤其是休息学业的人 所不可缺少的 点评 由此看来 抬头三尺就有神明 中国民众的信仰是多神崇拜 神灵众多 体系庞杂 其中有自然崇拜 图腾崇拜 鬼魂崇拜 祖先崇拜 以及对历史上的圣贤人物的崇拜 即使是在人身之中 也有三师神存在 传说是上帝派到人间 并寄居人身 富有监察人罪恶的私命之神 在道教中 私命也指星明 为三台星的上台 须今开得星君 趋向吉祥或避开凶险 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人在鬼神面前是极其卑微的 我们必须自己管束好身心 不得罪天地鬼神 谦逊悲下 使天地鬼神都时时眷顾我们 我们才有受福的根基 那些气势逼人的人 必定没有远大的气度 纵然是发达了也不会享受 稍微有见识的人 必定不会使自己心胸狭窄 从而拒绝自己可以得到的福责 况且 谦虚的人才有接受到好的教会的机会 从而受益无穷 这尤其是修习学业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原文 古语云 有志于功名者 必得功名 有志于富贵者 必得富贵 人之有志 如数之有根 立定此志 须念念谦虚 沉沉方便 自然感动天地 而造福有我 今知求登科地者 初未常有真志 不过亦时亦信耳 心道则求 心蓝则止 一文 古语说 有志向求取功名的人 就必然能得到功名 有志向求取富贵的人 就必然能得到富贵 人有志向 就像树木有根基 立定志向之后 还必须念念不忘谦虚 处处与人方便 自然会感动天地 所以说造福全在我们自己 当今那些求取科举功名的人 起初未必有什么真的志向 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兴致来了 就去求取 兴致散了 也就作罢 点评 古语说 有志于功名者 必得功名 有志于富贵者 必得富贵 人如果有了志向 就像树木有了根基 汉高祖刘邦到咸阳扶摇一时 正逢秦始皇御驾出巡 当他见到盛大的出行场面时 便不胜感慨地说 大丈夫当如此也 由此也激发了他对于王权的向往 有了明确的目标 后来又适逢秦末群雄敬起 逐鹿中原 借此时机 刘邦率重起义 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帝王梦 与汉高祖刘邦楚汉争霸的西楚霸王项羽 年少时也是壮志满怀 有一次 项羽随舒服项梁去看秦始皇出巡的队伍 项羽指着秦始皇脱口就说 彼可取而代也 项梁见者有如此大志 也惊诧不已 辽凡先生认为 立定了志向后 还必须念念不忘谦虚 处处与人方便 自然会感动天地 所以说造福全在我们自己 辽凡先生又说道 当今那些求取科举功名的人 起初未必有什么真心 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 兴致来了就去求取 兴致散了也就作罢了 原文 孟子曰 王之号乐甚 齐齐数几乎 语于科名亦然 一文 孟子说 大王如果真正非常喜欢音乐 那么齐国治理的也就差不多了 我对于科举功名也是这样看的 点评 孟子说 大王如果真正喜欢音乐 那么齐国治理的 也就差不多了 这句话出自孟子 杨慧王下 当时齐国的臣子庄铺见到孟子 将齐宣王喜好音乐的事告诉了孟子 并询问孟子对于齐宣王喜好音乐的看法 于是孟子就说了这句话 改日 孟子见到齐宣王 又向齐宣王说了这句话 并进而使齐宣王醒悟到 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 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的道理 孟子讲道 如果大王能够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做到与民同乐 那么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百姓听到自己的大王欣赏音乐 就会非常高兴 为大王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和如此的闲情雅致而兴高采烈 否则 如果百姓流离失所 怨声在道 而大王仍在欣赏音乐 那么这样一定会使民怨沸腾 使百姓以为大王交涉银翼 不顾他们的死活 所以孟子说道 如果大王是真正的喜欢音乐 那就要与民同乐 这样就能够称王于天下了 了凡先生借助孟子的言论 以表明自己对于科举功名的态度 以此来说明真正有志于功名的人 只要志向坚定 使之不渝 努力进取 有朝一日 一定能够金榜提名 于公面山而居 大山阻塞交通 初入需要迂回辗转 于公有一山之志 于是和家人树立一山的坚定决心 不辞劳苦 毅力顽强 寒暑一劫 勤勉不错 最终感动上帝 派两神分别背走党路的太行 王乌二山 于公家门前 终于畅通无阻 所以说 天下是有难亦乎 为之 则难者亦亦以 不为 则亦者亦难以 本书就跟各位朋友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陪伴与支持 希望本书对您也有所启发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天天有声书 咱们下期再会